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41集 演播燕南飞 小玉双臂竟年纪不大 正像花姑嘴般 林婉容抱着养肥了再杀的心态 也不去过分调戏她 至于她说些话 偶尔轻薄一番 相处得也十分美好 林婉容将这杭州一路的见闻说给玉双婷 她本人便是讲故事的高手 语气一扬顿挫 情节曲折婉转 二小姐听得如痴如醉 拉住她手道 早知道这么好玩 我也要去了 昨日晨时 姐姐已经派人掀起赶回 抱了此次的经过 林三 你这次立了大功 母亲对你也是赞不绝口 说你乃是萧家重粮 他日成就 必定非同反响 林婉容听得暗自好笑 萧家尽是女人当家 老子这次却是富难能顶半边天了 他现在对萧夫人却是很有些好奇 听徐卫话里的意思 这萧夫人当年在经中也是个人物 连徐文长那样的人物都对他赞赏有加 不知道他有什么故事呢 哎呀 小玉霜与他说了半天话 突然一声惊叫起来 糟了 林三 姐姐还等着你议事呢 我见了你 竟把这事给忘了 你快去议事堂 议事堂 林婉容想起当日擅闯议事堂一怒为玉霜的事情 心里一笑 小玉霜却似是与他心有灵犀 望着他羞涩一笑 轻轻的 你去了 可要与姐姐母亲好声说话 我再要像上次那般莽撞了 你要不听劝告 这次再挨了板子 可没人去替你了 林婉容呵呵一笑 离开了小屋 往意识堂赶去 途中却遇见久违的郭乌常表少爷 郭乌常正带着四德和几个人高马大的家丁 兴冲冲的往外走 见了林三 顿时高兴的道 林三 这次你做得好 可这些大快人心呢 林婉容不明就里 只是见郭乌常满面春光的骚包样子 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 便笑着道 少爷 此时时辰尚早 那庙宇坊还会营业 要交流也得趁着晚些功夫啊 郭乌常尴尬一笑道 林三 我不是去交流啊 我这是去陶家店铺里逛逛去 哦 不对 现在应该说是去萧家店铺了 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呢 叫那姓陶的王八 再如何嚣张 原来表少爷是等不及了 带着人要去抄家呢 林婉容听得好笑 他知道郭乌常对陶东城绝无好感 此时痛打落水狗自然迫不及待 也不知道那姓陶的被人救了没有 一住青天可不是好玩的 要到窑子找三个小妞才能解决 真替他脆弱的海绵体担心 呵呵 林婉容赶到议事堂的时候 大小姐和萧夫人皆是在场 萧家各地的管事也都正经危坐 似乎在等着他的到来 萧夫人见了他 含笑起身道 林三 你辛苦了 林婉容笑道 夫人太客气了 我只是一个跑腿的 最辛苦的就是大小姐了 萧于若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事情的经过 我都听郁商说过了 此次杭州之行 我们萧家不仅重新夺得了金陵商会的龙头地位 而且还获取了陶家布庄 林三 你功劳最大 我一定重重有赏 萧夫人笑着道 哪里 哪里 夫人过奖了 正是有了夫人高无见领 高瞻远瞩的眼光 加上大小姐踏实肯干的英明作风 我们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我不过在中间起了一点小 小的作用而已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林婉容谦虚道 大小姐强忍住笑 听她卖乖 对大厅中的管事道 林三此次功劳最大 我与娘亲商量后决定 日后林三可入这议事堂自由议事 诸位可有意义 这在座的都是萧家的宗心 见一个小小家丁竟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心里自然不服气 不过情与楼上 林三与大小姐熬战逃东城的故事早已流川开来 特别是那神鬼莫测的油锅洗手 也让他们心惊胆战 便无人提出反对 林婉容寻了个座位坐下 四周一瞅 心道 老子这算是进入了萧家的董事会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个萧家董事长尴尬 大小姐见林婉容坐定 微微一点头 对众人道 此次接手陶家布章的事情 如何顺利方便 我想听听各位管事的意见 在座的管事都是萧家宗心 但大小姐做起生意来很有魄力 只称管事 不称叔伯 厅中一人站起来道 于若贤之女 要接手陶公子的布装 此事万万不可呀 这个人林婉容认得 当日易旧二小姐的时候 就是这个管事从中阻挠 林婉容还与他骂过一阵 好像是萧老爷的堂弟 记得萧夫人曾叫他四弟的 果然 大小姐听完她的话 神色一变 冷冷说道 有何不可 四叔倒是说来听听 那四叔阵阵有词的道 于若贤之女 陶与陶大人 乃是苏州之造 掌管江苏一省之访大事 我萧家经营布装多年 与苏州之造 乃是修器相关 多年来相安无事 不也甚好 萧家的经营 都还指望着陶大人多多关照 怎么能与他们唱反调呢 如今却为了这事 得罪了陶公子不说 更是开罪了陶大人 只要织造大人一句话 我们布装连生存都是问题 这对小家 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生存 若没林三 我们早就被那陶家吞并了 还到哪里谈生存 萧鱼若哼了一声 咬着嘴唇问道 那一四叔之间 该当如何处置为妥呢 四叔道 贤侄女 四叔我比你多活了这些年 见识的事情多了 依我浅见 倒不如把这陶家布装归还陶家 以示我萧家诚意 以及期盼双方修好之意 果然是浅见 还真他妈浅呢 照这个老头的意思 他是巴不得萧大小姐和陶家联姻 以示修好吧 啊 林婉容对这个什么狗屁的萧家远亲四叔比是无比 典型的绥靖政策 还说得官免堂皇 大小姐忍住怒火道 四叔 自陶家经营部装以来 我们与他们经营上的冲突也非一次两次了 四叔说与陶家修好 但侄女却要反问一声 以那陶家的所作所为 何时曾与我们修好过 上次比我萧家与他联营 此次杭州之行 要是仗着金灵商会龙头身份 与杭州商会勾集一起刁难我萧家 若不是林三相助 我此刻恐怕已经 大小姐银鸦一咬不说话了 林婉容知道她话里的意思 这些萧家的族亲们 坐着说话不要疼 只会等着拿银子 哪里明白大小姐一个弱女子在外拼搏的艰辛呢 此次若不是老子有两把刷子 萧家真的就被逃东城打垮了 那四叔还待在说 林婉容忽然站起来笑道 但不知这位管事贵姓啊 那四叔管事傲然道 我萧家家族排行第四 你要叫我一声四老爷 原来姓萧啊 听这位老爷谈了半天 我还以为你姓陶呢 林婉容黑黑道 那萧四老爷面色一变 怒道 大胆 这哪里有你放肆的地方 大小姐见林三出头 感激的看她一眼 对那位四叔生硬的道 四叔此言诧异 纯许林三进入议事堂议事 乃是我与母亲的决定 方才诸位管事业已认同 她现在身份与你相当 在此说话 又有何不可 那管事白眼一翻 找不出话来反驳 她是认识林婉容的 当下怒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打嘴仗林婉容还怕过谁呢 她冷冷一笑道 这位萧四老爷放在口口声上说着 要与陶家修好 要为陶家着想 我还以为四老爷是陶家的一员呢 没想到原来是我们萧家中人 一个萧家人 吃着萧家的 喝着萧家的 不想想怎样为萧家尽力 反而整日想着维护别人 宁愿损了萧家利益 也要去讨好他人 实在让人好生诧异 萧四老爷怒声道 我这是为萧家基业着想 不愿意望着祖宗基业毁在你们手中 你妈妈的 你一个萧家远亲 还是在祖谱上找来的 把杆子打不着呢 也好意思来说为萧家祖宗基业着想 怕寄予萧家财产才是真棒 林婉容眼睛毒辣 这个萧四老爷数次都跳出来为陶家说话 上次差点连累一声和自己挨板子 这次别人都安安静静 他却又跳了出来 难道真的是他刚直不阿 狗屁 看那三角眼 就知道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不是收了涛家的好处 就是想夺萧家的财产 跑不了 为萧家基业着想 四老爷 夫人乃是老太爷儿媳 大小姐二小姐乃是老太爷嫡亲孙女 你为萧家着想 难道他们便是故意为难萧家吗 归还店铺 以事修好 这两句话说得容易至极 却是让了萧老太爷蒙羞 陶家狼子野心 处处为难萧家 前次有强迫莲营之事 此次杭州之行更甚 陶家如何联合浙商 如何欺辱萧家 整个金陵商会都是今年所见 人人皆为萧家鸣不平 难道死老爷你就没有耳闻 任谁都知道陶家要对萧家赶尽杀绝 可是有人却一再为陶家说话 欺行诡异 欺心难测 莫不是想从中间 劳些什么好处 另外容望着四老爷 智力有声说道 这几日金陵商界流传着杭州清雨楼之事 萧家以一己之力 历据金陵杭州两地商会龙头的联合压迫 早已为人所知 重伤虽是嘴上不言 心里对萧家的抗争还是深感佩服的 对萧家重新出任金陵商会龙头 您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 在座的都是经商之人 这些事情自然听说了不少 这林三说的句句在理 倒是那个萧家四老爷 一再为陶家说话 叫人心里生疑 你胡说 我哪里收了好处 远亲萧四老爷一下子跳了起来 眼中阴光一闪 大声道 欲若孤女寡母 难免受人利用 你一个小小家丁 竟能登堂入室 不是你迷惑了他们 又是什么 大胆 大小姐还未开口 久未说话的萧夫人 重重一拍桌面 站立了起来 萧夫人面带寒霜 眼中神光一扫 听钟中人皆是金若寒蝉 那四老爷偷偷瞄了一眼 便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夫人冷冷说道 我萧家姑女寡母 一心经营 素不若是 但若是有人以为我们怕了她 那却是看错了 我虽是一介女子 七年却也上过朝堂 会过六部 拜过皇帝 何曾怕过谁来 我萧家 我萧家便尽是女流之辈 那也不是人人都能编排的 进去意识堂中 萧家祖宗面前 有人敢欺辱我萧家 我定然不能轻饶 夫人一说话 这萧家的遗老遗寿们就再不敢吱声了 大小姐虽然也有些气势 但毕竟年岁还轻 威望不及母亲 萧夫人面沉如水 眼光在众人身上巡视一圈 无人敢于她对视 由此可见威望之盛 林婉容心道 这萧夫人还真有些威严 听她话中说 当年她在京东还上过朝堂 不知是真是假 以她年岁来看 当年在京东的时候 不会超过二十岁 又怎么会拜过朝堂 这位郭小姐 还真不简单呢 林婉容见众人不敢说话 心里忍不住好笑 都说这是男尊女卑的社会 可是这一群大男人 被大小姐母女几句话 虎的头都不敢抬 也实在无趣了些 数十号人 唯有林婉容神情怡然自得 她见识过的人物多了 从朝廷一品大员 到地方高级首长 还真没怕过谁呢 萧夫人在打量别人 林婉容却在打量她 这萧夫人虽是三十七八的年纪了 却是肌肤精盈 面颊生韵 身材妖娆 魅力动人 望着便像三十不到的花信少妇 如此怒气之下 柳梅凤眼苏兄极颤 更是雍容华贵 艳丽无疲 气质十分的高雅 萧夫人目光冷峻 巡视四周 望着林婉容的时候 倒是温和了许多 面上带着笑意 微一点头 已是赞许 萧夫人哼了一声道 今日议事堂上 在萧家列祖列宗面前 竟敢有人口出厥词 如我母女 如我萧家 我饶她不得 萧夫人此言一出 众人的目光便都落在了那远方四叔身上 当日二小姐擅闯议事堂 萧夫人连自己女儿也要棒打 何况是一个远方叔伯兄弟 萧四伟 你父亲与老太爷乃是同宗同族 我便依了族仆 请你入萧家事务 聘你为管事 乃是希望看在你同族同宗的面上 为萧家尽心尽力 但你却不思进取 平日里胡作非为 暗地里还收了别人银浅 以赐步充上好丝绸 败坏我萧家名声 我看在你父亲的面上 数次饶过了你 便是希望你悔改 但你所作所为 实在让人失望透顶 今日更是如我母女 如我萧家祖先 我不罚你 天理难容 今日 我便罢处你这管事之职 责罚一百大板 你还有何话说 夫人望着那四叔 言辞说道 那萧家四叔脸色苍白 大声道 你敢 我是萧家宗亲 谁也不能这样对我 你们不听我言 吃亏在前 那陶大人今日便到了金陵 与他合作才是正途 否则 唯有死路 拉下去 重则一百大板 逐出家门 萧夫人怒道 几个榜大 妖元的家丁便冲了进来 将四叔拉了出去 不一会儿 一阵惊天惨叫便传了进来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42集 演播 燕南飞 原来还真是一叛徒啊 林婉容无奈摇头 这家伙早已经恶行累累 也亏萧夫人能忍他 换了我 早就让他滚蛋了 萧夫人面索一板 对大厅中诸人道 我萧家已被逼致此 哪里还有退路 诸位管事只管想了法 协助欲若接收逃在布庄 其他事情 皆不用理会 她望了林婉容一眼 脸上浮起一丝欣慰的笑容 红唇轻起 低声说 林三 你跟我来 带二人进了旁边相访 萧夫人望着他一笑道 林三 你觉得郁霜如何 来了 来了 林婉容心里暗道 这不明显是四幼来了吗 问我对二小姐的观感 难道是要为我和二小姐作美 可是老丈母娘亲自来作美 规矩不对 好说不好听啊 林婉容虚情假意的笑了几声道 二小姐啊 大家一向都觉得她很好啊 天真活泼 美丽善良 每个人都喜欢她 她言之凿凿 萧府的丫鬟下人们要是听见她这句话 定要气得吐血 三哥来萧府之前 二小姐是什么样子 人人都清楚 这一向二字 从何谈起 夫人笑着望了她一眼道 我是问你觉得她如何 这个 夫人 我和二小姐 一向交往不错 林婉容模糊不清的道 额头汗字引现 夫人这样问 也未免太直接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呢 她脸皮虽然后 只是面临这事 还真是不好张嘴 夫人见她神色极不自然 忍不住笑道 林三 我赏识首次见你如此腼腆 莫非以前真的是我孤陋寡闻了 咳 仗着是丈母娘就调性我 太不地道了吧 林婉容愤愤不平的想道 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呵呵笑道 夫人 其实那是别人误会我了 他们只看到了我放荡不羁的外表 哪里知道 我真正的内心 是十分的脆弱和渴望安慰的 萧夫人纵是严肃无比 听到她如此信口开河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梁九猜道 林三 早听玉若说你蛇生莲花 往日我还不尽信 今日 总算见识到了 林婉容见她笑得花枝烂颤 十分美呀 心道 我这样说话 你当然是头一次见到 此乃临时风格 举世无双 除了我 你还到哪里听去 林三 你是哪里人士 家中还有何人 萧夫人又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夫人第二次问起这个问题了 上次是新丁刚进府 夫人看望新丁的时候提起过的 林婉容笑笑道 我是金楚人士 家中无田无房 无期无良 只剩我一人 夫人轻轻呃了一声道 你也怪可怜的 接着叹了口气道 你虽可怜 我萧家却也比你强不到哪里去 林婉容不去接她话茬 听她继续说道 我萧家姑女寡母 一心经营多年 虽是有些成绩 但终究是举步为奸 朝中无人 又家中无难 便是我欲若再勤奋百倍 也终是沦为别人笑柄 夫人脸上闪过一丝欺然之色 在这个时代 经商之人本来就身份威敬 何况萧家自老爷去世之后再无难盯 人兵惨淡 唯有靠女子撑起天下 即便夫人和大小姐再强势 处在这个潮流中 又怎能不让人笑话 林婉容心道 你和我说这些也没有用啊 你赶紧找个老公才是正经 或者让大小姐找个入赘女婿 二小姐的主意 你就不用打了 我姓林的绝不入赘 雨霜嫁入我邻家才是正经 夫人感慨了一下 抬头笑道 我与你说这些做什么 物资坏了心情 便说说雨霜吧 林三 你是聪明人 雨霜的丫头对你有些轻易 我是知道的 夫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望了林婉容一眼 似乎想看看她什么反应 林婉容是什么人呢 酒精考验 哪能轻易被她这句话打动 便装作没有听到般 听她继续说下去 夫人见她没有动静 叹了口气道 对这件事情 我原本不甚赞成 雨霜年纪还小 现在还不涉及到此事的时候 何况你们身份相差太远 说出去 怕是更遭人笑话 林婉容心道 什么狗屁身份 你说的好听 这不过是你们这些所谓的豪门大户 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在老子眼里 身份就是狗屁 我和二小姐相好怎么了 家丁偷小姐 那是时尚 老子就好这一口 大不了偷了这身青皮 不干了 偷了二小姐 老子也私奔出去 看你还说什么身份 夫人见她神情不幸 似乎是知道她心中 笑道 你莫要焦急 这些是我以前的想法 作为一个母亲 为着女儿着想 这种心情 希望你能体谅 但近些时日 关你言行举止 虽说不上中规中矩 也颇有些才华 她顿了一顿 接着道 你来我萧家这些时日 确实尽心尽力 为我萧家出了不少主意 费了不少心思 先不说那香皂香水 单单是临危相救愈弱 便让人感动感激 此次去杭州又历错陶家 当我萧家颜面 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我若再无理阻拦 不仅过于蛮横的些 也有些说不过去了 林婉容心里一喜 面上可没有表露出来 这萧夫人说话 可就好听多了 那像大小姐那般 蛮不讲理 凶巴巴的 还教玉双些什么女子仿狼术 明白的是要提防我 害我提心吊胆 萧夫人正说道 不过 林三 你切莫以为我这便是从了你 玉双现在年纪还小 许多事情呢 还分辨不清 我希望能看见她自由发展 让她自己选择 你也不许用些强的手段 自由好啊 就怕你不给她自由 林婉容暗道 其实萧夫人说的这些 林婉容早就考虑过了 她泡妞最讨厌用强制手段 偷人先偷心 这是她的治理名言 二小姐才十六岁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也是极易红片的年纪 只要林婉容对二小姐好一点 甜蜜话多说几句 保准让那丫头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她对自己的泡妞本事深信不疑 林婉容常常虚了口气 笑着道 夫人对我太好了 林三实在是感激不尽 若不是夫人太年轻 我便要将夫人供上佛堪 常年拜上一拜 夫人奄然一笑道 你莫要把哄骗别人那一套拿来骗我 我却不亲你这一套 林婉容见她笑颜如花 脸颊生韵 很明显的这一记马屁拍的正是地方 她暗自好笑 心道 你不吃这一套 我信了你那菜叫见鬼 那就谢谢夫人了 林婉容谦逊道 萧夫人摇头道 你姐莫急的谢我 这事我却先要与你说清楚 我方才话里的意思 想必你也听明白了 你与玉霜之间的事情 我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见林婉容点头 萧夫人接着道 玉霜年幼 上面还有玉弱 她们姐妹俩感情深厚 玉霜呢 也急听玉弱的话 你与玉霜之间 若想有好结果 便是要想些办法 过了玉弱那一关 我是两不相帮 玉弱对你们之事 持何态度 我也爱莫能助 林婉容长长的呃了一声 靠 阴谋 这也是大大的阴谋 萧夫人绕了这么大半天圈子 原来是玩了个太极推手 她名义上是将主动权 交给了大小姐手里 要让林婉容使尽浑身谢树 过了萧玉弱那一关 实质便是让林婉容竭尽全力 帮助萧甲 二小姐调住林三 再用大小姐管住二小姐 这一手确实够高 其核心用意就是 要绑住林三这个人才 现在可以说是成也大小姐 败也大小姐 大小姐的作用 从来没有这么突出过 萧夫人说了半天 却等于什么都没说 偏还卖了个大大的人情 果然不愧支障了萧家多年 精明的无话可说 林婉容这种老油条 三两下便将这事情看了个透彻 想用玉霜吊住啊 哼哼 谁吊谁还不一定呢 搞定大小姐 没有比这个更有难度 更有挑战的事情了 我喜欢 管你什么阴谋阳谋 只要是小妞 我林三哥怕过谁 夫人见林三脸上微笑的神情 知道瞒不过这个精明人 苦笑了一下 心道 若是我萧家有像林三这样的男丁 哪怕只有半个 哪里还用得着我耍这些心眼 夫人叹了口气道 林三 听说你这次在杭州 你们遇见了文昌先生 还听文昌先生很赏识你 不知他进来可好 林婉容点头道 徐先生很好 他还托我转达对夫人的问候 萧夫人眼望窗外 轻轻一探道 难得文昌先生还如此挂怀 自京城一别 已是二十函数 故人却再无相见之期 这时光也太无情了些 林婉容见夫人如此感慨 心道 难道夫人有什么老乡好留在京城 仔细看她脸上神情 神色虽是怅然 眼神却清明无比 不似怀念什么人的样子 倒像是纯粹的感慨 这个小夫人 还真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林婉容心里暗道 她从房中退出来的时候 大小姐正在外面徘徊 见她出现了 急忙道 林三 娘亲与你谈了些什么 林婉容笑着道 也没谈什么 只说了些男婚女嫁的事情 大小姐愣了一下道 什么男婚女嫁 林婉容呵呵笑道 夫人说 要将二小姐下嫁于我 萧鱼若脸色一变 哼道 做梦 就知道你会是这副脸色 林婉容无奈一笑 还没开口说话 就见四得惊慌失措的 从外面跑进来 大声叫道 三哥 大小姐 不好了 出事了 四得 别慌 一定要镇定 天塌下来 有夫人和小姐先扛着 接下来才轮到咱们呢 林婉容呵呵笑道 大小姐恨恨白了她一眼 四得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又急又慌着道 三哥 大小姐 不好了 表少爷 表少爷被人打了 什么 被人打了 林婉容惊道 表少爷虽然扫包 但也不是个会惹事的主 何况 以萧家的物理财力 在金陵虽说不上横着走 也不是人人都敢欺负的 怎么就会有人把表少爷给打了呢 妈 打狗也要看主人呢 不知道无常少爷是我林三哥照着的吗 谁 谁 谁打表哥 大小姐急忙道 林婉容忽然想起 表少爷是带着四得己人 胡假虎微的跑去陶家的店铺抄家了 莫不是陶家的人把他打了 四得急忙道 我们和表少爷去接受陶家的店铺 正巧碰到陶家老爷 他们二话不说 就开始殴打我们 还抓了表少爷 小的偏词跑了出来 就是为了向夫人和小姐报姓 现在我就回去救少爷 救个屁啊 你小子逃跑就逃跑了 还说的冠冕堂皇 跟老子有的一比 不过这一点也算没有做错 打不赢就跑 这也叫机智灵活 不跑还等着挨打吗 大小姐听了他的话 焦急的道 我们这边还在商量如何处置这事 表哥怎么这么莽撞的就去了呢 一会儿功夫便等不及了吗 陶家老爷 是苏州制造陶宇吗 林外荣对大小姐道 看来刚才那个什么萧死老爷说的不错 这个陶宇果然急匆匆赶到金陵来了 但不知道陶东城和那个陶家小妞怎么样了 大小姐怒气冲冲的道 正是此人 表哥虽然莽撞了些 但那陶家店铺已经属于我萧家 表哥去接受理所当然 陶宇怎么可以随便殴人 随便抓人 我去与他说礼去 林外荣急忙一下拉住他道 大小姐 你疯了不吵 和当官的说礼 官子两个口 你到哪里和他们说礼去 林外荣可不是毛头小子 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咬于官道 比的就是实力 林三 你说怎么办 大小姐略一沉眼 林三说的对急 做生意他也许有万般手段 可是要斗恶人 还得林三这恶人出马呀 表少爷虽然骚了点 但是对林外荣还是不错的 何况又是郁双的表哥 说什么也不能让姓陶的欺压了 妈 这姓陶的摆明了官商议题 又当裁判 又当运动员的 糊弄百姓呢 此等 你马上去总督洛大人府上 去请和我们一起回来的高丘高大哥 将这里的事情对他讲一遍 再请高大哥转告洛大人 就说洛大人去陶家店铺 看看他手下的官员 是如何欺压良善 愚肉百姓的 林婉容吩咐道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加丁 第143集 播讲燕南飞 大小姐听他如此说法 急忙道 林三 你这样说话 洛大人怎么会来 林婉容黑黑一笑 我和老洛小洛都是哥们 我还是他们心里的贵人 老洛要不来呢 才怪了呢 他神秘一笑 不去搭理大小姐的话 对四得道 你快去吧 务必找到高大哥 这事办成了 我请大小姐加你的俸禄 谢三哥 谢大小姐 四得欣喜的去了 大小姐见他神秘的模样 忍不住道 哪里要你随便给别人许些好处 你这人越来越自以为是了 他见林三安排妥当 心里平静了许多 他嘴硬心软 不肯拉下面子 便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了 林婉容黑大小姐 来到陶家店铺的时候 却在门口围着许多百姓 看热闹 表少爷郭乌常 被陶家的几个家人使劲绑住 正在骂骂咧咧 林婉容眼神搜索一圈 没看见陶东城与陶婉营兄妹二人 到见郑中处 站着一个身着官服的胖子 与陶东城有些相像 很有些官威 想来应该就是苏州制造陶宇了 陶家的下人不断的来来往往 将店铺中的布皮搬往门外的马车上 无趣 大小姐轻轻骂道 萧家还未来得及与陶家进行交接 陶家搬走多少布皮 萧家就损失多少 他们将这布皮拽移 就是想让我萧家得个空壳 实在是无趣之极 大小姐恨恨道 林婉容点点头 他们采取的方法虽然无耻 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 布皮固然是一笔收入 但还不是最紧要的 更值钱的是给店铺房产 这些不动产 这些是固定资产 也是他们的销售渠道 没了渠道 他们就是有再多的布皮 也要烂在家里 大小姐知道她说的有理 点头嗡了一声 看见锅屋长的惨样 忍不住叹口气道 表哥行事确实猛撞了些 这次吃了亏 下次看他还不学聪明些 我看未必就是坏事 说不定还是好事 我们要接受陶家的店铺 有些小冲突总是难免的 经过表少爷这么一闹 人尽皆知 舆论对萧家十分有利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林婉容冷静分析道 大小姐想了一下 确实有些道理 便看了他一眼不说话了 林婉容正等的不耐烦 背上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一个爽朗的声音道 林公子 我来了 他回头看去 便见高手高球兄弟二人 站在自己身后微笑 林婉容黑黑一笑 辛苦两位高大哥了 眼前的事情 两位大哥已经看清楚了吧 高球点头道 林公子请放心 我临走前 徐大人已经交代过了 陶东城里有字句 又由徐大人亲自作证 那陶家想抵赖也是不行 这样说来 我们的行为 岂不正义至极 正当之极 林婉容笑着说 眼中闪过一丝细念 高家兄弟二人一起大笑 林婉容跟在大小姐后面 走了出去 表少爷一见他二人出现 立即高声叫道 表妹 表妹 快来救我 林婉 快来救我 大小姐走上前去 对着陶宇盈盈益礼道 民女萧玉若 见过陶大人 陶宇黑黑冷笑道 小大小姐 好大的气派呀 竟然派了人来 拿我陶家店铺 哪里才把本官放在眼里 你这一礼 本官可担当不起呀 你这个狗怪 拿着手里的权力做生意 还有脸皮要人家把你放在眼里 见过无耳 见过无耳的 没见过你这么无耳的 林婉容望着肥肥胖胖的陶宇 心里冷笑道 肖大小姐正色道 大人何出此言 欲若经商多年 一向克己守法 所言所行皆是以我大华律力办事 不知大人此言何意 陶宇冷声道 肖大小姐 你今日派了人来 口口声声 说要接惯我陶家族产 却不知道 是何道理 本官贵为苏州之造 掌管一省 仿制之事 事物何等繁忙 哪里能容你如此放肆 肖宇若哼道 陶大人 我肖家接手陶家布庄的事情 在金陵商界乃是人尽皆知 大人莫非真的不知道 此次杭州金陵两帝年会之上 陶公子与我肖家立下了赌约 赌了这陶家的布匹店铺 可惜陶公子连输两局 便依照约定 将陶家店铺书给了我肖家 有陶公子的文书为证 有金陵杭州两地数百家客商在场亲见 还有文华阁大学士 户部上书徐卫大人亲自作证 此事作假不得 自陶公子立下文书那一刻起 这陶家的店铺便已属于我肖家了 我肖家按照约定来接收财产 何情何法 有何不对 大人虽是贵为苏州之造 却也无权随意抓人 我表哥并无罪责 也无过错 大人因何无故殴打 勤拿我表哥 肖欲若语气 虽是委婉 话音却慷慨激昂 智地有声 唯观众人听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肖大小姐 见他不畏权贵 又生得如此疯资 便直觉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自古民不于官道 今日肖大小姐当街聚礼力争 这种胆识气魄 让普通百姓心里畅快 待到大小姐讲完 人群中便猛地爆发出了几声 好 陶宇眼珠一转 面色一整道 小大小姐 那杭州赌约之事 乃是有人故意陷害我而东城 此事还在彻查 我已经抱起了江苏都指挥使 承德承大人 承大人即将亲自派人查问此事 还我陶家清白 你那赌约 做不得数 不是 果然不愧为当官的 脸皮厚到了这种程度 那承德是军队派系的 你是政治派系的 就算是禀明上面彻查 也应该是禀明江苏总督洛民 干承德那老王八鸟事 再说 此事乃是那么多人亲眼所见 你说推翻就推翻了 骂他 狗官就是狗官 坑洩一气 也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肖大小姐听这陶宇如此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气得翘脸通红 怒声道 陶大人此言何意 莫非是怀疑将这两地数百克商的眼力与智慧 或是怀疑护不上书徐卫徐大人的公证 那就请陶大人将令公子请出来 我肖一若愿当着在场所有金灵父老的命 与他变上一变 林婉容急忙拉了大小姐一把 你这小妞气糊涂了 现在有陶东城亲自立的字句在手上 只管接掌陶家就是了 还变弄个屁啊 即便是肖家欺诈 你们姓陶的也只有认了 陶东城干了那么多坏事 老子讹诈他一回 你有种咬我 陶宇道 我儿东城昨日不慎染痒 他现在在家中调养 待到伤好 再与你对质不迟 调养 他是在哪个小妞的肚皮上调养的吧 林婉容想起自己的杰作 心里好笑 大小姐哼道 陶大人 我只是一介民女 你是朝廷命官 自然比我懂得更多的法律律条 他自怀里掏出一张契约 正是当日陶东城 在晴宇楼上签字画鸭的字句 此字句乃是陶公子在晴宇楼所立 尚有陶公子签字画鸭 还有一品大学士徐卫大人签笔签名 已是他亲自公正 这字句便是名正 事实俱在 陶大人莫非也要否认 大胆消语若 你竟敢蒙骗本官 徐大人乃是当朝贤臣 地位何等尊贵 你一介女子 如何能识得徐大人 这印信怕是你伪造的吧 陶鱼刁蛮的道 大胆 高求走上前去 指着陶鱼怒喝道 你这小小芝麻棍 竟敢怀疑徐大人印尖 狗眼长到天上去了 你是何人 陶鱼见这人又高又壮 眼神犀利 急忙大叫道 高求自腰里摸出一个金黄色令牌 在他面前晃了晃道 我乃宫中一品带刀护卫 奉御命保护徐卫大人 这书上印尖乃是徐卫大人亲笔所提 他担心有人耍诈 特意嘱咐我到金陵澄清此事 你这狗官见了印尖 却故作不实 莫非是要反了不成 高求在宫中做护卫 见识的都是王公大臣 这苏州之灶在他眼里只是一个芝麻棍 皇帝身边的人 即使是没有官职 也是逢官大三分 他口口声声骂陶鱼狗官 陶鱼自然不敢说话 大小姐也不与陶语废话 将那字句交于林婉容 林婉容拿着那字条 在场中诸人面前走了一圈 将字句走得哗哗作响 各位父老乡亲看清楚了 这是陶东城亲自签字画鸯 要将陶家布庄转让给我萧家的名证 我们大小姐仁爱慈德 不愿故意刁难陶家 才给了他们一日时间搬迁 哪里想到 今日这陶家竟然如此嚣张 不仅殴打了我萧家派出的接收代表 还要抵抹这字句 就连自己亲自签字画鸯的字句也不认了 陶大人是当官的 但我想请问一下诸位父老乡亲 当官的便可以随意欺负我们善良百姓吗 今日欺负了萧家 明日他会不会欺负张家李家 这世上难道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林婉容画里半真半假 骚包的表少爷在他口里摇身一变 成了萧家派出的接收代表 是正义的使者勇敢的化身 表少爷听得心怀大爽 昂首挺胸道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林婉容的最后几句话 极具挑逗性 摆明了要挑拨和谐的官民关系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 放人 放人 的高呼喊 不一会儿 那声音引发一阵共鸣 变得越发强烈了起来 大小姐见人群中起哄的几个人 看着甚是演书 像是萧家内府的家丁 他甚至还看到了萧锋鱼四得二人 人群之中就属他们叫的最欢 林婉容对他打了个眼色 微微一笑 没错 这就是托儿 桃鱼见民情激愤 忍不住面色一变 退后了几步 高声喝道 关门 江苏总督骆大人到 一声长叫惊醒了场中中人 一席小叫 从远处晃晃悠悠抬来 林婉容暗自尝出了口气 洛敏这个老狐狸 总是选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场 想是要下掉我的小命吧 不用说 这老小子之前 肯定是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看戏 见大小姐已经变得桃鱼无话可说 她在现身捡个县城的便宜 听说总督大人到场 人群中安静了下来 林婉容打了个眼色 似得便带着一众托儿们撤退了 洛敏舔着个大肚子下了小叫 故作严肃的四周一望 板着脸道 本官出城败事 露金这里 却见这里民众聚集 究竟出了何事 此地为何如此喧哗 下官陶宇见过首县大人 陶宇见是总督大人亲自来到 急忙上前拜见道 他暗中勾结成德 但也明白 这洛敏绝非他一个小小的苏州之灶能够得罪得起的 哎 陶大人你也在此 何时从苏州返回的 为何本府没有得到消息 洛敏打着官想道 朝廷命官 未经上线调遣 便私自擅离 论其罪则来也是不轻的 若是洛敏就此参上一本 够陶宇喝一壶的 陶宇急忙恭敬道 下官因家中急事返回金陵 因事态紧急 尚未来得及告将 正要去大人府上禀报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大人 洛敏常呃了一声道 原来是这样啊 陶大人家里有急事 这也情有可原 本府不会追究的 只是今日这些民众聚集你府前 所谓何事啊 这个 这是一些民间琐事 下官已经处理好了 不敢劳动大人挂怀 陶宇恭敬道 何谓民间琐事 陶大人说的轻巧 大小姐冷笑一声 缓步上前 对洛敏恭敬行礼道 民女萧玉若 见过洛大人 还请大人为我萧家做主 还我萧家一个公道 洛敏看了一眼陶宇道 小大小姐何出此言 你乃是萧哥老后人 谁敢欺辱于你 怕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吧 萧玉若将那字句双手呈上 功声道 此上印间乃是徐卫大人亲笔所提 赌约乃是徐大人亲自公证 徐大人还特意委派了宫中一品护卫高求大人 亲来金陵证明此事 请大人详查 高求一抱拳道 禀告洛大人 这赌约之事乃是徐大人亲眼所见 并提笔为证 我便特地为此而来 洛敏点点头 看了一眼那印鲜 惊道 真的是文长先生轻提 他看完那字句上的内容 眉头一皱 将陶宇拉到旁边 轻轻道 陶大人 这真的是令狼手印吗 陶宇咬牙点头道 是啊 洛敏叹道 陶大人 不是我说你 只是令狼这次确实莽撞了些 这陶家店铺 怎能轻易拿去与人赌 还签上字画了鸭 做了铁证 陶宇重重地叹了口气 陶东城少年老城精明能干 做事一向令他放心 只是这次为什么会折挤在萧家身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奇品家丁 第144集 演播 验难飞 洛敏继续卖好的 他大人 你我同在一省为官 又有鼠疗之意 若是平日 我定然是要帮你将这事压下的 可是坏就坏在 令狼惹谁不好 还惹上徐卫大人 便是我现在将这字句撕了 也还有徐卫大人之情 那徐大人是何许人物 你我皆清楚得很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我合在一起 也还不够 也还不够徐大人一个小指头的力气 叫我如何帮你 洛敏小眼锦衣 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像是真心为陶家着想 陶雨沉眉不语 意志消沉 二人似乎都在发愁 除了林婉容 其他人哪能看出这二人是貌合神礼 各位其主呢 洛敏对陶雨又低语了几句 陶雨脸上一惨 看了大小姐一眼 猛哼一声 思索良久 终于还是狠心点了点头 洛敏走过来 对着萧玉若笑道 萧大小姐 这事情中间有些误会 我已与陶大人解释清楚了 既然是徐卫大人亲自作宝 这中间定然不会插持 陶大人已经答应将陶家布庄转给萧家 希望大小姐牢记陶大人教导 好生经营 莫要让陶大人失望了 既如此 一若谢过陶大人的申明大意 也谢过陶大人 秉公指断了 大小姐娇言含笑轻声说道 陶雨怒哼了一声 拂袖而去 林婉容偷偷对 洛敏老狐狸 竖起了大拇指 洛敏黑黑一笑 打道回府 他就是专门 为了这事来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陶雨已走 陶家的下人自然也不会留下来了 陶家布庄房产连通布皮 皆都归了萧家所有 按照林婉容的话说 这次真的是发达了 奶奶的 娶上一百个老婆 一人坐上一身衣裳 这布皮也花不完 盘点 验货 接收 大小姐兢兢业业的忙碌着 对这些琐碎的事 林婉容却是一点兴趣没有 老子天生就是当董事长的料 他望着大小姐的身影 黑黑一笑 忙碌起来倒还好 这一闲下来 他却浑身不自在 天气越来越冷了 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过完年要北上京城寻找清悬 二小姐可以跟着一起去京城求学 只是瞧瞧怎么办呢 难道要把那逆子一个人留在金陵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想着心事的时候 人已到了石威仙楼下 巧巧 惊喜的声音从楼上传来 大哥 你回来了 临婉容卫容抬头一看 巧巧像小鸟一般飞快地从楼上奔下 跑到他面前 欣喜地望着他道 大哥 你可回来了 巧巧脸上满是思念的泪光 几天不见 虽还是一样的名艳可人 但脸颊似乎消瘦了许多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林婉容拉住他小手 点头笑道 昨儿个夜里回来的 今天上午处理了一些事情 现在才得了空 小宝贝 这几天 有没有想我啊 他说着 还轻轻在乔乔手心里挠了几下 骚包得很 此时正值酒楼用餐高峰期 林婉容肆无忌惮地拉住乔乔的小手 调笑着 乔乔羞得脸色同红 不敢抬头见人 只是心里的甜蜜洋溢在了脸上 乔乔拉着林婉容直接上了四楼 放眼一看 却见老董 青山都在 金灵才女洛宁也正微笑望着自己 今儿人到的怎么这么齐啊 在迎接我吗 大家太客气了 林婉容笑着说 见洛宁笑意吟吟 便道 洛小姐 咱们可有几天不见了 这一向过得可好 洛宁心道 从你怒打侯公子算起 道从杭州返回 也不过五六天时间 用得着你这么虚假的问候吗 他暗自好笑 扁头微笑道 林大哥 我这几天过得还好 不过还是比不上你啊 林大哥在杭州的事迹 如今已经在金灵广为流传了 巧遍玉石 游哥洗手 见所未见 神乎其神 怕都被人编成平书了 你去酒楼查寺 没准还能听到呢 他眼中小嘴 咯咯一笑道 待会儿林大哥 你可要好好给我们讲上一讲啊 瞧瞧一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林婉容心里惭愧 哪里 哪里 不过搞了点封建迷信而已 应该批判才对 他哈哈一笑道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洛小姐关心公益 一毒孤残 这些事情才应该好好炫耀 洛宁俏夹声韵 不好意思再说了 林婉容看了瞧瞧一眼道 今天人这么急 瞧瞧 你们是不是在商量什么事情啊 董瞧瞧甜甜一笑 将他按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道 大哥 你回来得正好 我们的确在商量事情 郑巧宁姐姐也有事寻来 我们便请他一起商讨了 林婉容见瞧瞧说话的样子 虽还是那样的娇憨痴惨 却多了几分成熟干练 即便暂时还比不上 消遇弱老练 但看在林婉容眼里 却很是欣慰 酒楼管理是最锻炼人的 瞧瞧从一个小小的丫头 正逐渐转变为一个成功的经营管理者 哦 是什么事 让我们的乔乔老板 着急了这么多人开会 林婉容调笑道 手却在桌下拉住了乔乔的小手 乔乔面色羞红 小手紧紧抓住他的大手 脸色通红道 大哥 你也来取教我 明明你才是掌柜 骆宁见他二人打轻骂俏 忍不住开口道 你二人也不用推辞了 一位是老板 另一位是老板娘 林婉容一波家丁小貌 骚骚一笑 潇洒道 趁该如此 骆小姐一语说中我心里话呀 瞧瞧又喜又羞 望了骆宁一眼 娇声道 明姐姐 你也来取笑我 话虽如此说 挂在他脸上的幸福红韵 却是人人都能看见 众人皆都哄笑起来 瞧瞧低腿下头 紧紧拉住大哥的手 林婉容见他不堪娇羞 便解围道 瞧瞧 你先说说这次是商量什么事啊 见林婉容鼓励的神色 瞧瞧恩了一声 一缕耳边秀发 正色道 这次我们是商量酒楼扩展的事情的 林婉容想起 上次谈起过这件事情 欣喜道 瞧瞧 你寻找地方了 见瞧瞧点头 林婉容大喜过望 黑黑笑道 这样说来 我们的第二家酒楼就要开张了 瞧瞧 你可真行 洛宁望着他笑道 林大哥 林老板 你说错了 不是第二家酒楼 林婉容疑惑道 洛小姐此言何意 洛宁五唇轻笑 林大哥 你怎么聪明一事 却糊涂了一时呢 这些许议 瞧瞧拉着我不断地挑选好地方 连着选中两处 这次要开业的 不是第二家 而是第二家和第三家 是两家同开 两家同开 好兆头啊 林婉容惊喜地望着瞧瞧道 这是真的吗 瞧瞧 瞧瞧不好意思地道 大哥 是我看中了两块地方 也谈好了价钱 就等大哥你回来决定呢 林婉容大手一挥 等我干什么 这酒楼是你经营的 我不插手 一切都是我的小宝贝 出了算 瞧瞧惊羞羞喜 一起涌上脸庞 急忙偷偷看了老董一眼 见他闭目养神 似乎什么都没听到 这才放心下来 大哥太坏了 这样亲密的话 也能说出口 私下里说不好吗 越想脸上越是发瘦 洛宁对林婉容的惊人之余 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他对瞧瞧如此信任 他心里忍不住感叹 林大哥好才学 好见识 好手段 瞧瞧能有这么个夫婿 也真是值了 林婉容脸皮后 这点小意思算什么 他黑黑一笑道 瞧瞧 说说你选的这两个地方 在哪里吧 什么时候开始装修 我也来为你参谋参谋 青山插嘴道 大哥 姐姐可厉害了 他选中的两个地方 一个在秦淮河边上 一个在夫子庙 都是响当当的好地处啊 合起来都要一万二千两银子呢 一万二千两银子 这位可是大手笔啊 没想到瞧瞧这样柔弱的丫头 还有这份能耐 以前着实小看了我的小宝贝 只是这一万多两银子 是从哪里来的呢 酒楼的经营状况林婉容也知道 虽说是日进斗金 开业到现在 大概赚了八九千两银子 但要一下买两处酒楼 也是捉襟见肘 乔乔明白他心里的疑惑 微笑道 大哥 你还记得你当日买这酒楼的手法吗 林婉容点点头 那怎能不记得 巧取豪夺 在家贷款吗 乔乔低声道 我以石威仙酒楼做担保 与那两家的老板商店 先付一半款项 另外一半 则半年内还清 按月付利息 原来如此 这丫头竟然献学献用 实在太可人了 林婉容心里感慨道 他上次是巧取豪夺 才拿下了这石威仙 此次巧巧借助他的经验 只不过不用豪夺了 而是用这资产 大大增值了的石威仙做抵押 成功的实施了一次资产运营和融资 这种手腕林婉容经常的玩 见的也多 房地产开发商玩的比这卑劣多了 空手套白狼可不是神话 但在这个时代 能有如此胆色和见识 实在了不起 尤其还是一个小小女子 巧巧不去坐房地产 实在太可惜了 林婉容心里大大的得意 我眼光真不是盖的 巧巧这一手玩得漂亮至极 插眼之间 老子就变成拥有三家酒店连锁的大老板了 骆明大有深意的看了林婉容一眼 笑着说道 我当日与巧巧一起去和那两家老板谈判 巧巧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两位老板也不敢答应 好在石威仙现在名头甚响 生育极好 再加上巧巧以酒楼做抵押 还肯付高利 他们才勉强答应下来 我当时担心极了 这样不仅借了大量债务 而且每个月光利息都好几百两银子 压力极大 弄不好 连石威仙都赔上了 后来巧巧说 曾经有人成功运用过这法子 我就在想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个主意 竟疯狂至此 那个疯子可不就是我吗 林婉容尴尬的咳嗽了两声道 咳咳咳 这个 你瞧瞧 这样一来 我们手头还有多少银子用于流动 瞧瞧道 既然大哥没意见 那我即刻便与这两位老板签订契约 先付出六千两银子 余下来的现银 扣出大哥答应赞助赛事会的一千两 也就剩下三千两了 说起赛事会 林婉容一排脑袋 嘿哟 难道这洛宁找上门来了 答应了赞助的银子还没给呢 现在又要新开两座酒楼 再加上赞助赛事会 这几件好事聚在一起 那是打广告的大好机会呀 说什么这一千两银子也要出了 妈的 做了大老板 还是这么穷 幸亏还有萧家的香水和香灶的提成 不然的话 老子这老板也做得太窝囊了 林婉容屈指一算 赛事会安排在月底 还有二十余天的时间 这两座酒楼要是抓紧装修 应该能赶在赛事会之前开业 妈的 这些狗屁财子花老子一千两银子 老子要打广告 往私里打广告 花出去的银子 要从你们身上十倍百倍的赚回来 林婉容将这个意见和乔乔说了 乔乔奄然一笑道 大哥 我也是做此想法 材料将人已经掀起着手准备了 只待你一句令下了 有了乔乔 这老板当的还真是舒心 林婉容点头道 那我们就这样执行吧 对了 洛小姐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一千两银子 一分不会少 待会就让乔乔到账房取了给你 但你也别忘了我提出的要求 大到画笔指摇 小到毛房里的一片厕纸 我实为先的标识 要无处不在 洛宁清脆了一口 脸色羞红道 林大哥 我从未怀疑过你的信誉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事的 而是有着其他原因 也与林大哥你有关呢 林婉容道 与我有关 这太奇怪了 我的名字一向只与银子有关 洛宁捂着小嘴咯咯一笑 林大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千千十指一指 那十微仙中悬挂着的对联 喜笑颜开的道 你的队子 有人队上来了 有人队上了 林婉容疑惑的看了一眼洛宁 道 洛小姐 莫非是你队上来的 但不知你队上的是哪一联呢 可别说四个都队上了啊 那样我会发疯的 洛宁听他说的有趣 五唇一笑道 林大哥 你说这话不是故意取笑我吗 我要是能对得上来 还用拖到今天吗 是有人对上了其中一联 原来是四联才对了一联啊 还好还好 还好 吓我一跳 要是四联都被人对了上来 我他妈还混个屁啊 林婉容深知 这四联虽是千古绝对 但越是绝对 就越会有人对得绝 天下之大 其人亦是何其之多 对上来是早晚的事儿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嘉丁 第145集 演播燕南飞 反正这对联又不是他写的 有人对上来了也好 大不了请这人上了富贵才华 好好风光一番 这可是一个大大的炒作机会 只要把这位才子请到酒楼来 再弄一堆的才子才女开个研讨会 不仅成就了一段佳话 这十威仙连锁酒店 也定然会声名响彻天下 成为无数才子才女们心中向往的圣地 炒 一定要炒 炒得越热越好 想到这里 林婉容立即呵呵笑道 对上来了 那个太好了 十威仙开张以来 富贵才华还没有邀请过才子才女呢 只要这位真的对上来 我们十威仙就宣告天下 不仅要将这对联装表悬挂 更要邀请金灵才子才女 相聚在十威仙之富贵才华 共享着诗词圣事 洛宁点头道 下联是对上来了 不过好不好 我可不敢随便乱说 这上联既然是林大哥你出的 下联自然也要由你来判断才是 他自秀里取出一封书信 从里面抽出一张洁白的宣纸 递给林婉容道 林大哥请看 林婉容接过那宣纸 一股似有似无的如设幽香飘来 纸上书有两行娟秀的小字 燕炎燕燕燕燕燕燕燕 这两连对战工程 平座分明 林婉容看了半晌 点头道 好急 好急 瞧瞧也是个小才女 抬眼看了那两连 点头道 对战工程 文艺切合 您姐姐 这是哪位才子对上来的 林婉容本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炒作 急忙道 对啊 乐小姐 这对子好急了 不知这位才子是哪里人士 我们时尾先说到做到 一定要请这位大才子来此做客 洛宁道 林大哥 非是我小气 对上帘子的这位 乃是京城人士 是我西年京城求学时的师友 不在这金陵 所以 我也无法请他来到 林婉容有些失望 银子 这损失的可都是银子啊 既然这位才子身在京城 又如何得知这四联的呢 林婉容失望了一会儿 又有点疑惑 洛宁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笑道 林大哥你不用怀疑 你这四伏对联 早已是名扬天下 不仅是将这才子津津乐道 就连京中的财学们也都听说了 他们争相答对 以为乐趣 只不过至今还无家具而已 没想到我的名声 竟然传到京城去了 林婉容长长的呃了一声道 那洛小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位才子姓是名谁 我也好叫人将其姓名 装表上去 以告天下 洛宁摇摇头道 林大哥 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 实在是我这位师友 生姓淡薄 为人低调 不愿意蹭着风头 他曾特意嘱咐过我 他将这帘子对上之后 便托人送了书信给我 我也是拿到手里才知道的 双姓淡薄 林婉容黑黑一笑 这位才子千里送信 便是只为了这个 对了这名震天下的上帘 去来跟我说什么淡薄低调 也太好笑了吧 洛宁摇摇头道 非爷 我这师友对上这帘子 非为故意张扬 按他自己的说法 但是为了天下读书人争口气 为天下读书人争口气 林婉容疑惑道 这话怎么说 我那师友说 林大哥显四联而为难天下 虽是一番佳话 却也显得虚伪造作了些 怕是别有用心 要做那孤明钓鱼的事情 洛宁说话间投撇林婉容脸色 请他神情不变 又解释道 林大哥 我这位师友为人清高 性格耿直 对人对视机是如此 说话难免难听了些 还请大哥莫要见怪 林婉容呵呵道 我见怪什么 你那朋友说的不错 我这番做作的确是别有用心 说白了 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 这位老兄看得到准 哦 你这位朋友还说什么 洛宁道 他说 他对上这帘子 非有任何用心 也不是为了上你这酒楼的富贵才华 为的是杀杀你的傲气 让你不要再小看天下读书人 林婉容大汉 我出这帘子本来就是为了转眼球 转银子 说白了 也就是一种促销手段 却没想到 却没想到激起了这个才子的义分 还给我安上了一个藐视天下读书人的名头 乖乖 乖乖 赖蛤蟆打哈欠 他口气不小 凭他就能代表天下读书人 哦 洛小姐 冒昧问一下 你这位朋友在京城是做什么行当的 林婉容谦虚说道 看我不顺眼就要教育啊 怎么这么像政治老师 他是京城京华学院的教习 也是国子间最年轻的季酒 盛名满京城 我年幼时在京城求学 与他一时一有 便与他住在一起 这位姐姐对小妹帮助良多 洛宁说起这位师友满脸的钦佩之色 难怪了 原来是大学里的教授 是主流教育学家 看见我这么嚣张 他当然不爽了 林婉容无奈摇头 忽然想起洛宁方才的话 心里一惊道 洛小姐 你犯在说什么 你与他住在一起 洛宁道 正是如此 我与他住在一起 有什么奇怪 玄机看见林婉容古怪的眼神 他便知道他想岔了 心里又羞又怒 称道 林大哥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这位师友 乃是为女子 原来是女子啊 我想歪了 抱歉抱歉 林婉容尴尬笑了两声 又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这是哪家的女子这么嚣张 我又没招他没惹他 怎么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他鄙视了 这帘子如果是徐文长对上来 那算不上奇怪 可是现在对上来的是个女子 还是为女教授 实在有意思 董乔乔听到二人说了半天话 没想到最后冒出来的这个才子 却是个女子 顿时大感惊奇 说道 宁姐姐 这真的是为姐姐对出来的吗 太了不起了 洛宁点头道 千真万切 我这位师友才学冠绝天下 京城无人不拘 林大哥 他让你若去京城的话 你倒可以往那金华学院访上一访他 访他 我与他谈什么 难道谈谈他对我的比试 顺便谈谈我对他的景仰 免了吧 管你什么祭酒女教授 我一向不感冒 老子是豺狼 不是才子 好好赚银子是正经 洛宁奄然一笑道 林大哥 我这位姐姐还说 若是大哥有心 他也有一脸请你对上一对 并且保证 与你出的上脸一样的难度 绝对公平 若是林大哥对上了 他也将这脸子高悬在京华学院的阁楼之上 与大哥这脸子南北辉映 交相成趣 我靠 这个条件有点诱人 悬挂在大学的楼阁上 那是名垂青史啊 林婉容心里骚动了起来 很有仪式的愿望 但想到那女子有如此才华 出的帘子定然不简单 他倒有些犹豫了 大哥 乔乔轻轻拉住他的手道 咱们不对这脸子了 有这石威香我已经知足了 不求什么南北辉映 林婉容知道乔乔是暗地为自己着想 他紧紧的拉了拉乔乔的小手 笑道 乐小姐 是个什么上帘 你且说来听听 洛宁自秀里取出一个卷着的书卷 一点头道 我那姐姐嘱咐过 一定要林大哥答应了 才能拆开这上帘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题目呢 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神秘 这位女教授 还真是会搞些噱头啊 洛宁将那书卷展开 看了那雪白宣纸上写着的七个小字 却是呆住了 瞧瞧急忙往纸上望去 却见那上面竟写着同样的七个字 燕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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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婉容也愣住了 这就是他出的上帘 竟然也是那女子出的上帘 难怪那女教授口口声声说是绝对公平呢 这真是一点不夸张 这帘子本就是千古绝对 那女子想上一个已是极为难得 现在却要逼着林婉容再想一个 难透了 林婉容来来回回走了一盏茶功夫 瞧瞧和洛宁 聚都紧张地望着她 一句话也不敢说 嗯 林婉容猛地轻笑一声 拿了铅笔 在那上帘后面刷刷刷地写下七个大字 洛宁和瞧瞧看了一眼 一起惊道 绝了 林婉容写了七个字 乃是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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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对上这帘子本以甚为困难 更难得的是 与那位女祭九的下联完全同音 而且意境还要胜上一筹 洛林感慨道 林大哥 只此一联 天下无人能比你 乔乔紧紧依偎在林婉容身边 小手抓住他胳膊 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林婉容黑黑笑道 洛小姐 请将这帘子转赠你那室友 我也不要那什么高悬阁楼之上 只想请他误在死意猜度人心便可 洛宁点头道 林大哥果然奇人奇事 小妹敬仰不已 你的话我一定会带到的 几人续了些闲话 洛宁和乔乔都对他在杭州的事情甚为惊奇 林婉容便讲了这一路的遭遇 特别是在晴雨楼上力斗逃东城的经过 这段故事早已经在金陵商界广为流传 洛宁和乔乔都是从别人口里听说的 现在听他讲来 更觉惊险刺激 那油锅洗手的道理 更让洛宁为之惊叹 万物皆有物理 这本不错 可是要熟悉和掌握这物理 却非意识 林大哥果然是建读识广 建文广播 陶东城狡猾骄诈 却对这物理一窍不通 吃这大亏 也是理所当然 对了 林大哥 那西人带来的玉石 真的有那么大魅力吗 林婉容微微一笑 自怀里取出洛沃尼送的那颗玛瑙之钻 乔乔和洛宁顿时都惊叫起来 就连一直在闭目养神的青山河老董 也是目瞪口呆 这钻石晶莹剔透 流光溢彩 在灯光的映衬中 闪烁着七彩斑斓的光芒 是绝对的女人杀手 连乔乔这样淡薄的女子 也忍不住沉醉其中 洛宁虽贵为金灵第一彩女 见了这钻石也是神采奕奕 眼中露出浓浓喜爱之意 大哥 这是哪里弄来的石头 我也去踩点 青山留着哈喇子道 你到南非去踩吧 林婉容额头大汗 没想到这钻石对青山有着莫大吸引力 将这钻石这么早拿出来 有些失策呀 这种钻石 它现在就只有一颗 可是预定的老婆就有三四颗了 钻石对女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要是青玄二小姐都要找他要钻石 那还不得打起架了呀 大哥 这就是钻石吗 果然好看极了 瞧瞧呆呆的说道 林婉容点头道 正是 这颗号称玛瑙之钻 在西洋也极是稀少 无手里只有这一颗 乐宁叹道 果然惊艳无比 高贵无比 大哥所言 钻石横久远 一颗涌流传 实在是再提起不过了 林婉容见瞧瞧喜爱之极 便将那颗钻石递到他手里道 小宝贝 这钻石 大哥送给你了 瞧瞧愣了一下 连他又当众调戏自己也顾不上了 又惊又喜的道 大哥 你说什么 真的要送我吗 洛宁将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望着那熠熠生辉的钻石 他眼中也闪过一丝羡慕的神色 林婉容点点头 微笑道 是的 是送给你的 瞧瞧是他在这个世界里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又是那么娇憨痴情 这颗钻石送给他 也是明智实归 瞧瞧眼中闪过浓浓的惊喜 依偎在他身边 轻轻道 大哥 你真好 他将那钻石拿在手里 轻轻摸索一番 眼中闪过几次不舍 接着 却又将钻石递回林婉容手中 坚定地道 大哥 这钻石我不能要 林婉容惊奇道 为什么 瞧瞧望着他 羞涩道 大哥 你方再也说了 这钻石只有一颗 我不能这么自私 这钻石 应该留给清玄姐姐 她出身高贵 这钻石配上她 正是相得一张 感动啊 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可爱乖巧的丫头 还没过门就知道为姐妹们着想了 真是一个大大的宝贝 洛宁见乔乔如此推色 心中奇怪 便道 乔乔 你所言的清玄姐姐是谁啊 乔乔羞涩看了林婉容一眼 轻声道 是大哥的红颜知己 洛宁看了林婉容一眼 淡淡地呃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嘉丁第146集 演播燕南飞 林婉容紧紧拉着巧巧的小手 在他耳边笑道 小乖乖 你不用担心 等下一批钻石来了 我就给你清玄姐姐 玉生妹妹 每人留一颗 保证不会比这差 现在这颗 是我送给你的 还有这特殊的含义 你一定要收下 洛沃尼已经在徐位的安排下 带了批大华将人返回海岸 修理他那铁甲船去了 林婉容已与洛沃尼商量好了 就以海岸为港口 以丝绸布皮香水 香皂换钻石 洛沃尼手里现在剩下的钻石都是小颗 无论橙色硬度 都远远比不上这颗 要想再寻与这玛瑙之钻香媲美的钻石 只有等洛沃尼下次来到了 巧巧看了他一眼 终于轻轻嗡了一声 脸色羞红 低下头去将那钻石紧紧的握在了手中 林婉容转过头 对董仁德道 董大叔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大叔可不可以答应 董仁德笑道 婉容 有事直说 为何还要这么客气 自从巧巧与林婉容爆出暧昧关系之后 他就将林婉容的地位 从林公子下降为婉容了 林婉容大声道 我想向大叔求亲 请董大叔将巧巧许配给我 以这钻石为骗 巧巧啊的一声轻叫 脸色似火烧 修得急忙低下头去 不敢看他 小手紧紧握着那钻石 乖巧的依偎在林婉容身边 女儿早就被人拐跑了 老董还能说什么呢 当下点头笑道 早该如此了 这聘礼乔乔已经收下了 这还用得着 我在说吗 众人皆都欢笑起来 乔巧心里早已被巨大的惊喜和甜蜜包围 听见大家的笑声 就像受惊的小兔 飞奔向楼上自己的闺房跑去 林婉容看着乔巧 乔巧的背影 心里也很是惊喜 转过头对老董道 大叔 过完年 我就要到京城去 今日就算是先定亲吧 等明年我从京城回来 就迎去巧巧过门 楼上一声轻轻的响动传来 似乎是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 林婉容急忙上楼 却见巧巧正在手忙脚乱的 收拾一个摔碎了的茶杯 见他上来 巧巧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心情 乌的一声扑倒在他怀里 轻轻道 大哥 你要走了吗 林婉容知道 他肯定听到了自己方才在楼下说话 已经直想 才连茶杯都摔破了 林婉容又是愧疚 又是心疼 紧紧抱着他柔软的身躯 轻声道 傻丫头 我过完年才走呢 你这么担心做什么 巧巧鼻子一酸 眼泪刷刷的流下道 大哥 我怕 怕什么 怕什么 林婉容 在他脸上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柔软的 你是我的小宝贝 又温柔 又温柔 又听话 我心疼都来不及 怎么会不要你呢 悄悄抬起头来 望着他道 京城里好看的小姐做得事 大哥你又如此有才华 只怕你到时候都不想回来了 傻丫头 你担心这个做什么 我今天已经向你爹求亲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老婆 等从京城回来 我们就成亲 林婉容抹去他脸上的泪珠 笑道 我此去京城 就是为了寻找清玄 等我找到了他 我就带他回来 将你们都去过门 瞧瞧小脸蕴红 依偎在他怀里 轻轻嗡了一声道 大哥 不管你回不回来 悄悄永远都是你的人 生是你林家的人 死是你林家的鬼 我永远都等着你 林婉容听得又感动又好气 在他小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道 你个傻丫头 胡说些什么 什么人啊鬼的 大哥像是这样薄情的人吗 大哥虽然不爱了一点 但一向的原则就是 新人取进房 旧人等在床 永远都不会辜负你的 瞧瞧羞涩恩了一声 将头埋进他怀里道 大哥 我知错了 大哥对瞧瞧最好了 瞧瞧永远属于大哥 瞧瞧虽是聪明伶俐 但由于出身在社会底层 相比起萧二小姐 萧清玄 她有一种浓浓的自卑感 又对林婉容情深义重 所以才会担心大哥一去不返 林婉容听得心火大声 轻轻挑起瞧瞧的下巴 一低头便吻上她鲜红的小唇 瞧瞧心里激动 羞涩相迎 二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林婉容大手伸进她衣衫 顺着腰肢缓缓抚摸 一直向下 只俯上她软软的翘臀 丰满温润 滑如宁芝 瞧瞧身体轻轻一颤 便乖巧的任由她失为了 也幸亏是赶着下午时分 外面还有老董落宁几人 林婉容才无奈的停止了作恶的手 又好生安慰了乔乔一番 她心里暗自感慨 幸亏对乔乔说明了情况 否则 贸贸然上了京城 这个丫头恐怕都要难过的跳秦怀河了 林婉容拉着乔乔出来的时候 小丫头依然是脸色通红 洛宁望着她二人笑道 恭喜林大哥 恭喜乔乔妹子了 乔乔羞道 您姐姐也来打趣我 洛宁奄然一笑 望着林婉容道 林大哥 明日就是我祖母大人受担 请林大哥一定要早些到哦 受担 林婉容愣了一下 玄机便想起来了 这事儿洛源姐弟都与自己提过 自己也答应过他们一定会去 只是这些时日又是上杭州 又是窦桃东城的 事情极多 一时之间忘了而已 林婉容笑道 洛小姐放心 我一定去给老寿星道谢 今天没见到洛源 他是不是正忙着准备呢 洛宁点头道 祖母大人七十大事 要准备的事物繁多 小弟被爹爹委派了一干事情 忙得脱不了身 要不是我那书友 今日送来了书信 我此时恐怕也还在家里忙着呢 林婉容哈哈笑道 因着我的存在 让你有了光明正大偷懒的机会 洛小姐是不是要感谢我呢 洛宁闽唇一笑 轻道 林大哥 你说话真有意思 林婉容见他粉面淘塞 娇颜如花 眼神顾盼间盈盈流淌 甚是迷人 他心里急挑了两下 暗道 这小妞儿明知我对她不感兴趣 每次见我 却偏还要这么笑声几下 我不是故意在挑逗啊 娘的 老子定力真是越来越差了 见着美女就想推倒 醉过 醉过 与洛宁分别看 林婉容盘算了一下 洛宁姐弟与自己关系好 老洛那人也够意思 说不得要背上一份厚礼 与洛沃尼交换来的还有些小钻石 就给老太太弄上一颗吧 洛宁这小妞儿这下赚了 老太太定要把那钻石送给宝贝孙女的 也算是间接满足了洛宁拥有钻石的一个小小心愿吧 第二天一早 林婉容还在沉睡 大小姐就派了人来找林婉容 来到大厅之时 表少爷和大小姐都已经穿戴一心等着他了 大小姐见他还穿着那些轻衣家丁小帽 忍不住眉头一皱 轻道 今是洛大人高堂之寿臣 你怎么也不换身心仪 原来大小姐和表少爷也受了邀请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 林婉容一拍脑袋 呵呵笑道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小家丁 换不换衣都无所谓了 由大小姐做代表 展现我萧家美丽动人的形象就足够了 我要是打扮太帅 抢了你的风头 我会不好意思的 讨厌 大小姐听得又羞又喜 轻声称道 表少爷昨日蒙林三相救 见他视从耳不骄 依然保持着艰苦苦素的本色 忍不住拍着他肩膀道 林三 好样的 总算本少爷没有看错人 大小姐笑着瞄了林三一眼 心道 你这人搅魂耍赖的本事 也就只能骗骗表哥了 表少爷与林三七马 大小姐乘叫 三人浩浩荡荡 向总督府上行去 林婉容虽然与洛宁姐弟交好 和洛民也不算陌生 但在总督府也是头一次来 行了不远 便见一座高门大梅 朱红油漆 旁边立着两座威武的石狮 正门之上 高悬一块烫金匾鹅 金陵洛府 还隔着那府地老远 大小姐便下了软叫 催促二人道 你们快快下马 林婉容不解的道 大小姐 去那总督府上 还隔着老远呢 这么早下马干嘛 大小姐白他一眼道 你不识字吗 不会自己看 看什么 林婉容不解 表少爷也是一头雾水 大小姐无奈地道 洛大人府上匾鹅 乃是皇帝金笔玉刺 尊贵无比 凡路过此地者 无人落教 五人下马 这是规矩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林婉容长长地 呃了一声 靠 不就是皇帝提的两个字吗 竟然比交通红绿带还管哟 他转过头去四周一看 果然来此败寿者 皆是远渊的落教下马 步行上前 省长老娘过大寿 这可是一件大事 江苏地界上大大小小的官员问 哪个敢懈怨 还不争先恐后地送上大礼来 林婉容与大小姐说话去 来来往往的大小官员就有十来拨 各个带着家人 抬着兽仪 气势磅礴 大小姐轻声道 林三 你殴打侯公子之事 全靠洛大人压了下去 他对我萧家乃有大恩 我们不可不报 这兽仪可不能轻了 大小姐从软胶里面取出一筐兽桃兽面 和一个封好的大包裹 递给林婉容道 你可收好了 待会儿交给门口管事 那包裹拿在手里深沉 可是相对于别人的大箱小箱 也是小屋见大屋了 林婉容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呵呵一笑 便跟在大小姐和表少爷之后 朝门前行去 到了门庭 大小姐恭敬地上明朗 那司仪畅诺一声道 金灵萧家 贺兽桃一赴 兽面一旦 恭送香水食瓶 香灶百块 祝老祖宗浮入东海 兽比南山 林婉容听了授意 心里也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个大包裹里 装的竟是这些东西 香水食瓶 香灶百块 合起来就是接近两千两银子 而且都是市场上 有市无价的东西 奶奶的 老骆这次大发了 只要转手一慢 赚上个三千两银子 那是轻轻松松 大小姐轻轻拉了一下 林婉容才从惊恶中清醒过来 算了 老骆这人虽然尖了点 但总算还是个好官 对我也不错 这银子就让他转了吧 大小姐轻轻道 林三 你怎么了 林婉容竖起大拇指 大小姐精明大气 果然不愧为奸商本色 讨厌 大小姐脸色一红 轻哼了一声 率先走进门去 过兽蛋送香水香灶 也亏大小姐想得出来 其实这些兽医 也是萧玉若好好思量过的 别人送的都是玉器古丸 一个是珍宝 多了就算不上稀奇了 但萧家这香水香灶 乃是独家秘方 盛名满江浙 就是有钱也买不到 这寿里不仅独特 也算是为萧家打了一次广告 大小姐果然精明 三人进了门来 那洛民面饭红光的迎着上来道 萧大小姐 老朽失赢了 洛民一省首线 风江大利 身份何等尊贵 竟然亲自出来迎接 给足了萧家面子 大小姐受宠若惊的道 小女子何得何能 岂敢老邓大人御指 跟在洛民旁边的洛远 拉着林婉容笑道 大哥 你可来了 又对郭乌常道 郭兄 好久不见了 快请 快请里面请 三人被迎进院中 洛民府上甚为宽敞 院中早已落满桌子 人数众多 皆是各地大小官员 他们见萧家这样的商户 竟能被总督父子亲自出营 实在有些惊诧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 洛民亲自迎着大小姐三人 进了正厅 正厅只有十余桌 皆是江苏省内 最富盛名的人物 萧家只是一个经商的 怎能与他们平起平坐 大小姐虽经历过不少场面 但经商的一向被人看不起 他与官场的接触极其有限 现在木然与如此多的高官 挤坐一堂 心里有些忐忑 林婉容一拉她一袖 在她耳边轻声道 别怕 这些人吃不了咱们 大小姐敏唇一笑 心里平和了许多 便落坐了 洛远走到她身边道 大哥 你可是我大哥 身份非同一般 也请快快落坐吧 林婉容摇头笑道 我只是萧家的一个小小家庭 哪里有什么身份 站在大小姐身边足矣 开玩笑 一个小小家庭 要是落坐在这些人旁边 还不立马被这些当官的五马分尸了 也会给洛迷惹上麻烦 林婉容可是聪明人 做人要低调 站在大小姐身后半猪吃老虎 是她最佳的选择 这大厅中的熟人可不少 林婉容首先看到的 就是昨日刚刚见过面的陶鱼陶大人 陶鱼是苏州之灶 论起级别也最起码是副厅级 当然被安排坐在正厅中 她不时的瞅上萧大小姐一眼 眼里满是怒火 听小说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极品家丁 第147集 演播燕南飞 另一个熟人 却是那挨了打的猴公子 几日不见 她脸上被打的鱼痕已经散去 又恢复了仪表堂堂玉树临风的模样 侯月白狠狠盯着林婉容 牙齿紧咬 眼中像要喷出火来 只可惜她是一个文弱书生 再怎么也不敢在这里发飙 而且她对于林婉容的彪悍 心里还有一股惧怕之意 林婉容见她盯住自己不放 心里不耐烦 骂他 不就是揍了你吗 有种你来揍我呀 她眼睛一瞪 狠狠狠 狠狠瞅了那侯月白一眼 侯月白脸色发白 急忙低下头去 见了她懦弱的模样 林婉容不屑的哼了一声 骂唇 你个小白脸 连个女人都不如 说起女人 林婉容忽然想到 那个数次为猴月白出头的陶婉英 她虽是一个女子 却比这猴子有骨气多了 回杭州的路上 那般作弄这个小妞 也不知道这个小妞怎么样了 不会是想不开抹脖子了吧 罪过罪过 我什么都没做 不是我害的 那大厅正中一桌的上尉上 坐着一人 黑脸浓眉 气势别人 和林婉容有过几面之缘的成瑞年 正站在他身边 这位不会就是成德吧 林婉容心里一惊道 这江苏地界内 能坐在总督家宴守卫的 非成德莫属了 成德被地里与洛敏 斗了个你死我活 但表面上他还要受洛敏揭制 外表二人皆是和和气气的 任谁也不知道 这二人私底下早已是水火不容了 林婉容正等得无聊 呼闻一阵鼓乐喧天 思宜大声唱道 吉时已到 请老寿星入堂 古月声中 洛敏穿着一袭红衫 面色羞红 扶着一个红光满面 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缓缓走了进来 洛敏于洛远 跟在二人身后 洛家三代人 便都出现在众人眼里 恭贺老寿星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大听众人站起来 一起唱道 洛宁扶着老太太 在堂前大椅上坐下 老太太朝众人 含笑点头道 谢谢诸位立连 快请坐 诸人落定还未说话 却见一个家人 慌慌张张跑进来道 禀大人 皇上赐寿连了 话未说完 只听见门口 一个又细又尖的声音 高唱道 洛老夫人大少 皇上贺喜 赐东柱十颗 黄金百两 锦断千平 一个黄袍小太监 怀抱圣旨 穿堂入室 洛家诸人急忙跪下 高声谢道 谢主隆恩 那小太监进门 立于正堂之前 大声道 此次班旨 皇上特地嘱托 老寿星古兮之年 勿用跪街 今日老太太亲世春秋 乃是天将福瑞 又我大华栋梁 皇上亲提寿连一副 赠于寿兴 皇帝赐脸 那是大大的荣誉 厅中诸人莫不厌目 洛民双手高举过头 跪接过寿连 起身在诸人面前展开 却见玉笔金光 上书 赫言千年寿 松陵万古春 洛民急忙命人 装表悬挂起来 又谢了小太监 众人才敢落座下来 受了皇上的赏赐于玉帘 老太太更是红光满面 浮气旺旺 洛民上前跪于老太太脚下 恭恭敬敬的道 孩儿祝娘亲健康长寿 福禄流长 洛宁洛远姐弟跪在父亲身后 齐声道 孙儿 祝祖母大人青春永赞 贺寿千年 老太太乐呵呵一点头 大声道 孩儿们 快请起 古时祝寿诸多讲究 孝子贤僧拜完了 才轮到来宾拜寿 洛民母亲七十大寿 这可是福寿 拍马屁的家伙数都数不过来 这拜寿也是按照官职大小来的 那个黑脸成德排在首位 不得不站起来说了两句诵词 看在林婉容眼里暗自好笑 厅中诸人皆是拜了又拜 那个金陵福音侯大人倒是一直稳坐未动 他身边的侯月白脸上含笑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大厅之上 就以萧家无官无职 萧玉若自然就乖巧的排在了最后 直到大小姐上前拜寿完毕 厅中再无他人 侯月白才站了起来 走到老太太面前 恭恭敬敬的叩首道 月白于家父 恭祝老寿星福宙安康 渊远流长 别人拜寿都是原地其拜 这小子却跑上去磕头 不用说了 自然是要讨好洛宁 老太太一笑道 小公子与令尊太客气了 明儿还不快快扶起侯公子 洛民代表母亲扶起侯月白道 先知快快请起吧 侯月白立起身来道 小生得知老寿星爱些迎连 今日乃是老寿星福寿 小生斗胆 向亲叔寿连一副 以表小生目辱之情 厅中诸人顿时大声叫起好来 也明白了侯月白的用意 侯家之所以最后再拜 便是想借着迎连来压轴的 本地人本来大多都是近身出世 喜欢些迎连诗词很正常 洛家老太太似乎来了兴趣 既如此小公子就快快写来 也让老身好生瞻仰一番 听这个老太太说话 似乎也是出身名门 难怪能交出洛民与洛宁这等才学 早有下人铺下人铺好宣纸笔墨 侯月白对老太太一行礼 又望了洛宁一眼 略一沉吟 提起狼嚎刷刷写道 从古冲西尊上寿 自今已始乐于年 这帘子暗含古西之寿极为硬体 老太太看着点头道 小公子果然好才学 老身感激不尽 洛宁在老太太耳边耳语了几句 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 笑着道 小公子 老身虽是一介女流 却也是个好莲之人 今天既然小公子有这个雅兴 那老身便出上一脸 与厅中各位师友共赏吧 老寿星出对脸 这可是个讨好又讨喜的差事 厅中众人皆是后悔 我怎么就没人叫侯公子那份心思 去将这老寿星的喜好打听个清楚呢 老太太想了一会儿 笑道 今天既是诸位为老身庆生 那老身便以这贺寿为题 出上一脸 贺领平天开寻清剑 老寿星出了上脸 而且是个喜脸 厅中诸人大多是文官 诗词营莲本就是他们的专长 顿时冥思苦想了起来 侯月白挑起这个连局 本来就是为了抢这个彩头的 他冷笑着看了林婉容一眼 也沉吟了起来 林婉容看得案子好笑 俯身在郭乌常身边道 少爷 这个帘子你会对吗 少爷摇头道 孙月刚 我以前没洗过 一时想不起来 林婉容黑黑一笑 在郭乌常耳边说了几句 表少爷面上一洗 立即站起身来道 老少爷在下队上来了 侯月白心里一惊 待看到不是林三队出 心里才放松下来 郭乌常的名声他是知道的 典型的那种吃的是买挤的是草的 不学无数的家伙 哪里能对上什么好联来 见众人目光皆都落在自己表哥身上 大小姐吃了一惊 轻声道 林三 你叫了表哥些什么 林婉容无辜的道 我哪里叫了他什么 是少爷才华横溢 自己对上来的 大小姐狠狠瞪了他一眼 正在担心 却听郭乌常吟道 鹤岭天平开寻清剑 鹿车共晚百岁长生 妙啊 听中诸人皆是感叹起来 侯月白也没想到 这个郭乌常竟然能有如此机智 如今平白被他抢了风头 心里好生悔恨 大小姐对自己表哥几斤几两清楚得很 见林婉容笑意淫淫立在那里 哪还不知道是他出的主意 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脸上却尽是笑容 洛宁也是心生奇怪 待看到林婉容的时候 他便含笑在老祖宗面前说了一句 老太太看了萧家诸人一眼 点头笑道 这位小公子这脸对得贴切之极 老身听了心里欢喜 今夜既是祝寿 那老身索性再来一脸 请这位小公子对上看看 郭乌常出了风头 心里大悦 早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急忙点头道 请老少先出体 林婉容和大小姐都吃了一惊 这小子就那么点尿性 出了一次风头 应该见好就收了 竟还想没完没了了 老太太缓缓吟道 我这扇帘是 日月双灰 为仁者寿 郭乌常急忙求救的 看了林三一眼 林婉容心道 叫你扫包 现在这么多人望着你 我如何教你 侯月白见郭乌常脸色惨淡 心里暗息 略一沉吟正要开口 却听那边林三叫道 我家少爷对上来了 诸人目光又落在了郭乌常身上 林婉容走到郭乌常身边 笑着道 日月双灰 为仁者寿 我家少爷对的是 阴阳何德 针骨来西 郭乌常按字抹了把额头的冷汗 点头道 正是正是 日月双灰 为仁者寿 阴阳何德 针骨来西 若您看了林婉容一眼 五唇一笑 显然是看出了端倪 侯月白 红月白 月发的懊恼 两次都被郭乌常抢了风头 实在是倒露 实在是倒霉之急 老太太点点头 乐道 果然工整之急 小公子好才学 老身便谢谢小公子这两副好联了 他看了旁边的洛宁一眼 忽然笑道 我这小孙女宁儿 自幼便是诗词出众 眼光也高 今日老身作寿 便让我的宁儿也出上几题 与在座的诸位公子少年切磋一番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老太太虽然说得隐晦 林婉容却是心里一惊 嘿哟 这怎么有点彼师招亲的意味 靠 俗 俗不可耐 听中诸人也是听出了这里面 似乎包含着这么层意思 顿时哗然起来 尤其那些年轻公子们 如果借着今日这助寿间连去的机会 取得了老太太和乐小姐二人的好感 成就好事也就自然简单了 洛宁似乎也未想到祖母会突然提出这个建议 当下闹了个大红脸 忍不住撒娇道 奶奶 老太太笑着拍拍她手道 宁儿 你就只管出题吧 一切都有奶奶为你做主 这话一说 听中更是热闹 虽然老太太什么都没透了 但是那话里的意思 却让人遐想无限 洛宁还没想到过选序的事情 心里又羞又急 却忍不住看了林婉容一眼 洛宁明白姐姐的心思 偷偷溜到林婉容身边 拉住她胳膊道 大哥 求你了 林婉容惊道 小洛 什么事情 乐远交集道 待会我姐姐出的帘子诗词 你一定要接上 可千万别让别人抢了去 林婉容吓了一跳 姑且不说接不接得上 就算是接得上 我也不能接呀 她苦得脸道 小洛 你知道的 我对你姐姐不感兴趣 洛宁一脸尴尬的道 我知道的 大哥 你放心 我姐姐对你 也只有那么一点兴趣 你们两个怕是凑不到一起了 但是这忙你一定要帮 你也知道的 在金灵世子 我姐姐根本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就怕奶奶今日耍得高兴 一时兴致所致救 林婉容恍然大悟 今日这老寿星过大寿 又受了皇上的赏赐 兴致颇高 天还喜欢出些不七不八的帘子 要是他一时高兴 把洛宁许了出去 那这喜宴恐怕就要成桑宴了 洛宁离去之后 林婉容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帮呢 他身边的大小姐将二人的话听在耳中 瞪了他一眼道 林三 待会儿你不许说话 为何 林婉容惊道 人家这是借狮子选戏 你跑去凑什么热闹 大小姐白了他一眼 脸上泛起些红韵 轻轻说道 你若开口说了话 我便让玉霜永远不理你了 看你怎么办 我靠 好大一个危险呀 林婉容心里偷笑 大小姐这惩罚软弱无力 你真以为你说句话 玉霜就会永远不理我了吗 我的小宝贝我还不清楚 信了你才怪 只是大小姐要真到玉霜面前说些坏话 再叫缩点别的什么东西 那还真有些麻烦 一边是小洛的嘱托 为了兄弟 当两肋插刀 一边又是玉霜的姐姐 为了美人 难道要插兄弟两刀 大小姐见他久久不说话 忍不住恼怒的 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莫不是你贪图人家陆小姐美色 你 你 大小姐吟哑紧咬 哼道 你将我 小家置于何地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48集 演播 燕南飞 嗨 这和小家有什么关系 好话 坏话 全让你一个人说了 我能怎么回答 灵婉 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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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道 大小姐 您有所不知 洛小姐眼光甚高 金灵 才子中 皆为有她看上眼的 今日她祖母出此招 乃是为她交集 但洛小姐 置不在此 所以便要想法 回绝了这些才子们 我和这洛小姐 只是泛泛之交 但她乃是瞧瞧好友 昔日也帮助过我 人也不能忘恩不是 我这完全是义务出场 有情客串 方才小洛说话 你也听到了 我和洛小姐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扯不到一块的 大小姐沉思良久 才哼道 那你待会儿不许随意对 要若是有人要对 你便接了他 若是无人应对 你也不许开口说话 汉 你以为我是神童吗 想对就能对得上 林婉容苦笑 大小姐 我要是冷不定 撞上两句也就算了 哪能各个对上 这倒也是 她虽有些才选 我还把她当文状元了吗 大小姐心里一笑 便不再言语了 两人这边说话 那边洛宁却是着了急 见洛远回转过来 又看了林婉容一眼 见她面含笑容 心里才安稳了点 听说洛大小姐疑似选序 厅外就座的少年郎们 也都拥入了大厅 洛迷看着一笑 见母亲性质甚好 也不忍坏了她姓陶 便大手一挥 就地加坐 让那些才子公子 统统厅内就座 您儿 今日江苏这些 有才学的小公子都在 你便出题吧 老太太笑着说道 一时之中 听里寂静之际 都在等着洛小姐的第一题 洛宁又羞又惊 眼下已无路可走 便已咬牙 望着院中的池塘 轻声淫道 绿水本无忧 阴风骤灭 这题词是抑郁她现在的心境 本无昭絮之心 却因着祖母爱孙心切 吹咒了一池春水 大小姐听完也松了口气 洛小姐果真是没那心思 林三道也没说假话 其他的世子才子们可没这个想法 眼见洛小姐出题了 哪能不开动脑筋 飞快地思索着 其中优异侯月白为甚 这对她来说 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林婉容却没去听洛宁的题面 笑着对萧玉热道 大小姐啊 其实洛小姐主要担心的就是那位侯公子了 我们只要揭露她就行了 将心比心 大小姐当然能理解洛宁此时的心情 也忍不住替洛宁担心起来 见那边侯月白月月月月室 似要说话 她心里一急 急推林婉容道 林三快对上 话一说完 心里便后悔了 我这是怎么了 林婉容见大小姐如此焦急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急忙起身道 洛小姐 我对上了 她说完看了远处的侯月白一眼 却见那小子正在拧头苦思 根本就没脸子 大小姐搞什么搞 这不是害我吗 林婉容忘了萧玉若一眼 却见她娇言寒霜 将头偏过一边 似乎不愿理会自己 靠 叫我起来对上的是你 生气的也是你 我他妈还没法活了 洛宁见林婉容站了起来 心里惊喜 急忙道 林公子请讲 洛远偷偷的冲林婉容 竖了竖大拇指 大哥果然厚道 林婉容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道 洛小姐 方才人多太吵 没能听清 能不能把你那上联 再念一次 此言一出 大小姐和洛宁皆要晕倒 洛远和厅中众人也是掩孕 这都什么人呢 连个上联都未听清 就跑出来说对上了 分明就是他妈来搅局的 萧家太坏了 竟然派出个小小家丁 来破坏洛小姐的好事 太不厚道了 大小姐心里吃惊 却又忍不住一丝休息 美目轻瞟她一眼 柔声称道 你这人 人家洛小姐生的那般美貌 你却就不把人家放在心上吗 连个题目都没听清 你站起来答什么 不是佛伍萧家的面子吗 听了大小姐的话 林婉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好男不跟女斗 那句话还真没错 女人太善变了 好坏全是她一个人说了算 洛宁气得粉塞通红 在众人之前被这样佛了面子 实在是有够难堪的 当日 她恶凭自己作画那一次 也没这样狠过 洛宁粉面照霜 望着林婉容 阴牙紧咬 一字一顿地道 既如此 那就请林公子听好了 小女子出的上帘是 绿水本无忧 阴风骤灭 哦 是这个脸子啊 林婉容心里急转 眼光远视 透过门帘 看见远处那郁郁葱葱的青山 黑黑吓道 乐小姐 我与你对青山圆不老 畏雪白头 妙啊 听中也不知是谁先站了起来 接着便是人声鼎沸 这脸子 无论对账意境 都是极为吻合 忧其下脸 不仅意境优美 还暗含求偶之意 这实在是难得的家作 应提应景 没想到萧家的一个小小家丁 都有如此的过人才华 实在叫人感慨 待到有人说起 这便是那日杭州青语楼上 力斗陶家 油锅洗手 交好徐位的家丁林三之时 听中诸人更是惊叹 连文昌先生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个家丁 太深不可测了 林婉容随口吟来 话一出口 便道不妙 为雪白头 这四个字不是摆明了让洛宁那小妞误会吗 骂他 我可没那意思 完全是无心之师 才学太高就是坏呀 他未对上来之时 大小姐为他担心 待他对上来了 这帘子却无异于公然与洛小姐调情 肖欲若面色发白 将头扭向一边 正眼都不去看他 这对脸语出暧昧 即便是洛宁素日里开朗大方 也忍不住的小脸羞红 看了林婉容一眼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好 好 好 率先开口的却是寿星老太太 他拉住洛宁的小手 含笑看了林婉容一眼道 小哥这题对得好极了 宁儿 今日你便再出两题吧 看看这些公子们的才学 可有令你满意的 洛宁不敢扶逆祖母好意 偷偷看了林婉容一眼 脸泛红韵 轻轻道了声 是 林婉容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甚是尴尬 表少爷很仗义的对他道 绿专 你在队上两个 把这洛小姐去回家去当丫头 才你当丫鬟 你当老爷 想要做什么 就做些什么 感觉一定很不错 嘿嘿嘿嘿 林婉容额头大喊 表少爷的思想太新潮 太淫荡了 我喜欢 大小姐怒瞪了 郭乌长一眼 郭乌长脸色一惨 不敢说话了 林婉容正要和萧玉若说话 却听大小姐鼻子里哼出一声 又偏过了头去 洛宁看了林婉容一眼 心里有些难以说明的味道 这个人似财非财 似莽非莽 叫人看不清楚 他叹了口气 眼望池塘 轻轻吟道 秋水吟塘 鸳鸯比翼 第一连配对偶 还有些排斥 第二连却已改了口风 恐怕连洛宁自己 也不明白自己 现在的心境了 这次林婉容可不敢随便对了 一次是意外 再来一次 那就成赤裸裸的调戏了 反正已经帮了一次了 这次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洛宁见听中诸人皆在思索 唯有林婉容吊耳郎当 左顾又盼不当回事 心里默然一摊 低吹眉头 不再说话了 正在沉思中的侯月白 忽然一拍手掌 发疯似的叫起来道 我对上来了 我对上来了 洛小姐 我对上来了 洛宁轻声一叹道 侯公子对上来了吗 那便请直说吧 洛宁洗耳恭听 大小姐没有说话 见了洛宁落寞 而又不甘的神色 心里也有些灵犀 抬头一见 林三依附无所谓的神态 顿时忍不住恼怒 说道 你这坏人 不是让你看中那姓猴的吗 怎么让他打上来了 林外荣 除了惊恶便无话可说 对女人 永远没有道理可讲 侯月白见无人和自己抢 心中暗息 急忙念叨 出水银堂 鸳鸯比翼 避水长天 骨色相邪 他这帘子对得匆忙 虽是对仗工整 但鸳鸯于骨色 却是牵强得很 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中等之脸 大小姐见洛宁皱眉的样子 心声不忍 忍不住问林宛容道 林三 这帘子你对得上来吗 林宛容也对洛宁稍微有些歉意 这次没看好那猴子 让他对上了 听闻大小姐此言 便道 应该对得上吧 对得比他好吗 大小姐又道 林宛容黑黑道 本人乃是自学称才 天马行空 无拘无束 他那脸子难能和我比 大小姐咬牙道 既如此 你便起来对了吧 压下那猴子公子 林宛容一惊 我不是听错了吧 大小姐难道是发昏了 小语若见他不敢置信的眼神 又怒又羞的道 那陆小姐对我们有恩 我们自当报答 这是人心 但你可别打他的主意 你若是动了那般心思 但是对不起乔乔 对不起玉双 对不起肖家 对不起我 林宛容听得有点晕了 对不起乔乔和玉双还说得过去 对不起肖家 对不起你又是从何出起 大小姐 大小姐脸色发红 哼了一声不再看他 若宁见在无人应答 林宛容又在和肖大小姐谈笑风声 他心里一苦 轻声一叹 正要开口 却听林宛容的声音响起道 洛小姐 在下也有一联 洛宁一喜 侯月白急忙插嘴道 这帘子乃是我先对出来的 哼 王你号称才子 对对子能分先后的吗 谁对的好才有说话的资格 林宛容笑道 侯公子不要着急 听了我这俩在说话 洛小姐出的帘子是 秋水银塘鸳鸯比翼 我对的是 天风玉雨 卵凤和鸣 听中诸人皆是明白人 林三这下帘的对账 意境皆比侯公子的圣上一筹 毋庸说 这一帘 也是萧家的家丁圣了 洛宁又羞又喜 感激的看了林宛容一眼 林宛容得意洋洋朝他一点头 大小姐在他旁边哼道 得意些什么 莫忘了我方才与你说的话 不可对不起玉霜 林宛容呵呵一笑 那边洛宁脸带娇羞 羞答答的出了第三脸 梧桐之上七双凤 这一脸似乎是接着上一脸来的 又是鸳鸯比翼 又是凤妻梧桐 难道这小妞真的发春了 林宛容疑惑的看了洛宁一眼 大小姐脸色极不好看 洛宁话里的意思颇有些求偶的味道了 大小姐咬牙道 林三 这一脸 你不用管了 那猴子公子我还管不管呢 林宛容道 大小姐道 怕你也不用管了 丢我来管 话音刚落 大小姐便站起来道 洛小姐 你这帘子我堆上来了 梧桐之上七双凤 汉淡花间立并秧 妙啊 妙啊 林宛容唯恐天下不乱的率先鼓掌起来 大小姐和洛宁二女不约耳童的白了她一眼 厅中诸人见是萧大小姐对上来了 也很是兴奋 传说中的两大才女对峙的场面可不是轻易能见到的 洛宁见队上下帘的竟是萧欲弱 先是一惊 接着一休 走上前去拉住大小姐的手道 小姐姐 你也来取笑我吗 伸手不打笑脸人 何况这洛宁对林三还有意思 萧大小姐也拉住她的手笑道 洛宁姐 这三连一出 你要选的人 也该选出了吧 洛宁轻轻一笑 有意无意的看了林婉容一眼 笑着道 自然选车来了 我选的 就是萧姐姐你了 两个女子都是欢笑 嬉闹了起来 林婉容看得感慨 方才还是事成水火 现在却有香乐融融 女人和老虎 真的是天下最可怕的两种动物 洛宁拉住林婉容走到老太太身边 亲切的道 奶奶 这就是孙儿相识的大哥林婉容 他与爹爹也相识 与我姐姐也十分的要好 林婉容规规矩矩的磕完头 站起来笑道 奶奶 你今儿过的可是五十大烧 老太太笑着道 你这孩子说的哪里话 我都古兮之年了 哪里是五十大烧 林婉容惊奇的道 我见您老人家扶着盖头 气势磅礴 脸色红润 鹤发童颜 分明就是五十岁的老人家 竟忘了您过的是七十大烧 醉过醉过 洛宁在旁边听的道 抽了口冷气 这大哥的脸皮可真不是盖的 什么话都能说 老太太见他虽然是个小小家丁 但是文采人才巨非繁品 心里也是欢喜 笑着道 你这孩子 竟会说些好听的话 我见你方才与您儿对对 也机灵有趣得很 你们以后可得多走动走动 洛宁面色羞红 急忙道 奶奶 我以后一定会向林大哥多多请教的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嘉丁 第一百四十九集 演播 燕南飞 林婉容感觉背后四道寒光射来 那侯月白道也罢了 可是大小姐这么恼火干什么 就算恨 也应该是预伤恨吧 真搞不懂 林婉容呵呵笑道 您老人家今儿个过大寿 我祝福您老人家永远年轻 脾性好 牙齿好 胃口好 吃饭饭香 种花花开 孙子早娶贤妻 孙女早则良绪 开枝散叶 白子千孙 大富大贵 福禄满堂 厅中诸人 听罢他这一长串注词 除了悬晕就是恶汉 无耻的见过 这么无耻的却从没看过 这个小家的家庭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石缝里蹦出来的 说话做事扔得没了理数 大小姐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但见洛家老太太欢喜得很 便忍不住摇头一笑 这个坏人天生就是一张嘴 天下还没有他哄不住的人 老太太听了胃口大开 笑着道 好好打赏 打赏打赏 嗨 我的钻石还没放上 反而先要赚钱了 林婉容心里大乐 从怀里掏出一颗小钻 只有送给瞧瞧那颗的三分之一大 听中诸人 听中诸人却已惊呼起来 那钻石晶莹透明 莹莹一彩 一看便知非是俗物 大厅之人已经知道清语楼的故事 顿时恍然大悟 这就是那传说中来自西洋的钻石了 果然鬼府深宫 与众不同 洛宁吃惊的捂住小嘴 呆呆的看着那熠熠生辉的钻石 真没想到 他竟然会拿出这钻石做这鹤里 虽然比不上他昨日送给瞧瞧的那颗 但也是名贵非常 整个大华都找不出几颗来 钻石对于女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洛宁心里砰砰乱跳 大小姐也看得心目迷茫 这个林三出手竟然如此阔绰 他手里有钻石 也没见他送我一颗 林婉容黑黑一笑 将那钻石送给老太太道 老寿星 这是我上次在杭州 从西洋人手里获得一颗钻石 今日你老寿蛋 我匆忙之下 也没准备好什么东西 这块小石头就算作我的寿仪 您老人家大德大量 不会嫌弃我这李青吧 老太太将钻石揭在手里 左看右看 乐得合不拢嘴 笑道 你这孩子送了这样一份大礼 却还说什么礼听 明儿 祖母老了 这钻石是林哥的一片心意 我就把它赠予你吧 你可要好好收着了 莫要辜负了林哥一片心意 汉哪 老太太 你说话把人吓死的 林婉容眼光一瞥 并看见大小姐那杀人的眼神 一遍遍在自己身上巡视 可是这能怪我吗 这老太太七八十岁的人了 说话思考的确不利索了 跟我没有关系啊 洛宁听了老太太话里的意思 半修半撑 不敢接枪 但他实在太喜欢这钻石了 便一声不吭地接过了钻石 拿在手里 细细把玩了起来 林婉容这一手大方之机 大家都知道他在杭州的事情 对于他一个小小家丁 拿出钻石并不觉得奇怪 倒是见了大小姐的脸色不太好看 众人虽是惊异 也只有闷在心里了 唉 老子一向要求自己低调 可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低调过 人生真无奈呀 林婉容正骚骚地想到 呼听门外一声畅诺道 成王爷世子 宁小王爷驾到 厅中轰的一声乱了起来 诸多人等都在怯怯思语 似乎这个宁小王子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一直安静于坐的成德陶鱼二人 也是面露喜色 林婉容听到什么王爷 什么世子就有点头晕 什么狗屁嘛 唱着祖宗福音 骗吃骗喝耍威风 骂他 鄙视你 洛民早已到府外迎进一人来 那人二十多岁年纪 头戴紫金侠冠 身着黄色团龙断袍 体态修长 面如官玉 行走间风度翩翩 位于仙孝三分 气质高扬 一望便知非是俗物 这就是那个什么宁小王爷吗 所谓的王子龙孙 长得果然人魔狗样啊 林婉容忽然想起 那日白莲教中所遇的 陶东城的主子 莫不就是他 林婉容豁得一下站了起来 宁小王爷边走边抱拳 微笑着向众人行礼 为人极为千功有礼 又气度非凡 很容易便博得众人好感 林婉容想起 洛元所讲过的 宁小王爷的父亲成王 乃是有名的贤王 善于结交能人意识 这个小王爷 看来也深得真传 洛敏邀请宁小王爷上座 小王爷千锦一笑道 长辈面前 晚辈哪敢谈作 小王今日是特地为老夫人拜兽来的 宁小王爷乃是王子龙孙 不便下跪 他便躬身上前 长身一礼道 成王爷世子 赵康宁见过老夫人 祝老寿星福禄永享 寿彼长天 老夫人笑着道 小王爷如此兴大礼 老身如何敢当 小王爷快请上座 赵康宁签功道 谢老夫人 他一挥手 便由手下递上一个锦盒 赵康宁双手把持 恭敬递给老夫人道 康宁此次来江南 走得通芒 侍逢老夫人华诞 也为做充足准备 康宁去年初始高丽 曾获高丽王相赠一颗千年高丽身 就将这区区薄礼 充作兽仪 祝老夫人青春永驻 鹤发童颜 大厅中人都曾听过 高丽人身的名头 听说这玩意儿功效不简单 据传能生死人白骨 如此厚利 竟被说称薄礼 这宁王爷实在太谦虚了 千年高丽身 好大一个噱头 高丽身是个什么玩意儿 林婉容作为一个现代人 可是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 妈的 忽悠 你就忽悠吧 赵康宁出手就是如此大理 在座的诸位 在座的诸位大多是吃朝廷饭的 当然知道这位小王爷是在拉拢洛民 赵康宁的父亲 陈王爷 西年村兼任吏部尚书 门声遍及天下 大华十数省的丰江大吏 有三分之一出自他门下 洛民确实个例外 这江南又是粮仓 他当然要不惜血本 拉拢洛民了 赵康宁见了站在洛老夫人身边的洛宁 眼睛顿时一亮 笑着打击道 这位可是金陵第一才女 洛宁小姐 洛宁摇头羞涩道 洛宁才说学浅 第一之名如何敢当 赵康宁常笑道 洛小姐太谦虚了 你才学出众 名声远扬 小王当日在京城就仰慕已久 今日相见 更是如目春风 如风干淋 叫人欣喜不移 我靠 这个小王爷真不是盖道 说其话来比老子也差不了多少了 听他这样说话 分明是对洛宁有那么点意思 但不知洛小姐是否会动心呢 洛宁微微一笑道 小王爷 莫要取下小女子了 赵康宁摇摇头 召唤侍从取了一幅画卷 笑着道 小王说了 洛小姐可能不信 但是见了这幅画卷 洛小姐自然就清楚了 她缓缓将那画卷打开 画中人是一个娇俏的女子 柳梅姓妍身材婀娜 正立于桃花树下 手织一幅书卷 细细观赏着 这女子神态亲切自然 眼神顾盼温柔 虽未说话 却有一股田径气质扑面而来 看那面容 竟与洛宁有五六分相向 洛宁其道 小王爷 这画中人 莫不是小女子 赵康宁点点头道 正是洛小姐 此画卷 乃是小王于三年前某日 亲自琢磨 总想着有一日 能够亲自送到洛小姐手上 今日终于随了心愿 三年之前 这么说 小王爷三年前 就已经见过我了 洛宁皱眉道 可是 我印象中 从未见过小王爷呀 赵康宁 洛宁 洛宁一笑道 三年前 我在京华学院 曾偶遇过洛小姐 只不过当时 相聚甚远 还未来得及 与小姐招呼 小姐便已偏然远去 康宁回府之后 夜不能寐 便彻夜 做了此话 久未说话的洛宁 看着宁小王爷 眉头微微一皱 赵康宁 今日这般示好 他自然明白 是为了什么 眼见他又不断地 讨好自己女儿 心里忧愁更甚 三年前便做了此话 今日趁着老寿星做寿 亲自送话上门 这心思着实高明 林宛容心里感叹 这个小王爷可不是草包 泡妞一定是个一等一的好婶 他先弄了个暗恋的故事 惹人同情 接着送上话卷 展现痴情 在众人面前诉说思念 又是侃侃而谈 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甚至可以说是一见难忘 若是一般女子 自然要被他打动了 此人不可小觑 林宛容暗自警醒道 赵康宁将那画卷双手递上 轻声道 康宁别无他意 唯有以此画卷 了了我多年的心愿 还望小姐笑呢 高啊 实在是高 口口声声别无他意 行动却是处处有意 我要是女子 竟然也会被打动了 大小姐见林宛容 又是摇头又是微笑的 忍不住开口道 看你还敢再动心思 人家可是小王爷中意的人 小王爷算个屁啊 真以为画了符画 诉了两句忠诚 就能打动洛宁这小妞了 你太天真了 林宛容与洛宁接触过有一段时间了 这小妞有理想有信仰 绝非贪图富贵之人 他眼高于屌 要找的老公是文能入相 武能沙场的盖是强人 凭你一幅画 几句话就想糊弄他 门都没有 洛宁偷偷看了林宛容一眼 缓缓道 谢小王爷如此厚待洛宁 只是这话 乃是小王爷欧心沥血所得 便赠与小王爷留念吧 这句话说得大有学问 听众人都能听懂 赵康宁神色不变 溃然一叹道 康宁多年心愿 今日竟未能达成 实在是遗憾之至 林宛容观察这小王爷神态 对比那日在白莲教中 遇到的神秘主子 他现在已有七成把握 那人就是这个叫做 赵康宁的小王爷 难怪成德等人见了他 便要如此欢喜呢 他思索了一会儿 有人轻轻拉了拉他衣裳 回头一看 却见是洛远 洛远轻声道 大哥 你跟我来 我姐姐有些话想与你说 洛宁要和我说话 我和他有什么好谈的 他举目似望 果然不见了洛宁的踪影 也不知道隐藏到哪儿去了 看来他沉思已经好一会儿了 洛远拉了他到了洛府后院 这是洛家隐秘之所 外人无法进入 洛远将林宛容推了进去道 大哥 姐姐在里面等你 你快些进去吧 嗨 这个小洛搞得神神秘秘的 外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要泡他姐姐呢 林宛容进了园子 此时已是初宗 院中空旷 百花渐渐萧条 那院子的角落处 立着一个孤单身影 放眼望去 正是方才连出三连的洛宁小姐 洛宁神态静密 望着那院中的残花呆呆出神 与往日的大方开朗性格大大的不同 林宛容走过去 轻声唤道 洛小姐 洛宁一回头 见到是他 欣喜的道 林大哥 你来了 林宛容点点头 道 洛小姐 你叫我来 有什么事情吗 洛宁目光悠悠 注视着那院中残花 缓缓说道 林大哥 你觉得我们女子与百花 哪个更鲜艳 哪个更持久 这个问题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是从何说起 方才吟诗作对 还那般爽朗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悠悠 林宛容不知道 这丫头哪根筋不对了 林大哥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 洛宁 洛宁见他眉头 传到一起 正在揣渡自己的意图 忍不住 开口笑道 林宛容 郑重点头道 非常的奇怪 我很难将 现在的你 与方才大厅之上 洛洛大方的洛宁 连续起来 洛宁羞涩道 大哥 人都是有两面的 我在外人面前大方 并不代表 我不会羞涩 因为归根结底 我也是一个女子 女子与鲜花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在他们绽放的时候 也是他们人生最美丽 最鲜艳的时刻 可是过了春天 他们便会像落叶一样惨败 碾落尘土之中 任谁也不会记得 他们盛开之时的芬芳 洛宁的话幽静而深远 仿佛从天边飘来 摸不着边际 林宛容完全把握不住 他的心思 这回玩大了 说不定要被妞炮了 林宛容心里哀嚎 洛宁哥哥笑道 林大哥 你不要奇怪 这只不过是我 方才偶尔之间的 一点感想 洛小姐 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 也许会改变你的一生 林宛容正色道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50集 演播燕南飞 洛宁轻轻说道 林大哥 你说的不错 一个小小的想法 也许真的会改变我的一生 可是 我知道的已经太晚了 我的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自己竟然都不知道 洛宁望着他奄然一笑 大哥 你知道吗 方才小王爷向我示好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害怕 害怕什么 林宛容祈祷 洛宁羞涩笑道 不瞒 大哥你说 我幼年时 我幼年时 曾发过誓言 我以后寻找的狼君 应当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 不仅要有满腹精伦 状元之才 还要能上的战场 斩杀豺狼 这许多年来 我便是一直以这个为目标的 林宛容嗡了一声 心道 你这个宏伟志向 我早就知道了 你老弟很早就警告过我了 算算我和什么文韬武略 还真是沾不上边 这个赵康宁小王爷 我以前也听说过 不仅文采风流 更是武艺不凡 又对我有些好感 按照道理来说 正应该是我心仪的对象才是 洛宁羞涩说道 可是 即便他三年前对我已有好感 我依然一丝一样的感觉也没有 不仅是他 那一刻 我忽然意识到 就算真的有一个 曾经梦想过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 出现在我面前 我也接受不了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忽然发现 那个我一直定立的目标 竟然不是我想要的 汗呢 林宛容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个按照行话来讲 叫做信仰倒塌 很残酷的 林宛容心里为他默安 小妞啊 理想于现实的距离是巨大的 就像林大哥 你以前和我讲过的 我想去游历天下 但并不代表我一定就能去 游历的心愿很美 但是真正游历的过程并不一定美 洛宁的话让林宛容有点头大 女人的心思果然难猜 前有大小姐 后有洛小姐 女人读书多了就是麻烦 还是我的瞧瞧最怪 这个 洛小姐 你说的意思是 你的信仰已经悄悄的改变了 是也不是 林宛容整理了一下措辞 小心翼翼的说道 其实她的本意是要说 你的择偶观现在已经渐渐的改变了 话到嘴边却又变成了模糊的信仰两个字 要是不小心误导了梁家妇女 这罪名可就大了 洛宁清叹口气道 是的 林大哥 就是这样 在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时候 她就已经改变了 哼 这样说了 这个小妞连她自己喜欢谁都不知道了 这个问题够严重的 林宛容谨慎道 洛小姐 你不会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谁了吧 洛宁脸色一红 春道 林大哥 你胡说些什么 我当然知道自己喜欢谁了 哦 林宛容常常的呃了一声道 我明白了 洛小姐 你是因为喜欢上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呢 又和以前想往中的理想对象完全不同 所以呢 你以前的信仰就轰人倒塌了 是不是 洛宁面色通红 不说是 也不说不是 林宛容心里常亮 竟然有一个人能让这个小妞放弃原来的信仰 这个人也够神奇的 她黑黑笑道 喜欢一个人 从来都是不知不觉的 那些什么一见钟情 全部都是骗人的鬼话 洛宁羞红了脸 急忙道 林大哥 我不是喜欢他 只是喜欢和他说话 林宛容哈哈一笑道 都一样 洛小姐 我还是那句话 人生苦短 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该怎样改变就怎样改变 万事不强求 无心安处才是故乡 洛宁与他谈了一番话 像是放掉了一个大大的包袱 嬉嬉笑道 林大哥 和你说话 就是轻松 还讲学问 我最喜欢和你说话了 洛宁笑言如画 与方才幽怨之时 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样子 林宛容见他又恢复了活泼模样 心里暗自一笑 怎么小妞都喜欢找我说心事 大小姐如此 洛宁也是如此 以后要是不再萧家干了 我就开个心理诊所 专门诊断女子心病 洛宁忽然伸出小手 搭在他手上道 林大哥 林大哥 你感觉一下 我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的小手温弱尽软 仿佛还有些微微的颤抖 林宛容心里一道 这个小妞不简单呢 这么快就学会占我便宜了 洛宁的心思纯简 虽是小手微颤 但绝无一丝银邪之意 林宛容在他小手上不经意的摸了一下 滑如宁芝的感觉 这小妞的小手可真软呢 也不知道将来会便宜哪个东西 她心里一摊 拉了拉洛宁的手 装作圣洁的刀 洛小姐 在我光辉的照耀下 你已经获得了新生 祝福你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纯洁的拥抱 洛宁哥哥娇笑一声 连足飞奔 走不了几步 忽然回头笑道 林大哥 你这人虽然有点坏 但是 我真的喜欢和你说话 他说完 便咯咯笑着飞奔而去 只留下林宛容一个人 立在那里 你爽了 老子却郁闷了 花了这么半天时间 开导一个小妞 还什么便宜都没占到 今天这生意 大大的赔了 园中百花已残 林宛容捡起一朵小小的花瓣 轻轻捏了一下 想起洛宁方才说的话 心里迷迷糊糊 朦朦朦朦 竟不知道这丫头到底想干什么 有种被人涮了的感觉 林宛容心里不爽 溜达着走回大厅 却见洛宁已经立在老夫人旁边 正对他微笑 大小姐见他回来 轻声道 你放在到哪里去了 我寻你几遍都会找到 林宛容被洛宁打了个迷迷糊糊 轻轻郁闷 看了他一眼 黑黑道 我撒尿去了 估计大小姐你没找对茅厕地方吧 大小姐轻刺一口 脸色通红 白他一眼 再不说话了 此时洛宁已经请赵康宁 坐在了主位上 笑着道 小王爷今日光临寒舍 我洛家蓬壁生辉 洛宁感激不尽 赵康宁笑着道 哪里哪里 洛大人过谦了 父王时常在我面前提起过说 洛大人掌管江苏一省 勤政爱民 人人夸赞 还让小王向大人好好请教一番呢 成王爷料赞 老夫受之有愧呀 洛宁千功说道 赵康宁四复忘了一眼 忽然笑道 对了 洛大人 方才我在府外 便听见着府内一片叫好之声 也不知道是在玩什么 小王好生好奇 洛宁笑道 方才吗 师家母出了几个寿连 诸位少年财修正在比对迎联 玩得也高兴得很 对迎联 赵康宁似乎一下来了兴趣 笑着道 小王爷很是喜好这个 身边还带着一个迎联高手 今日趁着老寿星好兴致 不如小王献个丑 让这位师父和各位财俊切磋一番 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见小王爷也喜欢迎联 顿时纷纷叫起好了 洛宁心里犹豫 但见大家兴致都甚高 也不好出眼阻拦 赵康宁笑着道 既是比迎联 那也少不了些彩头 这样吧 若是小王输了 康宁便献上徐文昌先生的一副风雪归人 若是乐大人这一方不幸折戟 小王也要取个彩头 赵康宁似是有心 又似是无意的看了刚回到客厅的洛宁一眼 笑着道 那便请洛小姐收下小王三年前所做的这幅仕女图 洛大人以为如何 这条件听着 似乎这个小王爷无论怎样都是说 都要送一幅图 事实却绝非如此 洛宁已是明的拒绝了小王爷 赵康宁寻了这赌银帘的机会 要将这话再次送出 已是强人之难 洛宁暗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徐文的话可谓是千金难求 厅中诸人见宁王爷要送徐卫的风雪归人 顿时来了兴致 叫好之声更盛 林婉容想起自己手上 还有徐老头的衣服西湖烟雨 因为是新座 上面还难得的印上了徐卫的印尖 大概比风雪归人更加值钱吧 洛宁心里有些为难 赵康宁说是玩玩硬脸 实则是一个鄙视 这笔帘要是输了 可就输了自己女儿的脸面 赵康宁一挥手 她身后的随从中 便站出一个袖裁打扮的中年人 穿着一身白衣 中年人抱拳道 在下沈半山 乃是北七省树友同盟总瓢把子 我是 总瓢把子 七省树友同盟 这是个什么组织 难道是劫道的好汉 大小姐见林三大眼瞪小眼 知道她不识着沈半山 便轻声道 北七省树友同盟 乃是北方的秀三位 位及地前自发聚集形成的组织 规模庞大 每一届的科举 只要状元是北方人 则必定是这七省同盟中人 所以也叫状元盟 这沈半山 乃是状元盟的领头人物 虽只是一介秀才 多年未曾极地 但她号称对中之王 南北文明 迎连功夫 乃是天下一绝 寇 什么七省同盟 纵瓢把子 说穿了不就是学生会吗 还是高中学生会 妈的 匪名起得像节道的 沈半山朝四周一行礼 傲然道 小生沈半山 代表北七省的才子们 向南方诸位同僚问好 今日切磋之时 不限人数 南方诸位只要对得上来 皆可应答 这沈半山为人高傲 一句话便惹怒了南方才子 刚才受了挫折的侯月白 一怒而起 抱拳道 在下金陵侯月白 见过沈先生 请沈先生赐教 沈半山微微一点头道 见过侯小兄 不知侯小兄可曾吉地 侯月白道 正在明秋金榜提名 沈半山笑道 侯小兄若是入朝 欲为何观 侯月白略一沉吟 阁老 沈半山黑黑一笑 出一连道 为老司阁老 这是一个讽刺脸 乃是寄兴而出 心道意道 这沈半山果然是对中之王 才思敏捷 非一般人能比 这帘子极不好对 对账还在其次 如何把这沈半山讽刺回去 才是正经 南方才子一上来 就吃了一个大饼 侯月白脸色红成猪肝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骆宁思考了一会儿 仍无答案 忍不住心中焦急 莫不是第一回合 便要输了 他情不自禁偷偷看了林婉容一眼 见他正在闭目养身 心里顿时有些失望 落敏见无人应答 这一场正要认输 却听一人开口道 沈先生是否是秀才 沈半山见起身问话的 是一个嬉皮笑脸的轻衣家丁 皮肤黑黑的 很是健康 沈半山迎联天下第一 但是入考多年 束绑不住 此乃是他最大的羞辱 林婉容的问话 正好触及了他的伤疤 他咬牙道 正是 林婉容走到侯月白身边 将他按着坐下 笑着对沈半山道 如此甚好 沈先生是北七省 书友同盟总嫖坝子 我便代表南八省 书友总会总当家 萧家园丁部 对你一联 无才做秀才 好啊 郭无常率先 站起来鼓掌 听中诸人 更是掌声如鱼 为老司阁老 无才做秀才 实在是妙诀天下 就连那侯月白 也是面露激动之色 这一次 分明是林三 为他找回了场子 什么南八省 书友总会总当家 萧家园丁部 就会胡招 大小姐又惊又喜 却也跟着众人 拍起掌来 沈半山大意之下 吃了个大魁 见这家丁嬉皮笑脸的 哪里有些才子风采 忍不住哼了一声道 小小家丁也要学人对联 我劝你一句 我劝你一句 闲人免尽 闲人尽 林婉荣见他骂自己闲人 黑黑连笑两声 道 沈先生仪表堂堂 为老太太做寿 正是 道者未来 道者来 沈半山道 且慢 且慢 小兄误会了我风采之意 我的上脸是 他提笔在纸上写道 闲人免尽 闲人尽 虽是闲人与闲人颠倒 却还是一样的偷骂 这个小小家丁 林婉荣笑道 沈先生也听错了我的下脸 他自怀里取出铅笔 刷刷刷写道 道者未来 道者来 这两句前后两词互换 就变成了地道的骂人帖 切合着天衣无缝 听中人大笑起来 掌声如潮 乐园和郭乌常一起叫道 大哥 对得好 见那个对中之王脸色铁青 林婉荣呵呵一笑道 沈兄 对对子而已 只是娱乐一下 何必这么执着呢 不如今晚小弟做东 咱们秦桓河边 瓢瓢粉桃 唱唱十八摸 比这个有趣多了 大庭广众之下 银词汇语 这分明是侮辱读书人 沈半山怒道 若小书童 不识三代下商周 林婉荣笑着道 俊秦才子 只读四诗风雅送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嘉丁 第一百五十一集 千年古树为一价 实则是借故贬低落敏 沈半山 尽在长江两岸 我就对沈先生一连 万里长江做澡盆 这一连 算是为洛民找回了面子 老狐狸呵呵一笑 位置可否 沈半山眉目一扫 见洛家红墙碧瓦 这院里坐的都是江南的书生酸儒 便道 波破溪流 红门中许多酸子 咬开银杏 白衣里一个大人 林婉荣呵呵笑道 与沈半山的白衣白裤暗合 又是一片狂热的叫好声 这一次连洛民也忍不住了 被转身憋住了笑 洛宁笑意吟吟的望着林婉荣 脸上泛出淡淡的红韵 沈半山见林婉荣确实机灵多志 再也不敢小看他 来来回回的走了几步 正在发愁 见门外池塘小鸭油水 便道 七鸭福堂 鼠鼠鼠鼠三双一只 林婉荣略一尘眼 见那鸭嘴里含着条小鱼 顿时来了灵感 接道 赤鱼月水 凉凉凉凉九寸十分 沈半山长叹一声 抱拳道 小兄弟好文采 我沈半山佩服之志 今日这迎联之事 乃是我输了 这个沈半山有才学 也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 输了就输了 输的也是光明磊落 江南才子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的欢呼声 这个林三简直太神奇了 倾听着一己之力 硬生生的干败了北七省的书游总嫖把子 队中之王 沈半山 大小姐银牙轻咬 脸上满是笑意 有如五月的鲜花绽放 洛宁眼唇一笑 对身边的洛远道 小弟 你去问问林大哥 他这些对子都是哪里学来的 我才不信 他能对得上来呢 话未说完 已是捂住小子哥哥娇笑起来 沈半山眉目黯淡 点头道 小兄弟天颂之才 为沈半山戴得心服口服 还望小兄弟赐一名号 也让在下铭记在心 林婉容浑身狼汗 我靠 太他妈神奇了 难道是李白杜福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还是我吃了伟哥 竟然干败了这个队中王 老子太有才了 他潇洒一甩头 将家丁小茂扶正 黑黑一笑道 不敢不敢 在下乃是金陵萧家园丁部 一个小小家丁 匪号林三是也 沈兄 我方才说过的话算数 咱们今晚秦桓河边 吃喝玩了一条龙 小弟全包 沈半山苦笑摇头 退回了赵康宁身边 那个宁小王爷拍着掌站起来笑着道 精彩 果然精彩之极 出的精彩 对的更精彩 没想到金陵萧家还有这等人才 林三 我要对你重新认识了 妈的 你是个人什么的 我又不是不知道 还在老子面前来这套 想装逼是吧 老子比你更会玩 林婉容心里暗哼了几声 脸上却是一片迷茫 疑惑的忘了赵康宁一眼道 哦 小王爷是在和我说话吗 莫非小王爷以前认识在下 这个可真是太荣幸了 赵康宁笑道 就算以前不认识 今日恐怕也是无人不识了 林三 听你这迎连功夫 果然是非同凡响 他日若有闲时 小王倒想好好与你聊上一聊 谢小王爷台 小王爷乃是王子龙孙 国之龙京 日理万机 操劳无比 林三一介小民 哪敢与您谈谈 林满荣黑黑笑道 赵康宁自然不知道 他话里的含义 略一点头 挥了挥手 随从便送上一幅画卷 他接过来笑着道 洛大人 今日这迎连之事 乃是小王输了 这是康宁多年前 求的文昌先生的风雪归人 今天就当作采头 赠予洛大人吧 洛民急忙抱拳道 不敢不敢 今日迎连比试 乃是林三与沈先生相比 与下官无关 洛某无功如何能受禄 赵康宁点头笑道 小王一言寄出自当守信 林三我便将这风雪归人赠予你了 有钱当然要赚 林满荣接过那画卷 笑嘻嘻道 谢谢小王爷的好画了 只是我是个粗鄙之人 对于好画也不会欣赏 小王爷如此厚待 在下也不敢私藏 这么的吧 今日乃是老太太授臣 我就借花献佛将给风雪归人当作兽仪 送给老兽星吧 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叹 林三这一手玩得漂亮至极 他一个小小家丁 如何能当得起小王爷赠话 现在转手赠给了老太太 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两边都照应周圈了 老太太也是一个识货之人 笑着说道 李小哥太客气了 这可如何使得 林三正色道 老兽星 这是你应得的 今儿给我与沈兄对着迎联玩 是为了乐趣 更是为了与您祝寿 老兽星鸿福齐天 好画赠于兽星 那是天经地义 洛宁严然一笑道 奶奶 这是林大哥的一片心意 您就收下吧 老太太乐得合过拢嘴 笑着道 既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老夫人叫人收下这名话 大厅中的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 今日宁王爷带人贺寿 林三又击败了迎联之王沈半山 南方才子们着实高兴 其间诸人吃了几杯水酒 赵康宁见众人兴致颇高 便道 今日这般热闹 小王也来凑个兴头吧 我身边带着几位杂耍师傅 倒不如请他们出场耍几个小把戏 逗逗乐子 洛大人以为如何 洛民见他不是提出的鄙视 顿时心里宽敞 笑着道 小王爷如此客气 下官感激不尽 赵康宁一回首 便涌出了几个江湖杂耍艺人 在院子里摆起阵势来 跳高绳的跳高绳 走钢丝的走钢丝 一时之间吆喝不断 喝彩不绝 情形甚是热闹 老夫人看得自然心里欢喜 连洛宁也是瞧得津津有味 林婉容暗自点头 这个赵康宁明显是有备而来 不仅带上了对中之王沈半山 就连跑江湖卖艺跑场的 也准备了不少 拉拢讨好洛民之心非常明显 也不知道这个老洛是怎么想的 赵康宁见众人看得入神 心里也甚是满意 又一挥手 杂耍人等退下 门外走进一个心风道骨 白须飘飘的老道 对着洛老夫人一诗礼道 听到松云关玄玄子 恭贺老夫人 副寿双全 老夫人急忙笑道 天长快请免礼 赵康宁起身介绍道 老夫人 这位玄玄子道长法力高强 文明小尔 今日小王特意请了他来做个法门 为老夫人助寿的 玄玄子须发皆白 望着很有些先键道骨模样 林婉容心道 妈的 染个白头发白胡子就能出现掌了 哼 香火钱这么好赚啊 老太太也是前程之人 见如此有风骨的道长来为自己助寿 急忙上了寿柄立路 玄玄子道 今夜老夫人大寿 贫道无以为限 就施上个法门 与诸位结个善缘吧 他要来一碗清水 又找来三只一般长短的方头木块 用水在筷子方头上沾了点水 又在筷子之间也沾了点水 然后将三根筷子并立在一起 微笑着道 请诸位西主看好了 他取过那碗清水 在众人的注视中 将三根筷子缓缓地插进了水杯之中 三根筷子有些歪歇 玄玄子围绕着那水杯急速转了几圈 口中急念 太上老君三清道尊 急急如令 点 说也奇怪 那三根筷子竟然并立在齐 直直地竖了起来 筷子在水中竖起来了 这可是急躁啊 大厅中顿时一阵嗡嗡之声 这位玄玄子果然是仙师 法力非同凡响 老夫人激动说道 仙师快快请坐 来人 快与仙师上香火 玄玄子 昌虚微腐 面上含笑 望去就像一位得道的仙尊 林婉容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温日 这位仙师比老子还会装逼 什么狗屎仙发生过 拜托你也来点高技术含量的行不 水中力快这样的小活 老子十岁就不玩了 大小姐见他目无仙长 看他一眼 低声道 你这人笑些什么 笑心仙长听见了罚你 哎 封建米辛就是这么搞出来的 仙长 仙个屁仙 他要是仙长 我就是太上老君了 林婉容笑得肚子发疼 但秉得江湖道义 他也未拆穿 赵康宁正在微笑 忽然见林三面容诡异 目现清廉 他忍不住轻哼了一声 微笑道 林三 你对仙长的道法可有意义 坦白了说 林婉容玩过的油锅洗手 和这水中力快一样 都是些取巧之法 他和玄玄子也可以说是同道中人 大家都是靠这个混犯事 行走江湖 不接人短 这是道义 这吧 很好 很好 林婉容笑着道 脸上却无丝毫尊敬之色 大家都是同行 不接穿就算了 谁也甭想骗谁 玄玄子见林三轻衣小貌 原来是个下人 他佛臣微遥 道 瘦子无知 岂可疏读我三轻道尊 洛宁见仙长对林三四有成见 急忙走到林婉容身边道 林大哥 这位仙长怕是有些法力 你可莫要轻易开罪了他 小心他施法害你 嗯 这个小妞对我还不错 不枉我关怀他一会 林婉容笑道 无妨 他是玄玄子仙长 我是林三仙长 大家一个庙里烧香的 谁也爱不着谁 洛宁眼纯青笑道 林大哥 你这人说话 也不知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大小姐在旁边听他二人说话 轻咳一声 道 林三 小王爷望着你呢 洛宁心里一惊 抬头看去 见那个小王爷赵康宁 果然含笑望着这边 赵康宁对玄玄子仙长 打了个眼色 玄玄子望着林婉容道 这位小兮者 你莫不是对三清道尊 有什么怀疑不成 频道奉劝小有一句 以你的大行 宁宁一字极 莫移道尊 林婉容眉毛一条 骂骂的 老子为你着想 你主子却挑动你主动打上门来了 林婉容哼了一声 对洛宁轻轻说了几句 洛宁一道 林大哥 你要那卢水做什么 林婉容呵呵笑道 没有什么 我也来办一回仙长啊 你到洛宁去找个豆腐房 准备一点卢水 其他的事情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洛宁带着疑问而去 林婉容望了玄玄子一眼 笑道 仙长可是在与我说话 玄玄子佛臣一摇道 正是 林婉容摇摇头 何必呢 我本来是想躲着你的 没想到你这假仙长 受了小王爷的挑拨 专门寻我的晦气 林婉容脉步上前道 在下一个小小家丁 对三清道尊 自然是尊宠无比的 就是对道长您老人家 也是心悦诚服的 仙长玄玄子念含得意 微微一笑 右手又习惯性的摸上了长须 林婉容接着道 仙长 这水中力快 可是您神功法力所致 玄玄玄子点头道 贫道自幼苦修 历经六十余年 经数次太上老君梦中点画 才能有如此些微莫法力 惭愧 惭愧呀 忽悠奸装逼 老子 老子鄙视你 老子鄙视你 林婉容本想放他一马 奈何这老头在赵康宁指使下直接发难 他也唯有露出点真本事了 修炼六十余年才有如此功力 仙长实在是强悍 林婉容竖起大拇指笑着道 老道得意一笑 却听那个家丁道 小弟我苦练斩茶功夫 今日斗胆 也想来试一试这水中力快的仙法 林婉容此话一出 听中人接近 仙长方才的法力 皆是诸人亲见 这个林三不是找死吗 大小姐面色焦急 小脚一顿 你这人就会这么忙着 仙长玄玄子面色一变 林婉容黑黑一笑 已取过三根干净的方头木块 向四面一含手道 请大家看好了 林婉容学着玄玄子模样 在三根木块的方头和筷子之间都沾了点水 三根长短相同的筷子并在一起 缓缓放入了水杯之中 看着三根筷子轻轻晃动 林婉容心里一紧 我日 几天不练这个 有点手生了 听小说 近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奇品家丁 第152集 演播 艳难飞 林婉容黑黑一笑 学那神棍围着杯子转了几个圈 口里念叨叨 如来佛祖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咒 快快显灵 我顶 三根筷子歪了一下 便迅疾立文 在水中直直站了起来 众人看傻眼了 玄玄子仙长使出这仙法 那是人家苦修六十年得来 这个林三才多大年纪 怎么也能拥有这等功法 莫非他也是仙长 洛宁和大小姐紧紧地捂住小嘴 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洛老太太更是惊喜地道 林小哥 你这是哪里学的仙法 怎么和仙长的一模一样 这句话无疑是打在了老道的脸上 玄玄子脸色十红十白 哼了一声道 鹦鹉学舌而已 林婉容本带见好就手 文听此言 忍不住摇摇头 这个西背仙长还真是执迷不悟啊 他黑黑一笑 冷声道 道长 我可没学过什么仙法 只不过取了个巧 不知道这点小玩意儿 可还入得您老法眼 怪事年年有 经年特别多 没想到萧家的一个小小家庭 竟然也会仙法 大厅之内顿时喧哗起来 玄玄子脸色发青 没有说话 林婉容笑道 仙长 你这仙法我学会了 但是在下也有一个小法门 不知道仙长是否能学 玄玄子不敢接话 偷看了赵康宁一眼 小王爷面无表情 微不可及的一点头 玄玄子无路可退 咬牙道 那你便使来吧 林婉容将他二人的动作都看在眼中 心中冷恒 你妈妈的 合伙来阴王 这个狗屎小王爷还真是个阴主 洛远急急匆匆从外面走进来 向林婉容点点头 林婉容心里大定 对老道一笑道 我今儿要表演的这个戏法 叫做火烧棉线 说话见 洛远已经递给他一根棉线 林婉容接在手里摸了摸 似乎是刚刚烤干的 他朝洛远微一点头 将那棉线拿在手里扬了扬 大声道 大家看到了 拿在我手里的 是一根普通的棉线 请小王爷和道长查验一下 赵康宁和玄玄子都摸了一下那棉线 似乎有点湿肉 其他的未见异常 二人点了点头 林婉容收回棉线 黑黑一笑 对洛老夫人道 老孝心 请你赐一个铜钱 老太太赏了一个铜钱 林婉容将棉线穿过铜眼当中 将两端横绑在铁架之上 那铜钱就恰好划到了棉线正中 林婉容一点头 将竹台递到洛老夫人手中道 今日老寿星作寿 请老寿星赐个红火吧 老太太笑着道 林小哥 你是要赐火这棉线 正是 林婉容道 骆宁笑着看了林婉容一眼 便扶着祖母大人走到那铁架旁 手举竹台 将棉线两端都点燃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棉线两端明明已经点着了 烧得黑乎乎的 却怎么也不断 那个铜板稳稳当当的停在棉线中央 动也不动 厅中诸人大事吃惊 如果说刚才在水中立快 还有些聪明人能想通的话 这火烧棉线却怎么都无法解释 老太太吃惊道 林小哥 莫非你真的是仙长 仙长林三 呵呵 你老太抬起我了 我的目标是做一个神棍 林婉容含笑不语 神秘莫测的道 待会儿再与诸位解释 玄玄子前掌 我这个法门 你可愿意一试 话未说完 就见洛远和郭乌长二人 抱着两团年线 嘻笑着走到了玄玄子面前 哭 这俩小子 唯恐天下不乱呢 林婉容暗笑 玄玄子知道这定然是林三做了手脚 可是他怎么也猜不重视什么手法 他看了看面前的棉线 手指动了几下 想要取线 终于还是忍住了 说道 平大尔未曾学过线法 线法 哪里来的线法 林婉容哈哈笑道 请诸位看看 我像是个学习了线法的人吗 众人见他轻衣小貌 就是一个小小家丁 怎么看也不像是会线法的样子 便都轰然笑了起来 话说到这里 听众之人便一明白 连林三都会的 哪里是什么线法 肯定是江湖卖艺的一个障眼之法 只是这火烧棉线如何障眼 众人皆是不知 林婉容笑道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线法 都只是一些简单不过的道理 便拿着火烧棉线来说吧 道理说穿了 一钱不值 大家都知道盐卤水吧 就是用来点豆腐的卤水 在卤水里面含有些特殊的物质 将棉线泡在卤水里一段时间 再用火烤干 那卤水里面的特殊物质便粘附在了线上面了 用这样的线记住铜钱 看起来是点着了 其实呢 烧着的仅仅是线的表面 而内部呢 被这些特殊物质保护了 隔绝了空气 所以没有烧掉 大家不信的话 回去可以自己试试 大厅之内的都是各地官员公子 极少有接触过做豆腐的 有的根本不知道盐卤水是何物 听了这一番解释 才恍然大悟 洛宁常常呃了一声 原来林大哥叫小远去隔壁豆腐房找卤水 是为着这个缘故 也幸亏洛远将那棉线烤干了 否则看你如何点得着 又如何能骗得了小王爷和假道长 洛宁见他吹得神呼吸神 忍不住咯咯一笑 至于水中一跨 那更简单 只是借助水的粘性与福利 熟能生巧而已 林婉容将这两个障眼法的道理 说给众人听了 大家这才明了 今天若不是这个什么狗屁仙长一再挑衅 林婉容也不愿意做这个 破除封建迷信的急先锋 毕竟江湖一人靠的就是这个为生 赵康宁小王爷 小王爷恕罪 小王爷开恩 赵康宁 脸色发白道 无知鼠辈 竟敢欺瞒本王 拉下去 慢着 慢着 林婉容急忙拦住 一抱拳笑着道 骑兵小王爷 今日哪是老太太受担 这位道长也只是来为老寿星天府报喜的 与先前的跑马走绳索一样 都是助兴而来 还请小王爷勿要责怪 今日要不是老太太坐大寿见不得血光 老子才拦得管这事的 直接拉出去咔嚓拉倒 在本大仙面前跳大神 活得不耐烦了 洛敏当然也不愿意让小王爷难堪 急忙接着林婉容的话道 林三所言甚是 这老道长也是为家母贺寿而来 万望小王爷看在家母的面子上 勿要责怪 赵康宁顺提而下道 既是如此小王也不为己慎 玄玄子 以后修得借了些障眼法招摇撞骗 否则本王定不轻饶 滚吧 玄玄子连滚带爬的跑了 大厅中顿时笑成一团 今日洛府这大寿可真是不虚此行 不仅见到了一场极为精彩的迎联之战 还上演了两个精彩的戏法 赵康宁脸上喊笑 可是今日连输两场 也有些挂不住了 勉强露出个笑意 说了几句话 便告辞而去了 这一场寿宴 只吃到牧师 才热热闹闹收场 林婉容想着赵康宁与白连叫的事 心里不轻松 正要拔腿离去 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道 林大哥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洛宁来道 洛宁望着他轻轻一笑道 林大哥 你是不是担心 小王爷对你记仇 林婉容呵呵一笑 记仇吗 我和他从来就没有和好过 当日被白连叫卢走 这小王爷就是背后的主子 早就得罪了无数道了 也不差今天这一回了 是啊 我好怕 他可是皇亲国戚啊 林婉容笑着道 洛宁咬咬牙 林大哥 你莫怕 这小王爷虽是强横 但能拒住他的 大有人在 就连我爹爹也未必怕他 林婉容黑黑一乐 没有回答 洛宁忽然轻声笑道 林大哥 谢谢你今天送的礼物 我很喜欢 礼物 什么礼物 我什么时候送你礼物了 林婉容祈祷 那冯雪归人 祖母已经赐给我了 乐明说道 又扬起手里的东西笑着道 还有这个 他手里晶莹璀璨的 竟然是林婉容送给 寿星的那颗钻石 哎哟 这是我送老太太的 可不是送你的 洛宁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调皮一笑道 你赠给祖母 祖母转送给我 我便当作是你送的了 这个推理 未免太那个啥了吧 林婉容摇头苦笑 那就算是我送的吧 可别让贼给惦记上了才好 林大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些小戏法 都是从哪里写来的 洛宁想起他搞的那些 稀奇古怪的物事 好奇的问道 这个 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奇书 叫做十万个为什么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林婉容扯道 十万个为什么 洛宁皱眉道 这是何人所住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大哥读书真多 见洛宁勤学好问 林婉容还真有些招架不住 正要尿顿 忽见国屋长匆匆走过来叫道 林三 快些出门 表妹说 要请你御室去 和我商量事项 林婉容其道 这可太要紧了 洛小姐 咱们改日再聊 现在我得与小道小姐 商量大事去了 洛宁忍住笑道 林大哥 你忙你的大事去吧 不过 他这你若有空闲 能不能给我讲讲十万个为什么 好 我一定立临之扰 林婉容大咧咧说道 洛宁眼唇一笑 再不说话了 只看着他与国屋长一起向外走去 奇怪啊 洛小姐好像有点变了 表少爷走了几步 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道 变什么 林婉容其道 表少爷摇摇头 不知道 是直觉 拉倒吧 你和他很熟吗 还直觉 林婉容呵呵一乐 没有说话 大小姐早已坐在小窖里等他们 见他二人来了 也没说话 悄声吩咐道 起叫 软叫便晃晃悠悠向远处行去 林婉容翻上黑马跟在窖后 心中奇怪 不是谈大事吗 大小姐怎么一言不发就走了 他拍拍过屋长道 少爷 大小姐不是说有事要跟我商量吗 表少爷也愣了一下道 是啊 表妹方才看你与洛小姐说话 便让我去寻你 说是要与你有事相商 具体商量什么事情也没和我说起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要不你问问表妹吧 我知道个屁呀 大小姐今天的心思有点不对 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月的周期到了 这个时期的女人 都是不可理喻的 老子还是离得远一点的好 她要是真有什么重要事情 自然会和我说的 三人变成了三个门葫芦 直接往前行去 行了一阵 轿子里忽然传来声音道 表哥 表少爷急忙应了一声 大小姐道 你先行一步 回去禀告娘亲 就说我今日有些乏了 接收陶家店面的事情 就让管师们商量着办就行了 不用事事都向我禀报了 哦 难得见大小姐主动放下工作 看来今天心情的确是不太好 表少爷听话得很 得令后骑马飞奔着去了 比去庙宇房还要积极 萧玉若吩咐之间 轿子已经在路边停了 正靠在玄武湖边上 暮色垂垂 冷风中传来碧波轻轻拍打暗礁的声音 远处 几只游异的花船已挂上红色的灯笼 远远望去 星星点点 有如晴朗夜空中几颗暗淡的小星 在这将暗未暗的暮色中 一切都显得朦胧而又昏沉 大小姐翘立岸边 呆望着湖水 一言不发 见萧玉若停步步走了 明婉容只得下马 气氛一时有点压抑 她闹不清大小姐在想什么 只得善善道 大小姐 方才听表少爷说 你有事和我商量 不知道 是什么要紧的事 大小姐头也不悔 悠悠说道 是吗 方才见你与洛小姐相谈甚欢 我也不忍打搅你们欢聚 一来二去 便忘了是何事情了 林婉容一晕 我靠 这也是理由 亏你想得出来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奇品家丁 第153集 演播 燕南飞 大小姐又到 林三 你和洛小姐相识多久了 是如何相识的 哈 查户口吗 林婉容笑着道 大小姐 你可不要误会了 我和洛小姐清清白白 什么事情也没有 正所谓 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和他比君子还要君子 呸呸 我他妈什么时候成君子了 这个职业太高尚 不适合我 萧玉若听他说大话 已经习惯了 逢话听五分 望他一眼 清道 我只是问你与他是如何相识的 哪里要你说什么君子不君子的 再说了 你要是君子 那陶家就是孔圣人了 这话不错 我从来就不当君子 林婉容丝毫不怒 笑道 我和这洛小姐相识平凡的喊 乃是当日在巧巧家里认识的 也无任何特别之处 当下便捡着些重要的事情讲了 他是出了名的避重就轻 与洛宁有暧昧嫌疑的事情一律避过 只说和他冲突的事情 大小姐听完 叹了一声道 将低至上 那许多人面前 洛小姐又是名震金灵的才女 你也不留些口德 话虽这样说 他脸上的神情 却丝毫看了许多 大小姐 你也知道的 我这个人一向铁面无私 刚直播 该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 那洛财女要是不能接受我的批评 也算不上真正的朋友 林婉容大意凛然的道 说出来的话 连自己都信了三分 吹牛又不上睡 说几句又何妨 大小姐哼道 你对待洛小姐如此不客气 但我见她对你却好得很 事事为你着想 连得罪小王爷的事情 也为你考虑到了 不知道你使了些什么恶法 这些话是洛宁与她当面说的 大小姐就坐在一旁 抵赖不得 她也根本没想过抵赖 当下无辜说道 所以说呀 洛小姐这样的人 是真正的朋友 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 扑通一声轻响 却是大小姐连足几点 提下了一个石子落入盒中 自是无意打断了她的话 林婉容见大小姐脸色难看 心道 这小妞这样为玉霜着想 对玉霜还真不错 便笑得道 大小姐 你放心吧 我对玉霜是真心的 那个洛小姐 眼高一点 我和她从来都不来电的 什么叫来电 大小姐疑惑道 哦 来电 说简单点 打个比方吧 就像你和我这样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寒清漠漠 这就叫做来电 林婉容忙着解释来电 却听大小姐清脆一口 脸红过耳 柔声道 你这人胡说些什么 谁与你来电了 喊 林婉容见大小姐羞涩难当 急忙道 大小姐莫怪 这只是一个比喻 我和陆小姐不来电是真的 而且她亲口对我说过 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我这个人虽然不爱 但目前还没修炼到烂爱的地步 绝不会插足当第三者的 大小姐 放心好了 大小姐听她说话 稀奇古怪 但总算还能明白她的意思 她的中心想法就是 她和洛小姐没那回事情 小玉若想了一会儿道 那你要保证 你以后不能和洛小姐设计儿女之情 我是 你还得寸进食了 你就算是玉双的姐姐 也不能这样瞎扣帽子 还要我下保证 我凭什么要向你保证 林婉容摇摇头正说道 大小姐 我想你弄错了 我之所以对你说明洛小姐这件事情 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 而非向你解释什么 也没必要解释什么 哪一件子虚无有的事情 要我下保证 那更是无极之谈 你这心思重了些 就算是玉双 也绝不会这样说话 大小姐听得又羞又怒 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你 你 你就坏人 她说不下去了 双肩激烈颤抖 泪珠沿着晶莹如玉的脸颊落了下来 林婉容本来就是有些看不惯她的傲气 见她此时哭得厉害 声音哽咽不止 就像是受了最厉害的欺负 哪里还有平日里坚强孤傲的女强人样子 大小姐哭泣之下 落泪三分 如梨花带雨海棠寒露 说不出的娇媚动人 说不出的娇媚动人 哭也能哭得这样处处动人 这不是在勾我的魂吗 妈的 老子又不是柳夏慧 林婉容心里急跳了两下 忙偏过头不去看她 大小姐见她看都不愿意看自己一下 心里更是悲欺 哭得越发厉害 哽咽着道 你这坏人 就只会对我说些狠话 我与你说话 难道是害你的心思吗 你这不是人心的坏人 要说这大小姐的性子 虽然奇特了些 但是绝对不会害自己的 这一点林婉容绝对可以确认 就是太好强了 有些人死了 大小姐继续哭泣道 近日宴会之上 你让那小王爷那般难堪 是谁在为你担心 还不是我 我小家最记挂着你 你这没良心的坏透了的人 这称呼太长 而且听着不对味 林婉容从来没见过大小姐 哭得这样稀里哗啦 比平时的凶巴巴的女强人样子 不知道要温柔了多少倍 要是天天看到她哭成这女人呀 那也感觉也不错 心里突然冒起了这个想法 让林婉容吓了一跳 醉过醉过 大小姐 我可不是诅咒你天天哭啊 大小姐见她一言不发 心里越发委屈的慌 更噎着道 那小王爷他欺负你几句 你便躲一躲就过了 为何还要招惹他 你凭于那般松明 也不知道谁到哪里去了 莫不许专门欺骗那洛宁去了 哼 听前面一句还是很感动的 只是后面一句 却叫人啼笑皆非 大小姐还不知道这个赵康宁与白莲教背后的关系 以为萧家不招惹她 她就不会为难萧家 可怜的大小姐 你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呀 我们是早把她惹上了 她就是处处针对我们来的 林婉容苦笑一声 不管是萧家还是林三 自从出了白莲教的事情之后 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谁也跑不了的 林婉容忽然震慑道 大小姐 不要哭了 我和你说些正事 大小姐愣了一下 轻道 什么正事 玄机意识道 这一说话 不就认输了吗 她脸上浮起两抹蕴红 抹了抹泪珠 鼻孔里哼出一声 转过头不去看她 林婉容叹道 大小姐 这件事事关重大 除了你我之外 对谁也不能提起 你能不能做到 大小姐见她神色前所未有的郑重 知道此事必定极为重要 她与林三打打闹闹哭哭笑笑 这么长日子了 对她了解甚多 小事上这人嘻嘻哈哈没个正经 大事上却是处处精明从不马虎 她既然说是大事 那就的确是大事 你要说就说 谁还能捂住你嘴巴不成 大小姐哼了一声 脸上振振羞难 方才在她面前的那般哭诉 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是自己所为 大小姐 你今日也看到了 不是我主动招惹小王爷 而是那个小王爷盯住了我们 林婉容沉声道 你知道这是为何吗 见大小姐摇头 林婉容接着道 你还记得 我们被白莲教掳走那几天发生的事情吗 大小姐望她一眼道 当然记得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去那逃东城勾结白莲教 妄想吞并我肖家财产 大小姐 哪里有这么简单 林婉容苦笑道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掳了你不算 为何还要抓了我 你知不知道你被困的时候 我又遇到了什么 白莲教 白莲教为什么要掳走林三 这一直是大小姐心中的谜团 她一直以为林三也不知道 没想到她却比自己清楚了许多 林婉容将那几日遇到的事情详详细细的与大小姐讲了一遍 大小姐越听越心惊 早已忘了与她斗气 惊道 林三 他们那儿带走你 就是为了要你手里的香水配桑 那你当日不是受了很多苦 他们是不是折磨你了 总算大小姐还有些资本家的良心呢 林婉容见她脸上泪痕未干 偏有神情直夺认真 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态 忍不住心里一当 笑道 是啊 他们狠狠打我 狠狠揍我 要不是想着大小姐美貌如花 天下无双 我就差点要招供了 大小姐白她一眼道 你这人 别人都在担心你 你还说些没边的话 她沉默一阵 忽然望着她 悠悠一叹道 你以后 莫要再做这般傻事了 他们要配方 你便将配方交给他们好了 顶多咱们不赚银子 只要人在 比什么都好 这话听着暖心 林婉容点点头笑了笑 心道 交了配方 就等于把小命交到了别人手里 傻子才交呢 后来的你就知道了 秦璇即时出现 救了我们 林婉容不便说出秦仙 便将所有功劳都归到了 萧清玄身上 大小姐思考一会儿才到 林三 你是怀疑了小王爷 不是怀疑 是肯定 这位宁小王爷 便是隐藏在桃东城背后的主子 林婉容正色说道 他们要这香水配方做什么 命下王爷是龙子龙僧 龙华富贵世代享受不尽 又为何要与白莲教的那些妖人勾结 大小姐疑惑着沉思了一会儿 眼中闪过一丝惊骇之色 道 难道他们 大小姐脸色苍白 欲唇紧咬 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难怪他们要香水配方 要抢夺肖家财产 说穿了 都是为了聚敛财富 为他们的大事做准备 林婉容点点头道 大小姐 你猜的没错 除此之外 也没有别的理由了 小玉热听了她的话 眉头锁得更紧 脸上露出深深的忧虑 见大小姐如此担心 林婉容开解着笑着道 大小姐 你应该这样想 我们运气真好 这样百年难遇的事情 令人我遇到了 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大小姐美目瞅她一眼道 你这人哪 我都快要愁死了 你却还在那里说些风凉话 这样的或许 我小家如何沾惹得起 说完 她不由自主叹了口气 林婉容笑道 大小姐 不是我说风凉话 古人早有教训 是否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现在这样忧虑担心 起不了丝毫作用 反而无端地乱了自己的心境 大小姐看她一眼 轻轻道 林三 这样说来 上次你被白莲教抓走 倒是我萧家连累了你 又不是为我萧家出谋划策 你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更不会被白莲教所掳了 林婉容呵呵道 大小姐 这个和你们无关 主要是我太出色了 无论我躲在哪里 都能被人一眼认出 就像一棵鹦鹉茁茂的大树 生长在矮树林中 永远都是别人的焦点 作为一个天生出色的人 被人注视和崇拜是在所难免的 我也只有慢慢习惯了 呵 大小姐正是愁长白转 也被他逗得一笑 你这人 脸皮也太厚了些 每次与他说话 都是又想哭又想笑的感觉 这人难道天生就不知道忧愁 大小姐 你也不用慌 萧家虽然是卷入了这件事中 可也没有那么悲观 照我看来 那小王爷要的不仅是萧家 江南自古富庶 江浙两地商业强大 金陵杭州两地只要有些实力的商户 怕都脱不了干系 他要的是江南的钱两 呵呵 当覆盖的范围扩大到无限大之时 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别人也和我们一样 都绑在一条船上呢 清朝之下 烟瘾玩卵 就是这个道理 林婉容缓缓说道 大小姐凝神沉思了一会儿 轻轻点头道 林三 你说的不错 或许来了 谁也无法抵挡 担心也是无用 他神色中闪过一片坚定道 良心说的好 我们萧家虽是负导人家 却也不是任人欺负的 若是将我萧家逼急了 我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萧玉若说话间 神色一片坚毅刚强 与萧夫人说话时的神态 有七八分相性 果然是一脉相承的女强人 林婉容心里暗自叫了个号 大小姐果然有性格 她想了想到 大小姐 昔日在杭州之时 我听徐大人说过 夫人昔年在京城 也有许多固有 若真是有事 想来不会撒手不管 大小姐摇头道 这事情我从杭州回来 就已经问过娘亲了 她说西连在京城之中 与这些人都是泛泛之交 说不上熟悉 何况 她已离开京城多年 那些固有 早已不知身在何方 若真是祸事上门 我们怎能寄希望于别人 我小家虽都是妇道人家 但一向诚信经营 清白做人 无愧于天地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就算是死 也要死得有骨气 绝不做那魅言挪骨之事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3W点爱听话一趟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3W点爱听话一趟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54集 点播燕南飞 嗨 大小姐还真是刚烈呀 我喜欢 宾婉仍呵呵乐道 大小姐 我这人胆小 你可别吓唬我 什么鬼啊死的 说的这么严重 像生理死别似的 大小姐展颜一笑道 不说的严重些 哪能认得住你 我们小家不做违心之事 但是你吗 那就保不准了 也不知道做个多少坏事了 林婉容哈哈一笑 吃我找 大小姐也 今天将这幕后之人告诉大小姐 就是希望大小姐提高警惕 莫要上了坏人的道 大小姐轻笑道 我谁都不怕 就怕上你这坏人的道 林婉容一笑道 既然大小姐这么开明 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话说回来 今儿我得罪了这个什么小王爷 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你想想 这事在金陵闹得人人尽知 而对成王爷父子又是出了名的贤王 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典型 绝不会因着这事让人落了口时 背上个不能容人的骂名 照我看来 经此一事 小家反而比以前被他们虎视眈眈的盯住 要安全的多了 林婉容冷静分析道 至于他们若真的要造反 那就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事情了 要来总归要来 担心也没用 我们只管生意照做 银子照赚就是了 大小姐点点头 与她说了这些话 心里踏实了许多 心情也逐渐好转 望着她倾笑道 原来你早就打了这鬼主意 难怪那般嚣张 我嚣张了吗 林婉容喊冤道 大小姐你也看到了 我一向奉行的都是保守政策 只要不惹我 我一般不会主动进宫的 大小姐不说话了 望着那清清荡漾的湖水 微微一探道 若是人世间 没有这些烦恼的事情该多好 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想的太多 痛苦就越多 不如什么都不想 林婉容感慨一笑 生命苦短 若是都像大小姐这般 整日愁眉紧索 只顾工作 那一辈子活得也没什么意思 大小姐忽然斩眉一笑道 林三 你说那乐小姐生的好看吗 哼 说了半天 怎么又扯回到这个问题上了 见了大小姐期盼的眼神 林婉容不想瞒她 点点头道 好看 十分的好看 大小姐眼前低垂 两朵红云浮上脸颊 柔声道 那我和 那我和乐小姐 哪个更好看 这种既头疼又没营养的问题 真的很难回答 林婉容打了个哈哈道 都好看 都好看 平心而论 大小姐与洛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女子 相貌皆是十分的出色 洛宁盛在开朗大方 温婉宜人 萧玉若则是一副女强人风范 高傲坚强 难以征服 大小姐听她答的圆话 小鼻子一皱 不满得道 枉我方才和你好生说话 你这样打我 便是夫人 你是怕得罪了我 还是怕得罪了她 哼 我又不是你老公 要敷衍你干嘛 这个 大小姐 你真的要我说实话吗 林婉容为难的道 那是当然 谁有功夫听你说些瞎话 萧玉若羞涩的道 这个 说老实话 洛小姐笑起来 萧玉若心里挑了两下 才听她接着道 和大小姐一样好看 萧玉若恩了一声 脸上泛起点点红韵 营牙紧咬 轻声道 你这人 就会说些好听的话哄我 哼 我的大小姐 你难道没有听出来 这根本就是同一句话吗 只不过换了个说法 效果竟然完全不同 女人的至上 果然不可琢磨 不过呢 你哭起来 比她好看 林婉容笑着说道 大小姐心里一跳 羞道 你说这些做什么 我不要听了 你几时见她哭过 是啊 正是因为没有见过 陆小姐哭 所以我才觉得 大小姐哭起来比较好看嘛 林婉容哈哈笑道 大小姐这才醒悟过来 又上了她的当 方才可不是在她面前哭了许久吗 让她这般看清我了 她羞红了脸 狠狠说道 与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又没正经了 今日之事 我们谁也不许再提 大小姐的性子越来越不可琢磨了 说了几句话 就红了脸上了小叫 一路回到肖家 都再没有跟林婉容说过话 想起方才胡编 大小姐时哭时笑的小脸 再往往此时大小姐脸上的严谨之色 林婉容忽然有个奇怪的感觉 这小妞是不是有两个人扮演的 变脸也太快了点 林婉容也没空管她了 今日在老洛家里又是对对子 又是跳大神的 玩的也累了 正要好好休息一下 忽然听到丫鬟小翠在门外叫道 三哥 三哥 林婉容开门出去 小翠递给她一个包袱道 三哥 大小姐叫我来给你送衣服了 林婉容接过一看 正是杭州归来之后 让大小姐拿走的几件脏衣服 如今洗得干干净净的送了回来 衣服上还带着点点淡淡的肥皂香味 林婉容接过衣物 道了声谢 笑道 小翠 这衣服是哪位姐姐替我洗的 洗衣灶可是用了不少呀 花去了好几两银子吧 小翠摇头道 我不知道 一直都是放在大小姐房里的 放在大小姐房里 哈 不会是大小姐洗的吧 这小妞转性子了 林婉容心里疑惑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 大小姐似乎忘了玄武湖边发生的事情 又恢复了往日女强人的本色 整日里与管事们商议着接收桃家的店面 因为宁小王爷带来的忧虑 已经完全不见了影响 林婉容本想偷偷懒的 哪知大小姐却看住了她 大事小事都是带上她 又详细为她解释经营的过程 看那样子 是真的要把林三 培养成肖家的栋梁了 难道是要让我当第三把手 林婉容看得心里暗笑 这些简单的经营理论 她熟得不能再熟 哪里还用大小姐教 她去教大小姐还差不多 不过大小姐这么照顾她 怎么也要给点面子 她便整日装作虚心受教的样子 大大的满足了大小姐的虚荣心 这几日确实是忙 香皂作坊开工好几日了 林婉容好不容易抽了功夫去看了一下 见整个生产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进行 心里才放下来 这肥皂的工艺比香水简单多了 大规模生产起来也格外的方便 没几日便大规模上市了 香皂这个东西着实神奇 一上市便遭到了太太小姐们的哄抢 大小姐吸取了上次的经验 定价绝对不低 却依然供不应求 肖家连续推出内衣香水香皂 再将这两地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谈起肖家 人人都会想起香水与肥皂 反而对他们的主业不匹与丝绸想不起来了 肖家隐隐忍然已经成为了化妆品和女性时尚的代名词 当日落老夫人寿宴之上 肖家动才子玩戏法 为南方世子大大的争光 在金陵人尽皆知 再加上杭州晴宇楼之事 从此金陵再无人敢轻看肖家 肖大小姐的威望也大大的提升 这种情况让肖大小姐信心大增 正琢磨着将接收过来的陶家店铺 改装成砖营香水香皂 女子内衣的砖营店铺 一时之间 肖家生意风生水起 势头极盛 日子虽然过得惬意 但是林婉容心里清楚 肖家的生意越好 那就意味着 前往京城的日子越近了 还有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过年了 过完年 就北上京城寻清玄 玉双也跟着去京城求学 唯一让她担心的就是瞧瞧了 这丫头乖巧可人 要丢下她一个人 还真是舍不得 也放心不孝 虽然有着青山和洛远几人照料 但是洛民在江苏 也不是一手遮天的 还有一个成德在虎视眈眈 青山和洛远他们搞的红星 又与成德撑腰的黑龙会有冲突 虽然有洛民安排的人马暗中保护 但在老狐狸自己都无法保全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顾及到乔乔呢 林婉容越想越担心 乔乔这妮子可是老子的心肝宝贝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事情 最好是把那个成德搬倒了 那在金陵城就无人敢惹青山 瞧瞧也就安全了 老子走得就高枕无忧了 可是要搬倒这个姓成的 哪就那么容易 即便是洛民也没有把握 何况成德背后还有那个宁小王也撑腰 他一路盘算着 越来越是想念瞧瞧这妮子 在萧家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急急往酒楼赶去 到了酒楼门口 却看见青山急匆匆的往外走 董青山见了他一愣道 大哥你怎么来了 这几天林婉容在萧家忙得团团转 好几天没来酒楼了 也不知道青山和洛远这两个小子 在忙些什么 林婉容见他面带凶容 杀气腾腾的 便笑着道 青山 你这是做什么 打架去吗 董青山将他拉过一边 小声道 大哥 你来得正好 我和小远正商量着去找你呢 怎么了 林婉容问道 那个吴正胡和他手下的杂碎们 怕是忍不住了 这几天正在调兵险下 看样子 想向我们动手了 董青山轻声说道 林婉容点点头 年底了 黑社会活动猖狂 要捞点活动费 从古到今都是一样 他看了青山一眼道 那你和小洛准备怎么办 董青山狠狠的扬了扬手腕 猛的砍下去道 打他够日的 见林婉容微笑 青山急忙道 大哥 这次我们可不是鲁马 这是我和洛远商量之后的结果 这段时间 红星发展很快 完全有实力和吴正胡他们一拼 即便打不赢 也能让他活不成 洛远也赞成我的意见 一个是老牌黑帮 一个是江湖新贵 火病一常在所难免 但是林婉容看的却是 这背后隐藏的东西 吴正虎这么急着要铲除一击 是不是承德在背后指使的呢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意味着承德 有什么大动作了 特别是前些日子 那个宁小王爷又这么凑巧的来到了金陵 他们商量些什么呢 红星的事情 林婉容早已放手 让洛远和青山去干 反正背后有洛远这只老狐狸出谋划策 他也不用担心 林婉容点点头 道 青山 你们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去做 我永远支持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往前走 迈出了一步 就永远不要后悔 下手要狠 斩草要除根 绝不能留情 你把这话也转告给小洛 一定要谨记 董青山黑黑笑着舔了舔嘴唇道 大哥 我记住了 放心 我们下手 绝不留情 林婉容点点头 青山这小子 干别的不行 打架起来 就是一横的要命的主 谁都不怕 混黑社会就得有这种气势 也许让青山他们闹一闹 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不管怎么样 离开金陵去京城之前 一定要想办法将这里的隐患解决 这样才能放心去寻清玄 对了 青山 你姐姐在吗 林婉容见嘱咐的差不多了 顿时想起自己来的正事了 大哥 姐姐这两天正在为酒楼的事情发愁呢 青山皱眉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林婉容急忙问道 姐姐要收购到秦淮河边的那家酒楼出了问题 姐姐正为这事发愁呢 董青山道 哦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与那家酒楼早已签好了契约 那家本来说近几日就要将酒楼交于我们装修 可是前日姐姐去的时候 那人口风却又变了 说是这酒楼卖的便宜 想要姐姐加银子 青山将这事情说了个大概 林婉容一听就明白了 准是那老板见钱眼开 想要坐地起价 便笑着道 那契约都签了吗 董青山点头 当日和大哥你商量完毕 姐姐连夜就和那老板签了契约 可是这人在金陵也有些恶名 姐姐也不敢过分相逼 说是怕这人以后上门来寻仇 寻仇 不是 这也太搞笑了吧 家里就是开非社会的 还怕恶人 瞧瞧也太善良了些 林婉容哈哈笑道 恶人 青山 还有比你更恶的人吗 青山黑黑一笑 大哥 我明白了 先前我还担心姐姐责磨 现在有了大哥撑药 我什么都不怕了 明日 我就带着兄弟们收保护费去 我是 这青山也真是的 三级话不离本行 林婉容笑着拍了他脑袋一下道 你小子 怎么不开窍呢 哪有自己收自己保护费的道理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55集 演播 燕南飞 大哥 我不特明白 青山直白说道 靠 你小子干饭吃的不少 怎么就不开窍呢 林婉容又好气又好笑的道 乔乔已经签了契约 那酒疗就是属于咱们的了 你还去收谁的保护费 董青山一拍脑袋道 哎呦 我怎么就一想起来呢 大哥 我明白了 明天我就带几个兄弟赶过去 将那个狗杂种拎出去 看他怎么横得起来 林婉容点头道 这才像黑社会嘛 你明日去 男是回自己的家 怕他什么 带上契约 如果他敢不同 你就直接将他扔出去 就算是官府来了 你也不怕 他娘的还没天理没王法了 竟到黑社会头上 抢起地盘来了 青山高高兴兴领而去 林婉容上了楼来 就见瞧瞧那丫头坐在窗边 绣眉清索 正提着小凯 写着些什么 林婉容走了过来 却见这丫头正在记证 自己绢绣工整 看得很是舒爽 林婉容见他发愁 无奈地摇头笑笑 这丫头 还是过于善良了些 他在瞧瞧耳边 轻轻一笑道 小八戴 是在想大哥吗 瞧瞧耳边一热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身后说话 心里一喜 急忙转过头道 大哥 林婉容巴的一下 亲在他小脸上 笑嘻嘻地拉住他手道 傻丫头 有了为难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大哥 瞧瞧又喜又羞道 大哥 你坏死了 你在小家那么多事情 我哪能再让你担心呢 林婉容呵呵一乐道 我们夫妻本是一体 你要不说我才担心呢 下次要是有事不告诉大哥 我就拉你屁股了 他说到一体的时候 魔掌早已轻轻抚上瞧瞧纤细的腰枝 轻轻轻摸索起来 听他说夫妻一体 瞧瞧脸色烟红 身体发热 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 再无半丝力气 见这丫头如此温婉可人 对自己用情深到极处 林婉容心里一叹 他日我若是 他日我若是去了京城 这丫头还不去了魂魄 真苦了我的宝贝啊 他心疼瞧瞧 为他安危着想 扳倒成德之心 更胜了 恰恰 你听我说 林婉容帮过他身子 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道 待人宽好 本是你的优点 但是过于宽好 失了法度 那也就变成纵容恶人了 尤其我们现在是在做生意 生意场上的美良心事情 咱们不干 但是 我们也不做那受欺负的冤大头 乔乔羞涩一笑道 大哥 乔乔知道了 其实也并非乔乔 这么有坏人 只是秦怀河边的那老板 想要多收银子 又不知道从哪里 与多指挥史代公子 攀上了关系 对在那般嚣张 我是怕为大哥惹上麻烦 才会有些担心的 林婉容将他抱在怀里 轻轻地 小宝贝 你放心 大哥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麻烦 以后 这种纵横百合的事情 就交给大哥来解决 你呀 就好好地当着掌柜的就行了 乔乔恩了一声 小脸饭韵 将头靠近他怀里 轻轻道 大哥 你对我真好 林婉容心里惭愧 说上一句甜蜜话 这小丫头就知足了 也太好哄了些 说实话 自从进了萧家之后 他与巧巧相处的日子 没有几天 这逆子痴心不改 整天念着他 盼着他 他却又是玉霜 又是清玄 又是仙儿的 想想还真是有些不好意思 唉 多情也有多情的烦恼啊 他黑黑一笑 却把乔乔搂 却把乔乔搂得更紧了 眼前同时浮起玉霜 清玄 仙儿几张不同的面容 如果多情是一种错误的话 我也只有一错再错了 他为难地想到 两个人温馨了一阵 悄悄忽然抬起头道 大哥 你是不是送了乐姐姐一颗钻石 汗呢 谣言就是这样传播的 我明明是送给老太太的 怎么传出来就变成我送给洛宁了 林婉容急忙道 没有 绝对没有 那是洛老太太坐舍那天 我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赏赐给洛宁了 跟我无关 瞧瞧眼唇一笑道 大哥 我说说而已 你慌什么 洛姐姐前几天 来与我商谈那赞助师会的事情 我看见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坠子 那钻石也不知道是找谁镶上去的 好看极了 我还以为是大哥送给她的呢 钻石项链 我靠 洛宁这小妞挺有才的呀 竟然能想出这么个主意 甭管是什么样子的坠子 箱上这钻石 那绝对是品味非凡 林婉容笑着道 他那颗钻石很小 不及我送你的三分之一 赶明儿 我问清楚了它在哪儿香的 咱们也给你打个坠子 箱上这钻石 我的瞧瞧宝贝戴上 那就成了天上的小仙女下凡 叫所有人流口水 听她满口跑火车 瞧瞧脸染红霞 轻道 大哥 我哪有你说的那样好看 洛宁姐姐 那才叫美 我的瞧瞧在我心里是最美的 她没心没肺的调笑道 心里又偷偷在这句话之后 加了之一两个字 即便是明知 她在说些好话哄自己 瞧瞧听得也是欢喜 靠在她怀里道 大哥 我听您姐姐说了 那天寿宴上的事了 哦 小宝贝 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 别人说我坏话的 你就应该塑小了百倍听 因为 那十有八九是假的 说我好话的 你就应该放大千倍去听 因为 那十成十是真的 林婉容黑黑一笑道 不知这位洛小姐 说的是真话呢 还是假话 瞧瞧咯咯笑道 您姐姐对你那么好 怎么会说的是假话呢 对我好 哈 而我一千两银子去办师会 这也叫好 不过既然她是瞧瞧的闺蜜 我也就马马虎虎不计较了 只把那个赛事会办成个广告发布会 也就行了 您姐姐说 那天你一人独斗北七省迎联之王 为我们南方世子 争得了荣光 人人敬佩 还说你英勇机智 有勇有毛 戳穿了那牛鼻子老道的骗人把戏 是真正的有些积蓄 瞧瞧望着她说道 眼中闪着浓浓的情意 瞧瞧瞧宝贝 你也知道 大哥我这个人呢 我依然一向谦虚低调 对人对事极为争吵 你的宁姐姐说的这些事情 虽然有点淡化了我的作用 不过 也勉强接近了事实 林婉容大意凛然的说道 宁姐姐还赞你 对事情见解独特 待人看似顽皮 实在真诚 是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瞧瞧笑着说道 瞧瞧 把账本拿来我看看 林婉容突然道 大哥 你有账本做什么 瞧瞧祈祷 这妮子在你面前 说我那么多好话哄你高笑 我来看看 是不是她多骗了你 一千两银子 林婉容笑着说道 瞧瞧捂着小嘴 咯咯娇笑起来 大哥 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您姐姐是真心夸你的 她还说你 欲人三分冷暖 知心十分真情 我还是首次 像她这样夸人呢 这个确实过分了点 怎么能把我描述的 这么好呢 尤其是在我老婆面前 不是明摆着要挑拨我们的关系吗 林婉容见到了瞧瞧 所有的烦心事都抛开了 两个人说说话 做些谁输谁亲嘴的游戏 看那小妮子满面羞红羞色难卖的样子 感觉要多美好 就有多美好 老董 老董 老董上楼的时候 看见林婉容与瞧瞧相谈正欢 立即满面含笑的叫道 贤婉婉 林婉容 脸上有光啊 好不容易有功夫和瞧瞧聊聊天 恋恋爱 又来个老岳父捣乱 林婉容急急忙忙拉着瞧瞧下楼去 却见三楼的窗边站着一个轻瘦的人影 正遥望玄武风光 身影有几分眼熟 那人轻悦的声音响起来道 现君飘荡一须舟 来坐亲怀时日游 谁喜缠心督眼镜 山共诗语总没愁 雪中秤兴真了耳 春尽思归 却罢休 何日五湖从散离 众鱼万尾 举千头 这是哪家的才子 赢得一手好诗 林婉容忙着和瞧瞧谈恋爱 懒得去看她 正要拉着小宝贝继续下楼 忽见一个人 笑着站在自己面前道 林公子 林婉容抬头一看 却是一品带刀护卫高求 自从那日赶走了桃鱼 有几日没见着他 他怎么还没回到徐卫身边去 林婉容抱拳笑道 高大哥 你怎么也在这里 没回杭州去吗 高求笑着道 我就一直戴在这金灵 那日老太太宴席之上 公子发威 我也是亲眼所见的 林婉容黑黑一笑道 惭愧惭愧 威脸还不够 高大哥来这里喝酒吗 好鸡好鸡 这一顿我请了 高求见识过他整只桃东城的手腕 知道这人不可以肠里肚子 笑着说道 谢过公子 我今日来此 可不是为了喝酒的 是有人想要见你 林婉容想起刚才那个 看着有几分眼熟的身影 忽然一拍脑袋 嘿哟 我说是谁这么骚呢 原来是徐卫这个老头亲来了 他急忙朝那边看去 却见那窗边的身影转过身来 骚骚一笑 不是徐卫还有谁来 徐卫望着他 轻抚胡须笑道 林小兄 近日可还安好 宁小王爷刚走 这老徐就跟着来了 林婉容 黑黑一笑 上前抱拳行礼道 徐先生 我这些时日好的呢 您过得可好 您夫人过得可好 徐卫知道他提起的是苏清莲 他活了一把年纪 还要被这小子调笑 自然是老脸一红 急忙的 都好 都好 托林小兄的福了 林婉容心里高兴 老徐来了可就好了 徐文长那是谁啊 明镇天下的才子 皇帝面前第一宠臣 忠臣 重臣 要有他帮忙 搞定那个成德 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老徐就是救难来的呀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 林婉容也懒得管老徐来此 是什么目的了 能用得着就是了 他急忙拉住 乔乔的小手道 乔乔 快些过来拜见徐文长先生 文长先生 乔乔一惊 他也是读过诗书的女子 文长之名 焉能不知 见眼前老者 神情和蔼 面带微笑 他急忙行礼道 民女董乔乔 见过文长先生 林婉容笑着介绍道 文长先生 这位是乔乔 也是我的娘子 徐文长 常常的呃了一声 对他眨了个眼 笑着道 乔乔姑娘 果然是玉帽花言 与林小哥 相配至极 瞧瞧听 大哥在外人面前 称呼自己为娘子 心里休息 急忙乖巧地 立在了大哥身边 林婉容 请徐文长 请徐文坐下 说道 徐先生 您怎么有空到金陵来了 行着的事情都了了吗 了结了一半 徐文望着他 意味深长地笑道 徐文长这句话说得大有深意 林婉容 当作没有听到般 笑着道 既然文长先生来到了金陵 那说不到 要多住上些日子 看一看这玄武风光 秦怀没讲 相信会不需此行的 这秦怀和尚的风光 可妙得很啊 徐先生这种风流人物 想来是不会错过的 徐文长甘笑了几声 道 老朽此次来江南 时间紧迫 秦怀风光虽好 只怕老朽也没有功夫上门一番了 他停了一下 四周望了一眼 才小声道 不瞒小兄弟说 前些日子在杭州办理白连教一案时 老朽又得到了新的线索 是和这金陵有关 不得已之下 老朽才匆匆忙忙赶到金陵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道 徐先生国之栋梁 又深受皇帝气重 奔波繁忙也是在所难免 对了 徐先生 你是如何知道我在这里的 他绕了半天 绝口不提白连之事 甚为高明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3W点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鸡品家丁》第156集 演播燕南飞 徐卫笑着道 石威仙可是美名传遍江浙 老朽焉能不知 这酒楼不仅生意做得好 而且听说 悬挂了四府天下绝联 老朽对做生意和对联子 都有些兴趣 寄到了金陵 如何能不来着石威仙 走上一遭呢 正所谓文明不如见面 今日一见 果然布置精妙 风格独特 非同凡响 来到这里 又凑巧碰到了小兄弟 看来我和这石威仙 也是有缘呢 徐卫走遍天下 见多识广 石威仙能得到他的赞赏 也算是明智实归了 不过他说什么巧遇 林满荣根本就不相信 高求的哥哥高手 就在洛民手下当差 这保护酒楼的责任 他也有一份 徐卫和洛民又是好友 他想知道自己和石威仙的真正关系 一点也不难 说什么巧遍 分明是直接到这里来等我 尤其是这四伏妙绝天下的营帘 我虽自诩文长 却也接不上来 惭愧 惭愧 徐文长脸色遗憾的望着那四伏对帘 看样子是真的无能为力 林满荣自然小小得意了一把 能把徐文长难倒的 老子大概是天下第一人了 对了 小兄弟 这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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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下帘是何人所对 竟也工整得很 天下之大 果然是能人意识无数啊 徐文长所说的 是那天洛宁送来的下帘 瞧瞧已经让人装表了 将二连合在一起 这天下四绝帘已去了七一 哦 这个呀 是总督洛敏大人的千金 洛宁小姐 在京中的好友对上来的 林满荣笑道 听说这位小姐不简单 是京城京华学院的女教席 还是国子天的祭酒 名字不小 洛小姐的好友 徐文长长的呃了一声 神秘一笑道 原来是她呀 这就难怪了 徐文到来 林满荣这种奸商 怎么会放过这种大好时机 她对瞧瞧哈哈一笑道 瞧瞧 徐大人可是打着灯笼都请不来的大人物啊 快去准备笔墨纸呀 说什么也得请大人 为我们这十微先提上几个字 徐魏的自画 天下文明 价值千金 瞧瞧哪里还不明白大哥的意思 当下 欣喜的准备笔墨纸燕去了 徐魏与林满荣的关系 本就十分融洽 苏青莲又是林满荣做的大媒 提几个字 自然不在话下 当下笑着道 小哥 你不是为难我吗 有你四父迎联在前 老朽 怎敢献丑 林满荣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银子不赚 那绝对不是林某人的风格 徐魏推辞了几句 见笔墨纸燕都已准备齐全 无奈摇摇头 提起笔墨沉吟了一会儿 才含笑写道 此地声歌春载酒 精华灌溉喜未修 调顶河庚穹林燕 飞湖岁月聚文楼 我靠 这个老徐果然有才 转眼之间就能弄出一首小诗 尤其是最后两句 不仅赞了美诗 更是点出了此地的文士兴盛 乃是点睛之笔 别人说这两句不定用 但徐文诚是谁啊 那是天下第一才学 有了这提诗 还不天下才子熊熊倒 无边金银滚滚来 瞧瞧 快拿去 把这诗词装表好了 挂在厅中最显眼的位置 这可是咱们的宝贝 要与天下才子们共赏 林宛容兴致勃勃地叫道 徐文连连拱手道 惭愧 惭愧 林小哥过奖了 讹诈了徐文一副诗词 林宛容这才坐下来 悠闲地与他喝起了茶 徐文望他一眼 笑着道 林小哥 那几日在杭州 老朽便已坚信你才华横溢 非是繁贫 果不其然 回到了金银 小兄弟便一鸣惊人了 哦 徐先生这话是从何说起 林宛容奇怪问道 徐文朗声道 小兄弟莫要谦虚了 前几日落老夫人宴会上 你依人斗败那银帘之王 沈半山 各个帘子都是经典非凡 早以为江浙才子津津乐道 小兄弟难道不知吗 哦 这个呀 我一向对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不怎么在意 林宛容腼腆说道 徐文放声大笑 小兄弟果然非是唐人 老朽 佩服之志 不过 他声音一清道 小兄弟名声虽然在外了 却也无意中开罪了些人 就像那日宁小王爷亲自贺寿 你却博了他面子 难道就不怕得罪于他 大人 你不会是吓唬我吧 像我林三只是一个小小家丁 既无权又无事 大不了做了点小生意 那小王爷是何等人物 皇子龙孙 黄金国戚 眼光是多么的深远 胸怀是何等的辽阔 我只是与他的门人 切磋了一下技巧 相互促进一下而已 他怎么会与我计较这些呢 林宛容打着哈哈说道 小兄弟果然胸怀开阔 老朽 佩服之志 徐卫望着他笑道 不过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小兄弟 仔细考虑过没有 见林宛容树耳细听 徐卫接道 小兄弟与白连教有戏 对他们定然是深恶通绝 朝廷也数次围剿 决心颇大 奈何这中间颇多曲折 围剿数次 皆是无功而返 这是何道理呢 白连教发迹于山东 为何在这江苏竟然如此猖狂 这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杭州白连一案 前涉虽广 但总算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只是这江苏为何就失控了呢 徐卫这一番话 像是自言自语 却是故意说给林宛容听的 林宛容黑黑一笑 徐老头你好心思啊 故意引我说话 我要是不弄点什么 岂不是太辜负了你一片盛情 他眉头一皱 道 徐大人这样一说 我想想还真是觉得奇怪 为何这江苏的匪欢就如此猖獗呢 他将那日经过剪些重要的说了 然后道 当日我和萧大小姐被白连匪人掳走 中间也颇多疑虑之处 其一 官府多日未曾侦查到白连阻迹 为何 陶公子能够轻易找到 其二 陶公子为何能借到齐步营的兵马 而且在匪徒将退的时候 恰恰杀上山来 其三 齐步营兵士众多 又是将匪人包围 为何白连匪人仍是不翼而非 这三件疑问 一直在我心中徘徊 至今不得其解 另外 我当日在匪人之中 曾经接触过三个匪手 其中之一 就是被大人拿了的陆中平 另外两个 和他一般大的年纪 其中一个是这二人背后的主子 听他说话气势 出身必是非凡 这其中果然玄妙多多 小弟实在是搞不明白 他说话半寒半露 徐卫哈哈一笑道 林小兄乃是决定聪明之人 哪还能不知道其中厉害 只是小兄弟不愿意说明罢了 也罢 老朽便食言相告吧 我此次来江南 参与江浙两地的年会 只是表面差事 真正要紧的事情是 他扬起手来 微微一笑 又狠狠砍了下去 道 灭着白莲 好啊 好啊 林万荣鼓掌笑道 大人为我百姓着想 小弟实在是佩服之志 徐卫正色道 杭州一案 小兄弟也看到了 这白莲教乃是一群乌合之众 除了会装神弄鬼 欺骗百姓之外 其他的本事都是寻常 想要剿灭 亦非难事 那为何黏黏脚 却总是灭不了呢 林万荣满含深意地问道 徐卫点头道 这就是方才小兄弟 所疑惑的正结所在了 咱们大华朝 忠臣良将无数 但是 奸命小人也并非没有 这白莲匪患 正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 在背后勾结支持 才会这样的唯非作歹 现今北方重固入秦 那有白莲作乱 正是我朝内忧外患之计 明年春天 北方将要用兵 白莲匪患一日不出 便如国之浓疮 痛便全身 劳修此来江南 一位清教白莲 二位斩断背后魔爪 还我大华一片朗朗乾坤 再携我全体子民 驱出达鲁 共遇胡人 重造天朝盛世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 徐文长演讲的功夫 不是一般的强 国仇家呢 目前还轮不到林满荣来关心 他只想金灵太平 不要让乔乔遭遇到任何的危险 只是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 小王爷未走 徐卫又来了 再加上洛敏那只老狐狸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和徐卫说了几句话 林满荣心里有了底儿 这个徐老头 就是专门为清剿白莲匪患而来的 听他话里的意思 不仅要除匪患 还要除官患 其中的含义 不言自明 徐卫临走之前正色道 林小兄 我今日之言乃是发自肺腑 绝无隐瞒 在这江苏境内 我能信任的人屈之可数 你就是其中之一 他日若有为难之处 还望林小兄能助我一臂之力 这应该就是徐卫 来寻找林满荣的目的了 正如他自己所言 这江苏境内 白莲教的势力猖狂 他能信任的人除了洛民 就是林满荣了 看这个老徐够哥们 林满荣也不再打花枪 许儿 带兵打仗的事情 我一窍不通 不敢多言 不过大人既然知道这些匪寇之后 有人撑腰 这保密的事情 自不用我提醒了 另外 这江苏之病 怕是不能再用了 大人还要仔细思量才好 徐卫眼神一闪道 小兄弟果然精明强干 却如小兄弟所言 此次围剿 老朽执了皇上亲赐的兵符 调动浙江和山东两地不营 江苏不动一兵一卒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在丛中作梗 私通白莲 还看个屁呀 傻子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你个老头揣得明白装糊涂 林婉容比移了老徐一把 徐卫笑着道 想必小兄弟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凡事都要讲证据 若无罪证 老朽纵是守执圣旨 也是不好办事啊 他这一句似是自言自语 又似是提醒 林婉容猛一醒悟 对呀 罪证罪证 这老头说了半天 就是想要罪证啊 哭 老话说的果然不错 侍女三分郎 事官十分间 还真是不假 他手里有圣旨 又有杭州和山东的兵马在侧 难怪胆气这么重 分明就是在等某些人的罪证动手了 林婉容心里思索 老洛和成德是死对头 手里肯定握有成德的罪证 到时候老子再叫青山找几个机名狗盗之事 刷点小手段 让老徐头带着人马冲进去抓个正着 看他还怎么狡辩 想到这里 他已是得意万分 徐卫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 两个人相望一眼 一起大声笑了起来 瞧瞧望着徐先生 又望望大哥 总觉得两个人笑的竟是一般的奸诈 按照林婉容的意思 徐大人难得来秦淮一趟 自然应该是小弟坐东 到那庙宇房去听听小曲 做做欢乐之事 他和老徐关系不错 压根儿就没把他当成什么朝廷义品 倒是望连兄弟一般的情义 当然 磕头结败那样的俗事 他是不屑于干的 最没品位的人才干那事 斩个鸡头 喝完血酒 就能生不同日死同时 扯淡 哥们儿一起害死人 真正的铁关系 一起扛过枪 一起下过枪 一起嫖过娼 这才是亲力无比 比什么斩鸡头喝血酒有效多了 所以说 去秦淮河边耍耍才是王道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57集 演播燕南飞 徐味听得冷汗沉沉 急忙严明 还有要紧公务处理 他日在与小兄弟欢聚云云 带得高雄急匆匆去了 林婉荣从酒楼出来的时候 天色已晚 迎面跑了一个人大声叫道 三哥 三哥 快些回去 大小姐正到处找你呢 林婉荣急忙凝神细看 那人正是四德 林婉荣拉着他笑道 大小姐寻我做什么 是不是店铺接收完了 大家找我聚餐呢 不是 不是 四德气喘吁吁的道 大小姐让我转告你 说这事犯了 让你自己小心点 事犯了 什么事犯了 林婉荣疑惑不解的道 老子又不玩强暴 又不偷看小姑娘洗澡 哪来的事情可犯 四德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的 大小姐叫我一定 快些寻找你 将这书信交给你 还说 要你一切小心 尽快回府 林婉荣抽开心纸 只见上面用眉笔写着四个 娟秀而潦草的小字 婉莹来了 林婉荣呆了一下 玄机呃了一声 这几天事情多 差点将姓陶的兄妹俩给忘了 那小妞来了就来了呗 能把我怎么样 老子可是什么事情都没干 走到哪里都有理 没做亏心事 还怕你鬼敲门 林婉荣将那书信折起 笑着道 你回去转告大小姐 就说我知道了 事情办完 我马上就回府 四得点头道 三哥 大小姐嘱咐你一定要当心 林婉荣 点点头 让四得回去了 此时暮色已黑 林婉荣寻思着 找老洛去商量商量寻找罪证的事情 便往总督府行去 行至一条小巷处 林婉荣看着有些面熟 依稀记得上次桃东城带了几个家人 围攻自己就是在此处 他黑黑一笑 这些时日过去了 高求的手段肯定已经发生了效力 小桃现在估计正坐在家里 搓那玩意儿 想着怎么让他变大吧 想到得意之处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正要迈步行开 胡婷一声愤怒低喝道 银贼 快拿命来 一道茫茫见光 有如一条吐着杏子的毒蛇 飞快地向他熊前刺去 林婉荣无奈叹气 妈的 为什么每个小牛刺客玩刺杀之前 都要喊这么一句呢 林婉荣黑黑笑着躲开那见识 身子就是冲到那刺客身前 双手急如闪电捏住他手腕 笑着道 臭 这也不是桃小姐吗 怎么了 几天不见 从女侠客变成女刺客了 桃婉荣身着一身黑色一衫 容颜高瘦 脸色惨白 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 怎么不自伤 林婉荣装作不解道 银贼 桃小姐 此话从何说起啊 你 你 桃婉荣银牙都已咬碎 望着这恬不咫尺的人 惨笑道 你这银贼 如我清白 我今日定了杀了你 再以死谢天下 啪 一声清响 却是林婉荣掌力 振断了他手中长剑 桃婉荣啊的一声 只听林三大声吼道 够了 这一声中气十足 无所畏惧 倒将那抱了必死之心的桃婉荣 吓了一跳 林婉荣冷哼一声道 桃小姐 你口口声声说我银贼 请问银在哪里了 这种事情叫一个女子如何说得出口 桃婉荣双目血红 指着她道 你 你这贼子 那日打婚了我 你 你做了些什么 我今日与你拼了 林婉荣大意凛然的道 桃小姐 请你说清楚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 你玷污了我 你这哀歉道了 我又杀了你 我又杀了你 桃婉荫 莹荫哭泣起来 恨不得吸了她的血肉 才能甘心 玷污 玷污 林婉荣无辜的睁大了眼睛道 这是从何说起 桃小姐 你莫不是误会了吧 那日我抱着西式宁人的态度将你打婚 又将令兄置于路边 皆是为了你们着想 我知道令兄妹二人是因为那杭州情侣楼上的事情 对我们怀恨在心 但我家大小姐的心胸何怎么开阔 她怎么会与你们斤斤计较 只想这事就这么结果算了 所以才会那般放了你们 否则的话 以你兄妹二人当场截到 就算将你们击杀再当场 你也是无话可讲 林婉荣口灿莲花将黑得说成白的 天还阵阵有词 一丝破绽也不曾露出 桃婉荫见她表情无辜之极 不似在说假话 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种更不祥的预感在她心里生起 她怒声道 你说谎 林婉荣黑黑笑道 我说谎 桃小姐 我林三对天发誓 若是当日玷污了桃小姐的清白 便从此生儿子长两个小鸡鸡 桃婉荣兴怒焦急道 你无耻 林婉荣丝毫不以为意 哈哈笑道 桃小姐 当日从杭州返回 我们一行多人 一直都和大小姐在一起 行路那般匆忙 哪里有空闲 有心情去玷污你 大小姐是那种恶人吗 那荒郊野外 就算你喜欢打野仗 我还担心蛇虫鼠蚁呢 再说了 我这人的品位不算高尚 但也绝对不差 也不是什么货色都愿意上的 你这样血口喷人 说我玷污你 对我名声是极大的侮辱 若你不向我道歉 我明儿便到福音衙门去击鼓鸣渊 状告金灵福音女工人 桃婉莹小姐侮辱我清白 要福音老爷还我一个公道 论取斗嘴 天下无人是林婉荣的敌手 桃婉莹不信她 但是对萧玉若是绝对相信的 萧大小姐 绝不是那种纵容 吓人行凶的人 难道真的不是她 是我婚了以后被别人 这一惊之下可不得了 后面的什么话 她都听不进去了 她指着林三道 你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是 这小妞太好骗了 林婉容心里乐开了花 脸上一本正经的道 桃小姐 你看到了 道嘴你斗不过我 打架呢 更不是我的对手 我有这个必要在你面前说谎吗 再说了 我这个人天生就不会撒谎 你 你真的没有做过 桃婉莹的声音颤抖着 无比紧张 无比紧张地望着她 如果真的如林三所讲 不是她所为 那就太可怕了 早知如此 倒还不如便宜了这林三 桃婉莹面无血色 浑身轻轻地颤抖了起来 桃小姐 我早已说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昏迷之后 大小姐怕你醒来之后尴尬 就命人将你放置在某处树林之中 然后我们先行离去了 其他的事情 我一概不知 老实说 像我们大小姐这样以德抱怨的好人 我还真没见过几个 我对她佩服的五体头顶 你遇到她 算是走大运了 见桃婉莹神色不断变化 林婉容心里暗笑 恶人自由恶人魔 你这小鸟 这次总算知道了 被人欺负是什么滋味了吧 他们当初离开那山谷的时候 正听见桃婉莹醒来的一声尖叫 这件事便是林婉容亲自安排 当然知道这里面的曲折 她自然也不会主动说出来 她只是装作奇怪的道 桃小姐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被玷污了 莫不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桃婉莹浑身颤抖泪如雨下 如果真的如林三所说 他们将自己放下之后便撒手不管了 那自己醒来时身上的青肿 身下的血迹 难道是路过的贼人所为 她面色煞白 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如果是那样 她宁愿侮辱自己的是林三 林婉容哪里知道这小妞心里这些奇怪的想法 黑黑笑道 对了 桃小姐 那日将令兄她放在路边 也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了 桃婉莹此时已经有几分相信了她的话 忍住悲痛道 我在林中醒来之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惊又怕之下 就沿原路返回 发现哥哥在路边昏迷不醒 后来 就远我们的家将赶到 说是哥哥中了迷药 要一两天才能醒来 就将她带了回去 僵养了这段时间 林婉容饿了一声 那日给桃东城灌了半包的蒙汗药 那小子不昏迷才怪 再加上高求特殊的手法 桃东城下半辈子已经完了 这也算是她作恶的报应吧 林三 我那日林中醒来 浑身衣衫破烂 身上又轻又肿 怕是 陶婉莹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哭泣道 怕是被人玷污了 陶婉莹原本性格顽劣 喜欢一位袒护亲近的人 经过这番苦不堪言的折磨 早已磨去了她的烈性 假之这件事不能被人所知 一直苦苦埋在心里 今日遇到了林三 她乃是知情之人 她似乎忘了以前与她的嫌隙 一下子爆发大哭了起来 衣衫破烂 浑身轻肿 呵呵 最让你恐惧的 应该是你身下的那几滴血迹吧 哎 普及生理卫生知识 真的很重要 哦 哦 这个 林婉容强忍住笑道 这怎么可能 我们离开的时候 附近并没有见着人啊 她停了一会儿 自言自语道 难道是附近打柴的侨夫 山林中的野人 一祸路过的小蛇 陶婉盈却再也忍不住 缓缓蹲下身去 眼面痛哭了起来 老子是不是太卑鄙了点 见这小妞儿哭得伤心欲绝 林婉容检讨了一下 玄机又道 这小妞三番两次拿刀要来杀我 我只不过假杀了她一次 这个难道也算卑鄙 哎 世界上最忠厚仁慈的莫过于我了 陶小姐 你先不要哭去了 我来问你几件事情 林婉容和颜悦色的道 陶婉盈连逢迭变之下 对这个以往看着处处不顺眼的家丁 心里上已经变得亲近了许多 她抽叶着道 你问吧 林婉容点点头 笑道 陶小姐 你怎么判断自己被玷污了呢 难道就是因为衣衫破烂 浑身轻肿 哦 这个 当日为了避嫌 大小姐是派的几个丫鬟照顾于你 他们将你放在山林里就下来了 你也知道呢 他们当日的行为着实恶劣了些 大小姐虽然不愿意与你们计较 但是这些丫鬟姐姐忠心无比 他们可不会这么想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在你身上捏几下打几下 你的衣衫破了 身上伤了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说 是不是 陶婉营嬉戏相来 当日就像鬼迷了心窍那般为难他们 有丫鬟趁乱抱负一下自己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哽咽道 不仅是这样 我醒来之后 发现 发现什么 林婉容心里大乐 难得这个野蛮泼辣的丫头 乖巧一次 不好好调戏一回 实在对不起大小姐受的委屈 陶婉嬉又羞又苦 可是眼下除了林三之外 再无可诉之人 她咬牙梗道 发现身下有血迹 这小妞还真是个笨妞 林婉容再也忍不住笑的 原来是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啊 有血迹能说明什么 难道不会是阿猫阿狗的鲜血啊 陶小姐 以我林三纵横沙场 越近白女的经验来看 小姐体态自然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玷污 你是不是疑心病重了些 林三 你说的是真的 陶婉嬉嬉一下抬起头来 惊一道 什么月近白女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连我自己都看不出 她脸色艳红 说不下去了 只是看看林婉容的眼神 却多了一份奇迹 林三的一句话 让她早已破灭了心 又有了缓动的迹象 老子强烈要求开设女子学堂 又板公子亲手施教 专授妇科知识 林万荣心里感慨 无奈摇头笑道 陶小姐 你就别管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件事情其实简单至极 你回去之后 找几个上了年纪的婆妇 悄悄检查一番 一切都可水落石出 又何必在这里自己吓唬自己呢 陶婉宁醒来之后 便以为自己受了玷污 哪敢找婆妇检查 此时听了她一番推理 顿时觉得大大的有道理 亲丝活了几分 望着她欺然道 林三 你真的有把握 我没有受侮辱 废话 我亲自干的事情 我还不知道吗 林万荣黑黑一笑道 莫要问了 回去一查便知 保证还你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山 陶婉英英唇一咬 泪珠滚滚道 林三 谢谢你 这一次 真的是我错怪了你 难得你这么宽宏大量 我 我 感激不尽 她说完话 转身挤走 迅迹没入了夜色之中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三W点爱听话 听小说尽在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极品加丁 第一百五十八集 演播 燕南飞 林万荣看着断在地上的半截长剑 叹了口气 哎 这个小妞 还真是有些可怜了 但愿这次能够彻底改了她的性子 被陶婉英这一打岔 到达洛府的时候时辰一晚 问了一下 洛民竟然不在家 林万荣想了一想 定然是徐卫老头 拉了对老狐狸商量事情去了 正要失望而归 却见门口走近一个女子 望着她惊喜道 林万荣望着她雪白镜子里果然挂着一个坠子 那颗小小的钻石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林万荣笑着道 洛小姐果然是匠心独具 这坠子上像个钻石 好看之极 洛宁羞涩笑道 这哪里是我想出来的 是城中古文店的刘月娥姐姐 帮我拿的主意 她的手艺可真的没话说 刘月娥在杭州的时候就帮过小家 林万荣对她有些印象 她既然有这样一手好手艺 能不能我提供钻石 让她镶嵌在项链耳阵上 过完年带到京城去 那岂不是又要掀起一阵炫风 洛宁见她沉思 轻声问道 林大哥 你在想什么 林万荣笑着道 哦 没有什么 本来是想找洛大人商量些事情的 没想到他不在府中 事实上这么晚了 洛小姐怎么也没有歇着 洛宁兴奋的道 林大哥 我这几日正准备赛事会的事情 方才从学政大人那里得到消息 今年的师会 不仅将这两地的才子们报名积极涌跃 就连北方的才子们也来了不少 到时候 怕是热闹至极 林万荣对这种研讨会不感兴趣 他关心的只是他的广告 当下淡淡的呃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了 洛宁知道他的脾性 掩住小嘴笑道 林大哥你放心 你安排的那些宣传语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保准叫你那千两银子不白花 林万荣哈哈笑道 这就对了 还是洛小姐知道我的心意啊 洛宁笑了一下 忽然道 林大哥 我听小巧说 过完年 你又要去京城了 是不是 林万荣点头道 正是 我要去寻一个人 洛宁低头道 林大哥 你要寻的人 可是一个女子 她生的 好看吗 林万荣想起萧青玄的样子 玄武湖畔出界 寂寞小院夜谈 贼窝中相救 漏夜洞中缠绵 虽是相离已久 却依然历历在目 她叹口气 轻道 果色天宵 绝世无双 洛宁清咬秀唇道 那 林大哥 你还会回来吗 林万荣笑道 洛小姐 莫不是乔乔那傻丫头 托你来探我的话 乔乔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她还在这里 我怎么会不回来呢 洛宁淡淡一探道 林大哥 京城 京城 虽是繁华热闹 井下万千 但这里 还有许多气挂你的人 你可一定要回来 林万荣 见她神色之间 似乎有些寂寥 心道 心道 这丫头挺不容易的 眼界太高 找个对象也难 这会儿 肯定心里愁死了 真难为她了 仿洛宁不遇 也就没有了逗留下去的必要 林万荣抽身离去 洛宁送她到门口 忽然开口道 林大哥 你明日有没有空闲 空闲 林万荣疑惑道 若是明日大小姐不拉她去做事 她便是空闲了 洛小姐 要我空闲做什么 莫不是要我去吃茶喝酒耍乐子 林万荣调笑道 洛宁洛洛一笑 林大哥 就会与我说一些玩笑话 我要真是邀你吹茶 怕你又推辞了不去 近日 我与书舍的各位兄弟姐妹 一起准备那赛事会 甚为疲劳 想趁着明日艳阳 与大家出游一番 大家都想见识一下 那日立错审办山的高人 我就带她们邀请你一句了 交友 这些才子才女们的节目果然丰富多彩呀 顿时让林万荣想起了她的大学生活 有意思 有意思 她笑了笑 故意道 洛小姐 不会是又要我暂住吧 洛宁摆她一眼 忍不住笑着说 林大哥说到哪里去了 这次交友 纯粹是大家放松心情 与人前扯不上关系 林万荣哈哈大笑的道 不好意思 纯属职业习惯 职业习惯 洛宁轻声道 这么说 林大哥你是答应了 这个 有免费的吃喝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 林万荣笑着说道 这些时日忙着肖家的事情 事物十分的繁琐 出去玩玩也好 反正不用掏钱 不玩白不玩 白玩谁不玩 洛宁见她答应了 心里甚是高兴 轻声道 林大哥 既如此 我明日早间便在肖府门口等你 对了 我方才忘了告诉你 最近我们虚设进行了一次 国无常公子也入了师社 不是 连表少爷都能入师社 由此可见 才子的质量正在急剧的下降啊 这书社的生意做的十分精明 既招了人马 又收了银子 扩招果然好处大呀 回到府中 大小姐见了她急忙问道 林三 你没事吧 深圳不怕影子写 我能有什么事情 林婉容黑黑道 大小姐白谈一眼 你也叫深圳 我可告诉你 今日 婉影小姐找上门来了 在府门外徘徊了半晌 终于没有进来 我让三德去寻你 你日后可得当心点 大小姐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个连环局 我还怕她不来找我呢 林婉容黑黑一笑 的确 对陶婉莹来说 这就是个计中计 她本来是怀疑林三坏了她清白 气势汹汹找来拼命 带到林婉容施展三寸不烂之朔 将这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陶婉莹连到底是谁做坏事都找不到 那才叫一个凄惨 这本是一环套着一环的连续打击策略 今日她要是心硬一点 咬定以后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依陶婉莹的糊涂 若是连到底谁玷污了她都不知道 怕是要当场发疯了 大小姐听她将事情说了明白 说到生理未生那一节 小雨若脸上一片羞红 瞪着她道 你这人 怎么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天生的坏痞子 林婉容正色道 我这是在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陶小姐以后该当感谢我才是 大小姐哼了一声道 你也不知道哪里寻到这些坏主意 万应一个好好的女子 竟被你吓成了那个样子 谁要是得罪了你 算是自寻了此路 林婉容大声叫冤 大小姐 我这完全可是替你暴打不平 没有一点私心 你可得体谅我 何况 我今日已经提醒过她了 想来她此时已经发现了这事的原委 我这算是磨练了她的性子 是功能一见 小语若笑道 算我说不过你了 坏事被你做成好事 你当的也是第一人了 六十以后 万应发现了 这一切都是你暗地指使 看你怎么和她交代 我交代个屁啊 只是吓了吓她 比起她动辄杀人 善良多了 林婉容不愿与她 再讨论这件事下去 便笑着道 大小姐 明日我向你告个价 你才好好办了几天事 就想着偷懒了 这些时日 你好好学习一下 将来 我们小家就靠你了 大小姐轻轻说道 林婉容听这话 吓出了一身冷汗 就靠我了 什么意思 我虽然喜欢二小姐 可从来没有想过入坠啊 别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扣 她打了个哈哈的 近几日府里和工厂里的事务 都没有前几日那么繁忙了 我也想出去放个风 正好 少爷进来学问盟长 被金陵书社吸纳为了会员 明日他们书社有个交友活动 在少爷的生意邀请之下 我勉为其难的答应与她同去 所以特来向大小姐告个价 以大小姐对洛宁的态度 可不能说是洛才女邀请的 否则就是黄泥把洛库当 不是使也是使了 把担子往表少爷身上一撂 一切都跟我无关 金陵书社 大小姐一皱眉 轻轻道 那洛小姐也去吗 这个 好像没听说她要去 林婉容眼也不眨的说道 心里补了一句 也没听她说不去 如此 大小姐轻轻点头道 那你便去吧 记得照顾好表哥 可别让她受了别人欺负 郭乌常有几斤几两 大小姐心里清楚得很 她能进着出了名的清高书社 定然是花了不少银子捐来的 和那些金陵才子混到一块 她只有受欺负的份 有林三跟在一块 肯定不会吃亏 林婉容欣然道 大小姐你就放心吧 正是考虑到这些 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跟在少爷身边的 呵呵 我看谁敢欺负她 打狗也要看 哦 打少爷也要看大小姐的不是 大小姐看她一眼笑道 你这人 就喜欢胡说 她悄声叹了口气的 要是表哥 有你一半的采取胆量 娘亲也不会整日为表哥忧心了 旭日已早 洛宁果然如约在府门前等候了 男女约会 还让女孩子等着了 实在是罪过 罪过 林婉容洗过脸 穿戴好那身青衣小帽 标准行后 便雄啾啾气昂昂往门口而去 现在这青衣小帽在金陵可是流行开了 肖家的家丁走在大街上更是趾高气扬 林三哥名震金陵 如雷怪耳 要是在大街上不横着走 也太对不起这身皮了 表少爷今天穿的倒是人墨狗样 白色长袍 轻摇小扇 书生帽眼还粘了个红花 衣服我是才子的骚包模样 花钱进了个二流大学 果然骚起来了 林婉容上前黑黑笑道 少爷 我来了 郭乌长和林三是老关系了 他是老领导 没少吃这老下属的好处 当下拉着他袖子道 林三 我刚才听洛小姐说起你也受了邀请 这下可好 咱们可以互相照应了 林婉容当然明白老领导话里的意思 点头道 正事 正事 今日我一定护得少爷周全 骆宁从自己小窖里探出头来道 林大哥 你都准备好了 我们这边走吧 林婉容见天色才蒙蒙料 心里吃了一惊道 洛小姐 骄游用得着这么早吗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 吃了早茶再去吧 洛宁摇头笑道 今日 一位大人物与我们相约了时辰 我们这些身为后生晚辈的 怎能去的晚了 需得早些去 等着那位先生才是正经 大人物 林婉容奇怪的瞥了洛宁一眼 这小妞昨个怎么没说起什么大人物 哭 我这种小人物 最怕的就是见识什么大人物了 洛宁见他面露苦涩 忍不住一笑 对他招招手 带他进了 他从小窖里取出一笼糕点递给他道 林大哥 这是我早上起来做的八宝莲花糕 你就将就这用点吧 那盒子里散落着七八块糕点 其中有小半只 还是洛宁咬了剩下的 洛宁脸上一红 忙将那半块拿了回去握在手中 林婉容祈祷 洛小姐 这真的是你做到 洛宁羞涩道 我自幼没了母亲 父亲又忙于公事 我有偷偷学点手艺 叫大哥尽孝了 林婉容抓起糕点咬了一口 嘖嘖叹道 不仅样子好吃 味道也是好极 洛小姐 没想到你除了会写诗词 这糕点也做得如此好吃 当真是入的厅堂 下的厨房 他心里又补了一句 上的大床 洛宁想起那日 和他说过的择偶标准 文能入相 武能沙场 知道他是故意拿了这事开玩笑 忍不住脸上一红 轻声道 林大哥 你有笑话啊 林婉容哈哈一笑 狼吞虎咽的把糕点塞入口中 乐宁看着微笑 一挥手 小叫便往前行去 由于是书舍的郊游 乐宁与书舍的才子才女们相约的地点 便在金陵书院门口 三人到来的时候 门口已经聚集了三十来人 男女都有 众人一见洛宁轿子旁边 跟着一个脚灯青布鞋 头戴家丁帽的公子 便立刻窃窃私语起来 有几个上次见过面的女子 欢呼着招手叫道 林三哥 人出了名就是不一样啊 处处都有狂风浪蝶勾言 林婉容心里骚骚的想到 走到近前已是抱拳笑道 各位小姐是叫我吗 诸位好啊 在下林三 见过诸位小姐 其他不认识林三的 见了他这副独一无二的标准形头 也都知道了 这必然就是近来风头极盛的小家丁林三了 除了长得还过得去 看不出有什么本事 有几位上次在书院见过的小姐 拉着林三唧唧喳喳的道 林三哥 听说你一个人打败了北七省营连之王 你好厉害哦 三哥 三哥 为老司格朗乌才做秀才 你是如何想出来的 当时的心情怎样 有没有感觉受到侮辱 是不是为了替我们江南才子出头 哎 三哥 你编的句法是从哪里学的 能不能现场示范一下 爱听话 荣誉奉献 永生小说 欢迎登陆 三W的爱听话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三W的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一百五十九集 演播 燕南飞 林满荣苦笑摇头 这些小妞凑到一起 也挺开放的嘛 就是长得可真了点 其他诸位才子 当日参加了宴会的不多 没有亲眼见过 林三是如何立错审办山的 都是听到房间传说 如今望着这个小小家丁 眼中有些好奇 更多的却是不屑和嫉妒 人生百态 皆是如此啊 林满荣将众人神色 一一看在眼中 心里感慨着道 洛宁笑着道 林大哥 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 你心里感觉如何 啊 看来啊 我下次要出本 诗词迎联集结 就叫做林三与盈联 说不定能卖到不少银子 林满荣打趣道 洛宁笑着道 这还用你想 早就有人想到了 现在茶楼酒寺里的说书先生 把你在杭州情语楼的故事 祖母寿宴上的风采 集合起来编成了段子 正在茶楼里宣讲呢 林满荣哈哈一笑 有人做免费宣传 听起来不错 可是我真的很想低调啊 林满荣指的远处几个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才子道 洛小姐 那几位是何处人士 不像是咱们金灵的才子啊 洛宁点头道 李大哥好艳丽 现在金灵赛事会召开在即 那几位都是从北方赶来的才子 今日和我们一起出游交流一番的 林满荣讹了一声 不会也是北七省树有同盟的吧 那不是要来为沈半山找场子的 洛宁点头道 北七省树有同盟 位及地的秀才们都可参加 想来他们应该也是 大哥不瞒你说 自出你击败沈半山之后 来参加金灵赛事会的才子们更多了 北方也有不少精英赶来 这南北之争 怕是免不了了呀 有竞争才有发展啊 这样很好 林满荣笑道 才子本不分南北 只不过类似于北七省树有同盟这样的组织 却为自己划伤了一个地域界限 才有所谓的南北之争 可是我们金灵师社 身为此次赛事会的公道 也不能太失了面子啊 洛宁笑着道 所以我才想把大哥拉进来 作为我们师社的震慑之宝 震慑之宝 哈 老子还能博得这个名头 林满荣哈哈笑道 好 那我就厚着脸皮 做一回你的宝贝 希望不会叫你失望 听他胡言乱语 落宁青春一声 红韵上甲 娇羞不堪 不敢再与他说话了 汇合了金灵书院和北方数位才子 共几十号人马 浩浩荡荡的向城外开拔 林满荣无论行头还是肤色 在他们里面都是最扎眼的一个 自然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一路上好几位小姐都跟在他身边 不断地地地上自己心血的诗词请他指证 眉目里还不时蹦出点春意 林满荣哪有这等心思 拔几位小姐的手闸往表少爷手上一丢 笑着道 我这点小小学问 都是我家少爷教的 大家都该找他指证才是 表少爷拿起手闸 装模作样的道 这位小姐 这句春风聊我心不妥 不如改为春风扶我胸更佳 洛宁早已下了小酒 走在林满荣身边笑着说道 林大哥 过不了几日 这金灵城中的小姐 怕都是要为你才学所迷了 迷个屁 我宁愿他们是被我强壮的凶肌所迷 林满荣摇摇头道 洛小姐 你说今日有一位大人物要到 不知道这位大人物有多大 他想了一想 难道是徐卫 不可能啊 这老头现在忙着剿灭白莲教 清理江苏观场 行踪十分的保密 怎么会公开露面呢 难道是和我一样低调为随 洛宁笑道 是我在京城京华学院时候的恩师 也是北方有名的女国学 在南北才子中都很有些名气 对我们这些读了读书的人 当然就是大人物了 女国学 林满荣愣了一下道 多大年纪啊 莫不是上次送来对联的那位女记酒 洛宁摇头道 不是她 来的这位是我恩师 已经五六十岁年纪了 是今年特地从京城赶来 参加这金陵赛事会的 昨日方道 我们今夜特地邀请了老师出友 林满荣点点头 又是京华学院 这个京华学院 大概就相当于这个时代的北大 就连里面随便出来的一个老女人 也敢号称国学 还是洛宁他们眼里的大人物 果然深不可测 有机会 倒可以把二小姐送到里面深造一番 一行人说着话 却已到了城外 虽是初冬时分 却依然青山绿水 一望无际的田野映入眼帘 雾气茫茫中 几位早起的农人 正把着篱笆辛勤的耕耘着土地 一派悠闲模样 林满荣深深的吸了口空气 清早出游 空气清新 感觉就是爽啊 中人行到一处亭前亭下 只见远处缓缓行来两个身影 前面是一个女子 穿着一件白色印花袍 五六十岁年纪 鬓角苍白 神色布苟颜笑 目光冷淡 像是看谁都不顺眼的样子 洛宁急忙提了长裙跑过去 恭敬行礼道 您而拜见恩西 这个就是洛宁的老师 长得跟聂绝师太似的 估计也不是什么善主 诸位学子也急忙上前拜见道 学生拜见梅大国学 看那些学子们恭敬的样子 这个什么梅大国学 似乎还真是位大人物 林婉容拉拉身边的锅屋长道 少爷 你认识这位梅大国学吗 对啊 我一向不在京城走动 所以不太认得 表少爷大言不惭的呢 倒是旁边一位紧跟了林三的小姐呢 三哥 这位梅艳秋老师 乃是京城里素有威名的国学 听说许多有名的才子 都是出自他的梅相 就连经理许多达官贵人 也争相拜他为师呢 林婉容呃了一声 这个梅艳秋 竟然还招了些达官贵人为弟子 那怎么还板着这副脸呢 像是我欠了他几百掉钱似的 梅艳秋扶起洛宁道 好 好 宁儿 几年不见 你生得越发标致了 洛宁羞涩不堪的应了一声 脸上扶起两片红云 梅艳秋点点头 对洛宁道 宁儿 你离京之后 我又新生了为弟子 你也来认识一下吧 他朝身后那人一点头 脸上已是泛起微笑道 你也出来和宁儿见一见吧 从那梅艳秋身后走出一人 对洛宁一行礼道 在下赵康宁见过洛小姐 洛宁神色一浪 根本就没想到 这个小王爷会出现在此地 还莫名其妙地 拜了自己恩师为师 梅艳秋道 小王爷宅心仁厚 知书达理 才学出众 我在心中便收他为弟子 你们以后可得多亲近亲近 金陵书舍的才子才女们 一听说出现在眼前的这个风度翩翩的俊朗公子 就是明文天下的宁小王爷 顿时炸开了锅 先前还围着林三的小姐们 纷纷拥到了小王爷面前 与家丁林三比起来 小王爷的身份显然更像是一只金龟絮 林三的身边方才还热热闹闹 扎眼之间便走了个干干净净 林万荣叹道 他妈的 太子党果然有魅力 就算是一坨狗屎 沾染了皇家两个字 也是香的了 表少爷 分散不平的道 小王爷有什么好拽的 论相貌不及我 论才是 连林三都比不上 不就是生了一个好老子吗 骆宁立在老师身前 站也不是 走也不是 偏那个赵康宁斯文有理 吟吟说笑 引着周围的才子才女们 振振欢呼 你娘的 你就瞎忽悠吧 老子休息了 林万荣找了个地方 拉着表少爷 一屁股坐下 两个郁闷的人 躺着休息了起来 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 忽然听到一阵热烈的掌声 响起来 林万荣一睁眼 见诸多才子才女们 都围着赵康宁 和梅燕秋 赵康宁笑道 简珠位同僚太爱 那康宁就现丑了 他略一沉吟 见远处行来几个人影 微微一笑 说道 我除的上帘是 一阳银两高 林万荣顺着他眼神看去 顿时肺都气炸了 原来是一个早起的农妇 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水波 身后拖着锄头 一手牵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早起出外劳作 两个孩子大的三四岁 小的刚学会走路 三个人在田梗上走得歪歪斜斜 赵康宁那句 一阳银两高 却是讽刺着农妇与孩子 梅燕秋笑了声道 上王爷倒好兴致 从这第一殿之人身上开提 明晚荣幼时便是被父母这样拉扯着过来的 见了这场面只感觉亲切 听了梅大国学这句话 眼中都要烧起来了 他暗自哼了一声 走到那农妇身边道 大嫂 我来帮你拿 那农妇见如此众多人嘲笑他 早吓破了胆子 连连摇头道 不敢 不敢 大爷饶命 他说了两句 便拉了孩子挤走 出头夜地 水罐当郎响 两个孩子又小 惊怕之下 却是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吓得大声 哭泣起来 那农妇也吓得失声痛哭 不敢抬起头来 赵康宁 梅艳秋和一众才子 望着母子三人的一幕 同时大笑了起来 洛宁眉头轻皱 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婉容紧咬着牙 拳头握得老紧 脸黑得跟碳似的 国务厂走到他身边 拉着他道 林三 你不要紧吧 林婉容轻轻道 没事 少爷 我他妈就是有点想杀人 表少爷吓了一跳 急忙拉他急走道 林三 你说些什么唬话 叫人听到了 你还想不想活了 这个表少爷平时有点窝囊 但现在却是知心得很 林婉容威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洛宁见他神色有意 急忙走过来 关切道 林大哥 你没事吧 林婉容淡淡道 我没事了 洛小姐 你还是快回到那边去吧 那边梅燕秋叫道 宁儿 快些过来 我有话与你说 使命最大 洛宁神情交集 敲声道 林大哥 我本来以为只有恩师一个人过来 没想到 那个小王爷也会来 我真不是故意瞒你的 林婉容点点头道 我知道 这和你无关 你快去吧 洛宁看他一眼 这才转身离去 梅燕秋见洛宁回来 便拉着他手笑着道 宁儿 方才康宁这上脸 你们可对得出来 洛宁担心林婉容 哪有心思对对子 支吾两声道 恩师 我答不上来 与他同来的才子才女们 亦都鸣思苦想 却无人应答 赵康宁眼珠一转 望着林婉容笑道 林三 你那日与沈半山先生对联 也甚是有趣 何不也来达胜一挡 林婉容面无表情答道 对不起 没兴趣 大胆 你是何人 竟敢对小王爷如此说话 洛宁恩师 梅燕秋 眉毛一条 沐声说道 你这个月经失调的老女人 要不是看在洛宁的面子上 老子尿都不尿你 林婉容不屑一笑道 你又是何人 竟敢对我如此说话 你 你 梅燕秋气得接不上话来 洛宁焦急地对林婉容打了个眼色 赵康宁接着道 恩师快请息怒 此人乃是那日挫败了沈半山的萧家家丁林三 梅燕秋平溢了怒火道 一个小小家丁 能有什么本事 那沈半山也太窝囊了些 是啊 沈先生的确没本事 只会出些有才华的对子 哪像梅老师这样 收尽达官贵人为弟子 是想尊崇 小弟佩服佩服 林婉容面无表情说道 语中的讽刺 是人都听得出来 先不说这个梅燕秋有没有本事 单凭他收的弟子非富即贵 今日对着劳苦大众又是冷嘲热讽 他的人品就绝对不怎么样 那些达官贵人 投到他门下 估计也就是想捞个文凭 杜杜金 众人一见林三和梅大国学 卯上了 担心的有 叫好的也有 更多的是看热闹的 骆宁处在中间 两面为难 梅燕秋在京中受尽尊敬 哪里受到过这等业语 气得脸色发青 说道 我不与你这下等人 你有本事便对上康宁这对子 林婉容黑黑笑道 就怕我这下等人敢对 你这上等人不敢听 赵康宁横道 笑话 有恩师不敢听的对子 林三 我这上帘是一阳银两高 你对上来看看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3W点爱听话 欢迎收听小说 极品家丁 第160集 演播燕南飞 仗是欺人的狗东西 林婉容冷声道 一个既无深夜 又无哲理的破对子 有什么难对的 你听好了 我对你个 两桌共一槽 赵康宁和美燕秋脸色 刷的就变了 这对二人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 特别是赵康宁 贵为王子龙孙 竟被讽为猪 这口气如何能忍 赵康宁色变道 大胆林三 竟敢辱没皇家 小王爷 我如何侮辱皇家了 林婉容望着他冷声道 赵康宁一时哑然 他可不能说你侮辱我为主 偏着对子里的意思是人人都明白 梅燕秋怒声道 林三 你不得狡辩 今日这事 乃是我等亲眼所见 你侮辱小王爷 侮辱皇家 乃是此对 林婉容怒急而愤 苍凉笑道 辱莫皇家 好大一个帽子 梅大国雪 你好本事 只可惜你偏听偏信 照我说来 应该是有人居心颇措 如我大华开果皇帝 如我大华之根基才是 梅燕秋道 林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婉容哼道 一阳银两高 好一个一阳银两高 那农妇带着孩子辛苦劳作 日出而作日落而昔 乃是凭自己的双手吃饭 哪里低下于你 你若不是生在了好人家 你他妈连他一半都赶不上 你 你 梅燕秋听他口放厥词 气得几乎就要晕倒 洛宁急忙扶住了他 同时求救似的看了林婉容一眼 我以农为本 设计以民为干 这百姓买是我大华的根基 你有何本事蔑视他吗 梅大国雪 你来自京城 繁华盛世 也许你八辈子都是 京城人 其他人当 在你眼里都是无知的下贱之人 不错 很好 你很高傲 很高贵 可是我他妈就弄不明白了 梅大国雪你的八代祖宗十八代祖宗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时候 难道就是住在城堡里的 别他妈扯淡了 他们和我们的祖宗一样 都是你腿子 都是你眼里的低贱之人 是谁他妈的把人分成京城乡下高贵夏天三六九等 林婉容大怒之下狠狠一脚踢在眼前一块石头之上 那石头哗啦一声碎成了两半 众人被他气势所舍 皆不敢开口 而且隐隐约约觉得他口头虽粗 话里却有些清晰的道理 连梅燕秋和赵康宁都无法反驳 你嘲笑他们 讽刺他们 那就是嘲笑自己祖宗 那就是忘本 我大华朝开国太祖皇帝亦是农人出身 曾亲自公耕于田地 连他老人家都以众字帝十字力为傲 你们这样蔑视百姓 侮辱百姓 那不是如我太祖皇帝又是什么 不是如我大华又是什么 小王爷 你虽贵为王子龙孙 但是这样如墨仙人 如墨圣贤皇帝 很好 很强大 你的胆子比我大得多了 众人听他一番话直指小王爷 顿时今若寒蝉 大华开国皇帝的故事人人知晓 从放牛娃到开国大帝 那是人人效仿的楷模 如今小王爷灭视农人 便是灭视自己祖宗 谁也无法否认 这个林三满口脏话 却言之凿凿无可辩驳 当日沈半山败在他手下 一点也不冤 赵康宁浑身冷汗 这个林三好一张利嘴 好快的心思 若说他辱墨皇子龙孙 他便说我辱墨圣贤皇帝 这个账怎么算怎么划不来 被他骂也只有认了 打落门羊往肚子里吞了 那几个北方来的财子 见林三如此嚣张 不仅骂了小王爷 连人人尊敬的梅大国学也骂了 心里气愤万分 当下冒出一人道 林兄好一张利嘴 在梅先生之前也敢如此放肆 三下富财也出一两 堂地挡车 抱护平和 匹夫何堪言勇 林婉容怒瞪眼道 蚂蚁言怀 匹夫汉树 鱼者望字称雄 那财子见他眨眼对上 财食于气势皆是圣人多多 便再不敢说话了 林婉容哼了声道 既然这位兄台如此尊崇梅先生 那代下也有一脸 请这位兄台对上一对 我这上脸是 机关花未放 那财子倒也有些财学 祥爷没祥对道 高威草先生 话一出口便已意识到不好 哎哟 这不是骂了梅先生吗 众人轰然大笑 知道这位仁兄上了林三的大当了 林婉容一抱拳 音音笑道 兄台高见 小弟佩服 佩服 梅燕秋又气又怒 身为众人崇拜的国学大家 第一人了 这个林三身上有些流氓的本质 不过就人家那财学 骂谁都没有错 林婉容见梅大国学脸上 十红十白 心中不由大事畅快 今日骂也骂得痛快 对也对得淋漓 让你这老女人在目空一切 不给你点颜色 你还以为这个世界就你最牛逼呢 林婉容冷冷一笑道 举世的财学之中 我最佩服的乃是徐卫徐大人 无论人品气质财学 皆是无可挑剔 至于梅大国学你 说直言 你便是在学上一百年 也赶不上徐先生十分之一 这国学两字 你便不提也罢 他叹了口气 似是很累了 对郭乌常道 少爷 这里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我们这就回去吧 林婉容心里默默一叹 这延续千年的尊卑理念 哪是他一个人能打得破的 他空有一身尽道 却无处下手 或者说根本就懒得下手 面对这些养尊处优的才子才女们 他还能说什么 难道去和他们讲什么天赋人权众生平等 拉倒吧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何况 何况 就算要宣扬什么众生平等 在这个时代 会有人信 会有人接受吗 林婉容越想越是无奈 终于忍不住摇头苦笑 算了 老子又不是要拯救人了 也不需要引导历史发展 这些事我哪管得了 严禁于此 你们这帮才子才女爱咋地咋地 老子没时间陪你们撒尿祸黄泥吧 他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懒得和任何人打招呼 带了表少爷二人便要离去 林三现在在表少爷心中的地位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孤长见了他的招呼 连问都没问 拔腿便跟着他走 林大哥 洛宁再也顾不得恩师在侧 手提长裙几步碾上他 望着他含泪道 林大哥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洛小姐 我说过了 和你没关系 是我有些事情看不下去 唉 没办法 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正直 林婉容大意凛然地道 洛宁听了他的笑话 竟是一反常态地没有笑 反而泪珠速速地落了下来 林大哥 我知道你是好心没有怪我 可是这件事情 全是因为我而起 要是我没有硬拉着你来 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林婉容落寞一笑道 不是的 是我自己的错 也许我和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这句话让洛宁彻底的伤心 他哭得更厉害了 林大哥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只会空想 什么都不会做 叫什么才女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虚名 除了给人添麻烦 我什么也做不了 林婉容感慨道 洛小姐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每个人都有梦想 只是追求的方式不同而已 你是对的 最起码还有梦想 我却连做梦的资格都失去了 洛宁含泪 凝望着他道 林大哥 你说的话 我不懂 林婉容笑着摇摇头道 你不需要懂 今天真的好累 心里有点受伤 洛小姐 我们抱一抱吧 很纯洁的 算是安慰一下 洛宁吓了一跳 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这位林大哥的思维方式太特别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跳跃的 林婉容调戏了洛宁两句 也不知道怎的 心里憋得难受 他今日悲愤的过了头 想起自己从前那种生活 忽然轻轻一探道 当年顶风尿石道 如今顺风 尽失邪 事事皆是如此啊 他突然来了这么无头无尾 粗鲁无比的两句 众人解释下了一条 更难解他话中的意思 再看他的神态 竟是无比的落寞萧条 谁也看不懂 洛宁看在眼里 觉得自己与他的距离 不知道又拉远了多少 洛宁拉住他衣袖清清的 林大哥 你说的这些话虽然粗犷 可是我总觉得 与我们写的那些诗词比起来 你心里装的东西 才是洋春白雪 知己啊 这才叫他妈的知己 老子这么粗犷 在这小妞眼里 竟然是洋春白雪 林婉容感动得要哭了 不要搞个人同伴 我这人十分反感这一套 奉献点真金白银 更实在 他嬉嬉笑着说道 他心思放得快 收得也快 眨眼之间 再也看不见 脸上的落寞了 见林三如此粗言粗语 放荡不羁 梅眼秋再也忍不住了 立声道 林三 你想走便能走吗 难道你以为会对上两具银帘 就是天下无敌了吗 你辱吉我 便是辱吉天下财学 他认你若到了京城 定然寸步难行 辱吉你便是辱吉天下财学 你能代表得了天下财学 林婉荣不屑的道 梅先生 你太高估了你自己了 见周围才子都举目望着自己 林婉荣冷笑着道 代表天下财学 那就要有汇进天下财学的本事 我与文昌先生结识日久 文昌先生那样的第一学士 都不敢说自己代表天下财学 梅先生 你口气虽大 但是学识就差得远了 金陵书社中人都听说过杭州情女楼之事 知道林三确实和徐文昌相识 他所说应该不假 徐文昌是何等人物 那是当朝第一人 天下读书人的榜样 是所有读书人心中的偶像 梅燕秋虽然也号称财学 可比起徐文昌根本就不是一个 当次 见梅燕秋脸色煞白 林婉容哼哼道 你若不信 我今日便粗一点 若梅先生能对上来 那便算我输 我亲自上门 向梅先生赴经请罪 表少爷很识趣的接道 若梅先生对不上来呢 林婉容笑着道 梅先生若是对不上来 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便请他老人家亲自下地 办一回老牛 礼上吉武良田 看看我们这些他心眼里的低下之人 是如何的操劳过日子的 若是三年仍打不上来 那便请他老人家 不要侮辱国学这个词了 他这话说的狂妄至极 却没有人怀疑 这几轮交锋下来 众人都明白 这林三的确有些才华 当日立错 沈半山绝对是真有本事 以前都是他接别人的脸 今日他要出脸 不必说 自然是难到几点了 梅燕秋知道 今日碰到了硬砖头 偏在如此众多的学生面前 又退缩不得 只得咬牙道 既如此 就请你赐教吧 洛宁方才与林婉容说了几句话 心里本已是忐忑不安 眼见自己恩师与林婉容之间越闹越僵 更是害怕 急忙站在二人中间道 林大哥 你出对 我带恩师来答吧 若是我答不上来 那我便代替恩师下去 种地耕田 林婉容虽然感动 他方才知心之举 但涉及到原则问题 是绝不让步的 他放声笑道 洛小姐 你莫搞错了 我请令师下去耕田 可不是害他 也不是羞辱他 只是想让他体验一下 我们这些平凡小民的生活 老师说 这其实是抬举他 若是他像平日那般趾高气扬 到田里给方才那位大嫂提鞋 都不配 若您还带在说 林婉容一叹道 若小姐 人都有逆临 我也不例外 你对令师的尊敬是一回事情 但令师的人品是另一回事情 请你不要再多言了 梅艳秋也有些硬气 大声道 宁儿 你回来 不要求他 场中诸人 最为难的就是洛宁了 既不希望 儿师输了下地离田 更不希望林大哥输了 负经请罪 两难之中 甚难抉择 听小说 尽在爱听话 欢迎登陆 三W点爱听话 三W点爱听话